第九百六十一集 片刻后 小黑和工卫无声无息地赶到我身边 我招了招手 带着他们悄悄走向另一条街道 小镇很小 街道总共就那么几条 短短一截就结束了 想在这里找东西实在太容易 基本不会迷路的 不大会儿我们就见到 停在街角落的一辆黑色越野车 我们已经凑到很近的地方 所以看得很清楚 而且黑灯瞎火的 加上藏身地方隐蔽 也不怕被他们发现 就是他们 工卫小声问道 能缺点吗 当然 刚才我已经让心语观察过了 小黑文言直接一扭头朝旁边走去 我吓了一条 赶紧叫住他 小黑迷惑看向我 不明白我的意思 这家伙呀 显然是想直接动手 我低声说 别乱来 先确认一下车上有没有法事 我怀疑这拨人 大概率有修法的 只要贸然上去 不小心就会陷入被盗 我们先试探一下 小黑瞳孔 微微一嗖 点点头 又退了回来 瞄了他一眼 我不由暗叹 这家伙真的聪明 说那么多话 搞不好 有的人都听不懂 小黑却能立马明白 这智力 真不是一般的高 哎 我们要怎么试探啊 琢磨了一阵 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 工卫就忍不住 出声问道 我有些苦恼地挠了挠头 看看黑色越野车 又看看工卫 不由黑黑一笑 悄悄地跟工卫耳语几句 他听完之后 脸皮抽搐 错愕地问道 这 靠谱吗 靠不靠谱 试试不就知道了 哦 那好吧 工卫犹犹豫豫地 扭头走了 片刻后 一道人影 晃晃悠悠地 走在街道上 街上的人 立马警觉起来 提醒同伴旁边有人 但他们并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静观其变 醉鬼拐着弯地 晃悠到越野车附近 打着嗝 处在那里 晃悠了半天 一直盯着车在看 随后 嘀嘀咕咕地走到车边 拉开皮带后 就痛痛快快地 对着车放水 还黑黑笑着 提高自己的家伙 让水柱喷得高一点 车里的人 盯着玻璃上 四间的水花 全都傻眼了 我去 C他们让你留我车上了 这么大的酒味 死酒鬼 尿我身上了 王八蛋 看老子不咽了你 也不知道 车上的哥们怎么想的 居然 直接把车门打开了 这醉鬼明显愣住了 但喝多了呀 反应慢好几拍的样子 见到人了 也没反应过来 反而照着对方 继续喷声 这一来车上的人 都倒霉了 披头盖脸的 就淋了一身 脸都直接绿了 刚开始的指责 到了一半 声音不由拔高了 八十度 已经成了咆哮 炸接效果一流 至少他吼完之后 没多久 附近就有房内 亮起了灯 酒鬼好像 这会儿才反应过来 慌乱地收了水墙 亮墙这样 提着裤子就跑 这车上立马就冲下来个 身上还滴着水 脸色黑如锅底的男人 这哥们儿明显被欺诈了 不管不顾地冲上去 揪着醉鬼 举着拳头就打 谁料啊 酒鬼慌乱之中 提早推了他一把 力气还很大的样子 把那哥们儿直接推了一个跟头 这下 他眼都红了 居然直接从身上抽出一把刀 就想上去拼命 行了行了 一个酒鬼而已 别当真 咱们这会儿有要紧事情 还是别人事了 车上另一个同伴下了车 见到同伴拔刀啊 赶紧上前劝阻 但劝人的时候 他的声音听上去 明显是有些响笑 正努力地憋着的样子 被尿了一身的哥们儿 立马跳了脚 别当真 你他要让我尿一身 你也别当真 哎呀 不是 谁让你开车门的吗 我去 这他妈还怪我了 哎 咱这会儿真不能惹事 还是忍忍吧 毕竟咱们车上还有一位 我人力大也缺 不行 老子揍他一顿 被尿了一身的哥们儿 虽然骂得很 但听同伴说 车上还有一位 什么人的时候 却明显弱了声 只是打算 揍罪鬼一顿报仇 他同伴似乎见劝不住 只能答应了 酒鬼似乎喝了很多 摇摇摆摆的 还没跑出多远呢 那哥们儿直接追上去 摇牙切齿就揍人 然而 酒鬼也不是好惹的 虽然喝了很多的样子 看着也没有多高 但他身材极为壮实 见有人要揍他呀 二话不说 就提早给那哥们儿 一个大嘴巴子 啪的一身 清脆耳光啊 在街道上是回荡着 那哥们儿直接就懵了 被尿了一身 还不算 这又被打了一耳光 这一瞬间 他眼睛彻底红了 正在此时 越野车的后门 发出咔哒 一声轻响 有人开了门 但只开了一条风 并未有完全打开 离了更近的同伴听到 回头看了一眼 脸色顿时不自然起来 急蒙凑了上去 打开车门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随即朝着罪鬼方向跑来 两人对视一眼 二话不说 对着罪鬼一起动手了 虽然很好笑 但也能看出 不说罪鬼一顿 同伴的气是消不了 何况 同伴受辱 也不能干看着 于是两人就决定 一起动手了 出乎意料的是 酒鬼虽然醉得厉害 却意外的难缠 被两个人一起拳打脚踢 他居然打起了罪拳 凭借身体强壮 还跟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这不多时 三人都被打得鼻青脸肿 格外的狼狈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啊 酒鬼渐渐有些撑不住了 两人露出喜色 正想放到酒鬼 好好胖揍一顿出出气的时候 酒鬼居然一扭头 撒压子就跑 而且跑得飞快 没半点之前 亮亮腔腔的样子 似乎遇到危险 把全身潜力都激发出来 两人一愣神的功夫 酒鬼就在街道上消失了 傻愣愣看着街道半天 两人黑着脸回到车边 被尿了一身的哥们儿 犹豫了一阵 干脆取一些矿泉水下来 就在街边换起了衣服 至于被尿湿的衣服 他直接扔到了路边 显然不肯再穿了 两分钟后 挂着熊猫眼的宫尾 带着一身浓重的酒精味 微微气喘地 跑到了我的身边 老板 怎么样 我赞许地点了点头 嗯 干得不错 唉 可是 车上到底有几个人 还是没搞清楚 刚才也没有敢 派新路靠近看 公卫皱起眉头 那怎么办啊 我思索了一阵 笑着拍了拍 公卫的肩膀 嘿 再来一次 啊 公卫目瞪口呆 我笑眯眯点点头 捡起身边一块大石头 塞到他手里 公卫看看我 嘴角抽出了小片刻 门头又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62集 五分钟后 咣当的一声闷响响起 越野车上司机和副驾的两人 也正是刚才跟酒鬼街头 斗殴的两哥们 眼睛直勾勾的 盯着前车玻璃上 掀着的一块大石头 以及石头周围珠网般 碎裂的车玻璃 半天没反应过来 片刻后 车前面多了一个人 远远朝他们竖起了中指 随即转过身 朝他们俩拍了拍屁股 得意洋洋地扭头走了 哥们气得脸色通红 转头啊 向后座的人说了什么 他们是得到应允 气势汹汹地下了车 酒鬼一见人来追他呀 赶紧撒鸭子就跑了 但这次啊 哥们俩明显不打算放过他 他们肯定是肺都要气炸了 咬牙切齿地就追了上去 看到这一幕 我不由黑黑一笑 扭头看了眼小黑 给他使了个眼色 小黑扭头 就钻入黑暗的向导中 酒鬼自然是公卫扮演的 原本第一次的时候呢 就想趁乱看看车上的人 结果啊 那俩人还挺警觉的 一直没离车太远 让我一直没机会 但是工卫表现得很好 把他俩的火架 彻底撩拨起来了 居然直接追了下来 那这次机会 我当然不能错过呀 二话不说 直接一拍包 放出小家伙和大胡子 让他俩严阵以待 我呢 则拎着惊魂铃 猫着腰 飞快地接近了越野车边 靠近后就闻到一股尿嗖味 我心说老公这是上火了吧 尿得这么熟 也难怪那哥们被气成那样 这换了谁也受不了啊 我没直接动手 先在车边 听了一下动静 很快发现隔着车门 毛都听不到 但车上啊 也没有什么异动 说明对方啊 没发现我 于是二话不说 就运转起体内的气 疯狂地摇起了惊魂铃 此时也来不及布置别的东西 我要做的 就是个出其不意 惊魂铃正好能做到这一点 就在我刚摇动惊魂铃不久 这光光 越野车就剧烈摇晃起来 我不由一愣 差点忘了继续摇铃 车身猛烈晃动一阵之后 在某个时间里 很突兀地就停了 我愣了一阵 思索了一下 停止摇晶魂铃的同时呢 飞快拉开车门 抬起脚 就想踹里面的人 结果拉开门一看 我不又傻了眼 里面的确有个人 但此刻样子啊 却很离奇 那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 身材很干巴 人瘦得跟骷髅似的 我傻眼的原因 倒不是 他别具一格的长相 而是他现在的状态 瘦小男人此时翻着白眼 口吐白目 鼻子眼睛耳朵 还在朝外流血 一副被榨干 玩坏的样子 我偷偷摸摸摸 说白了就是想偷袭 可没想到摇了摇晶魂铃 这祸就挺事了 这是太水了还是 等等 我猛然想到 之前就有猜测 车上另一人 极大可能是法师 他此时的样子 就像是被法术反噬了 扭头看看手里的晶魂铃 我心说 不会这么巧吧 我随手摇灵 也就正好在施法 结果 不用动粗 就自己先被反噬了 我小心凑过去 检查了一下 还有气 不过气息很微弱了 应该是陷入 深度昏迷了 看起来死不了 那一时半会儿 也别想醒了 我在他身上摸索一针 找到一把铜钱剑 几张符 还有点不起眼的零碎 但一看 就是施法材料 想了想 我全都塞自己工具包了 我拍了拍 窟窿男的脸 没有半点反应 我点点头 满意地转身离开了 不忘顺手 给他关上了门 朝着宾馆走去 我给工卫打了个电话 问他那边怎么样了 他语气轻松告诉我 小黑过去帮忙 很快就把人给解决了 我让他直接来宾馆 他诧异地问我 车上的人解决了 解决了 五分钟后呢 我们又在宾馆门口碰头 上楼直接敲了半天门 才把李少宁喊醒 二话不说 揪着抱怨不停的李胖子下了楼 见我们又要开车赶路 他脸上苦得能滴水啊 让你睡那么久 够意思了吧 解决第二拨人没让你帮忙 就谢天谢地吧 啥第二拨人 李少宁一脸懵逼 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情 我心情大好 也愿意跟他闲扯几句 第二拨人解决起来 简直顺利到不可思议 两个憨憨 加一个屁都没放出来的 就被干掉的法师 让人愉快到飘飘然 那家伙的法器我看了 东西挺不错 代表他本事也不错 本事不够的人 是弄不出好法器的 能这么轻松解决 还真是出乎意料了 老板 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啊 工卫部解问了一句 这一路上 我们真是被折腾得够腔 追兵几乎接连不断 我轻松地说道 第二拨来的是李云斌派来的 第一拨人不知道来路 哎 你咋知道的啊 刚才的大概情况 李少宁也知道了 他忍不住好奇问我 我黑黑一笑说道 这还不简单 看配置呗 有法师的就是李云斌派来的 他知道我的本事 肯定要派一样的人 来解决我们 第一拨人不知道我底线 但肯定 不怀好意 嗨 不就是猜的嘛 李少宁嘀咕一句 没想啊 还没有蒙住他 我跟他说 反正也就八九不离十 解决起来轻松的 绝对是李家的人 李少宁冷笑说 嗨 李家人解决起来轻松 哼 我看你是不明白 李云斌的能量 这边的人啊 被放倒 吓他只会来更厉害的 你能每次都解决啦 如果李云斌 真的下狠手 我们根本就 盗不了瓦吾山 听了他的话呀 我不以为意地说道 李云斌再大的能量 那也是以前 现在 他绝对不是太大的麻烦 反倒是第一波 来路不明的家伙 更值得警惕 李少宁纳闷道 你哪来的自信 跟李云斌掰外子 我可跟你说啊 你是真不知道 他以前 我摆了白手 是以他不必说下去了 有些事情啊 我也没可能跟他解释 我埋在李清云家的政务呢 明显已经起效 否则不可能那么顺利 解决李云斌的人 这所谓的反客为主 一如揪战雀巢 有客凶 主弱之意 通常这种政务呢 都是用来害人的 某人家财坏人根基 是最合适 我当然不打算 这么对李清云 只是以防外衣而已 我摆下这政务的目的呢 就是让李家人 对我构不成威胁 起初只是防备 没想到这么快 就起作用了 而且我埋的地方 也绝对没错 之前我就了解到 那豪宅是李清云的家 但那里也是李家主宰改建的 李家人家丁旺盛 都能在那居住 不过占据主导权的 必然是家主 现在李清云老爹 就是李家掌舵人 他有权一直待在那里 作为李家的祖宅 我把政务埋在那里 绝对没错 如果换成别人家 比如李云斌家 那政务只能对李云斌起效 而埋在李家祖宅地下 那就是针对李家所有人了 克兄 主弱 正是我占据的最大优势 因此 我才不是那么担心李家的追兵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六十四集 如果不是这次行动不明了 看起来又十分危险 我是绝对不会动摄歪脑筋的 没政务这种事情 不光违背良心 还有损因等 哪怕不是用来害人 这种手段也该避免出现 我是实在逼急了没办法 才这么干的 爷爷在世的时候 就反复提醒我 绝对不能用穆家的手艺作恶 我小时候不懂啊 也不明白 穆功火怎么能作恶 也是我学完天功策之后呢 才慢慢明白这一点的 尤其在往前 还有李老赖的事情 我爸当初啊 打我那巴掌 我到现在还记得呢 所以我之后 虽然还是跟我爸怄气 但是一直铭记着这些事情 反而把穆功火 越做越惊喜了 抛开政务的事情不谈 我之前一个有些迷惑的问题 也由于跟李胖子闲聊解开了 起初 李云斌身边跟着的 是个法力高强的阴阳先生 我对第二拨人动手的时候 之所以很谨慎 就是担心来的是那阴阳先生 但之后发现 来的也是个先生 但是却坏了人 起初我还纳闷 怎么不是那个厉害的了 但李胖子的话 让我明白 李云斌的能量很大 恐怕他结交的这类人也不少 那个阴阳先生没来 很可能是不愿意做这种事情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因此呢 李云斌只能另请他人 搞明白这些事情 我也没太过担心 我的政务可不是白买的 短时间内 政务也没可能被人发现 甚至我不说的话 天知道李清云家的政务 会被埋多久 之后我们没赶有任何耽搁 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瓦屋山 由于已经赶了很久路 距离应该也不算太远了 除非是内急 匆匆下车方便一下 就立马上车赶路 我们没有半分钟的耽搁 这一路赶来 当天十点多的时候 我们就赶到瓦屋山 一路上再也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到地方之后呢 我们就放慢了车速 瓦屋山风景秀丽 空气格外的清新 毕竟是国家森林公园级别的地方 除了人工设施外呢 这里还有原始森林 就没有什么工业设施 空气自然格外清新 沿途看着秀丽的原始风景 连李少宁也不抱怨了 我们去哪里找药啊 你混蛋 啥 李少宁傻眼了 来的时候 他只知道去瓦屋山找药 却不知道要去的地方是迷魂当 显然 这家伙也是知道迷魂当的 一听差点没跳起来 你逗啊 你看我像吗 李少宁有些急眼 不是 你知道迷魂当是啥地方吗 知道啊 那里去那里找个锤子里要啊 去送死啊 我扭头看了眼李少宁 笑咪咪问道 这李家1%的股份 值多少钱 大概值 不是 你问这个干啥 商业机没知道吗 我笑了笑说道 肯定不少吧 难道你以为 李家10%的股份就在地上 你挽个腰就捡到了 李少宁语色 脸色轻一阵 白一阵 神色变得极度纠结 我没再搭理他 已经到了瓦屋山 最终目的也没必要瞒着他了 而且李少宁究竟去不去 我也不是太在意了 哪怕他不去 我也要和公卫进去 其他人倒也无所谓 我总不能看着自家大舅哥 就这么挂了吧 公卫问道 老板 我们现在去哪 我不假思索的就说道 进洪雅县 先找地方先吃个饭休息一下 公义争 不直接进迷魂当了 万一再被人追来了怎么办 他就是 赶着去送死了 李少宁显然对公卫的话不满意 直接怼了一句 你爱去不去呗 又没人拉着你 公卫撇了撇嘴 毫不在意地说道 李少宁又被噎着了 他恐怕也看出来了 我们根本没说一定要带他去 进不进的决定全都在他 这下反而只是他自己需要考虑了 我跟公卫说道 看到从山峻林反而比看到人更亲切了 很快进了县城 我们特意把车停在一家宾馆的前面 在里面开了三间房后 带上一些必要物品 直接打车远离 随便找了家 看着不错的饭馆进去 点了几个菜后 就静静地等待了起来 等待的时候 大家都很安静 各自有心事 谁也没出声 我思索起之前的事情 多少明白了 李清云的用意了 他没让我们坐飞机 他没让我们坐飞机 火车之类的交通工具来 是对的 虽然速度会更快 但也更容易被人摸到我们的行踪 一旦被发现 如果在机场车帐外堵着 我们必然难以脱身 公路上还有转换余地 就算这样 还是来了两波追兵 准确地说 是摸到我们的行踪 一旦换成机场那些地方附近 追来的人 可以聚集更多的人手 到时候 我们就算想逃都逃不掉 另外 就是李少宁了 我看着他 多少摸清了李清云的意思 恐怕这哥们让我们带个 看似累赘的胖子来 实际上是给我们当护身符的 有李家人的在 李云斌或许不会把事情做绝 不过恐怕李清云想碰脑袋 也不会想到 他在玩骚操作 我也玩了一手骚操作 在他家地下埋了害人的证物 也不知道这哥们 知道了会有什么感想 不多时呢 饭菜上桌 说是少数民族的特色小吃 还挺贵的 尝了一下也说不上好吃 但也说不上难吃 也不知道是不是连着吃了两天 素食食品的原因 吃着吃着 忽然就感觉这东西还蛮好吃的 尤其是李胖子 看他的吃相 感觉都快把碗块 给一起吃下去了 知道的呀 清楚他是个富二代 这不知道的 没准还以为他是从非洲来的呢 吃过饭之后呢 我让他俩先等着 出了门之后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 上面有个电话号码 这是李清云给我车钥匙的时候 一起放在袋子里的 否则也不用专门用袋子装了 我按上面的号码 打了个电话过去 足足打了三次 才有人接起 喂 你是谁 对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听上去啊 多少有些紧张 而且十分警惕 我不由微微一正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这号码是谁的 但一想啊 我也不能打着电话 去问别人是谁 我就说道 啊 我叫莫风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六十四集 我刚报完名字 对面顿时就没事了 我有些纳闷 什么情况 都跟你说了是谁 怎么不说话了 李星云给我这号码 不用想 也是让我到瓦屋山 再联络用的 恐怕这是他给我安排的 最后一手 对方应该是个 很重要的人才对 你怎么确定 你是莫风 半天呢 对方才说了这么一句 我不由傻了眼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确认我是我 你脑子没问题吧 会忍不住骂了一句 还以为打错电话了 对方是个神经病什么的 这正要挂呢 没想到对方松口气说的 好 我知道你是莫风了 啥 我彻底懵了 你这会儿又是怎么确定是我的 李清明先生说 看上去比较二的肯定就是你了 我抿了抿嘴 心中默念不跟植物人置气 我先忍下了 忍着立马冲回去浙江啊 揍李清云一顿再回来的冲动 我皱了皱眉 你又是谁啊 啊 我叫李和元 你应该知道吧 李和元 这谁啊 我一时间想不起来 但很快啊 我猛然瞪大眼睛 等等 霍和元 李和元 我敲了敲脑门 按道 大哥 我不适合当特务呀 这活我做不来啊 要不要这么绕啊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李和元就是霍和元 也就是李清云故事里的主人公 我怎么就没想到 李清云给出的故事里的人名都是假的 我有点闹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了 总感觉大脑有点快被李清云玩坏了 不过他们两个都姓李 别说他们两个也是亲切 啊 我知道你 无奈啊 我还是先回话呢 见到人再说别的事吧 通过特殊方式确定我的身份之后呢 李和元明显松了口气的样子 他问我 你们现在应该到洪亚县了吧 具体位置在哪儿 我去接你们 我把地方告诉了李和元 他告诉我 十分钟内就到 应该离我们不太远 挂了电话之后呢 我立马进饭馆 喊出了李少宁和工尉 带着他们先去别的地方躲起来 你认不认识一个教理和元的 见李胖子疑惑 我又问道 你家有没有这个亲戚 这李胖子挠了挠头 半天愣是没说出话来 我无语说道 李家有几个亲戚 你都不知道 李胖子翻了翻白眼说 这谁他妈知道啊 就我家那块 每年过年 偏门亲戚我都数不过来 有几个认识的啊 我无语了 没想到啊 李家人这么多 这家族还真是大的离谱啊 也难怪他家有商业大亨 还有李老爷子那样的另类 见问不出个所以然 我也懒得再问了 不是亲戚等见到人再说吧 不多时呢 一辆红色大众越野 到了我们之前吃饭的饭店前 一个男人下了车 伸着脖子啊 急着朝礼张望 但一直在路边没有靠近 貌似还很警觉的样子 等了片刻 似乎没找到人 他拿起手机 想打电话的样子 基本上我已经确认 这人就是李和元了 而且他是一个人来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 于是我直接从角落走出来 上前跟他打招呼 李和元 这男人突然吓了一跳 扭头上想打亮我几眼 松了口说道 哎哟 快上车 我招呼工为他们一起上车 李和元二话不说就开了车 片刻之后啊 他直接出了红雅县 越走越偏僻 我一句话都没问 李胖子坐不住了 有些不安的小声问我 我们去哪儿啊 我正要说话呢 李和元就开口了 现在你们去休息地方 需要的东西啊 我已经替你们全部准备好了 进山的誓言 到时候我会跟你们详细说的 李胖子松了一口气 明显是怕我们直接带他进迷魂档了 李和元很谨慎 没有直接去目的地 而是兜兜转转很久 似乎在观察有没有人追来 足足一个小时才到地方 也把我们彻底绕晕了 这里距离迷魂档最减 我租了一间民宿 大家在这里休息一下就可以 进去的物资那些 我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随时都可以出发 放心 这里很安全 开车进了山村 李和元明显对这附近很熟悉 轻车熟路地把车停在一家农家小院前 当我们进去后呢 他低声对我说 条件比较简陋 不过 这家人收拾得挺干净 吃住的钱都付过了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 我摆了摆手 示意这个晚些再说 李和元会议 就没再提这件事了 进去那些热情跟房主打了个招呼 双方熟络地闲聊了起来 看样子李和元也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住了 进院子之后呢 看到院子里挂的腊肉香肠 我忍不住嘀咕 心说 刚在县城吃什么饭呀 还不如在这里吃呢 这种自制川味香肠啊 可是正儿八经的下饭神器 又好吃 猴子每年都会收到不少这些东西 他总会分我一些 但是这东西啊 还真是吃不够 一进房后 我就微微一正 抽了抽鼻子 闻到一股奇怪的霉味 片刻后 我的目光落在房梁的一角 仔细打量几眼 暗自有了计较 好奇地问道 这家里是不是失气重了 孩子总是生病 老人也有完结啊 哎 你两个小的呀 房祖一愣 下意识啊 用地道的四川话问了一句 似乎怕我听不懂 又赶忙啊 用川普问我 哎 你咋知道的啊 我笑了笑 哼 凉歪了 离极位有点偏差 不出意外的话 正好落在病滋味上 但不是很严重 成年人身体素质好 扛得住 老人小孩就不一定了 受不住 有点小问题也很正常 房主听得一愣一愣的 似乎没有琢磨过味儿来 工卫跟他说 我是家传的首艺人 能看房屋吉凶 这房主人一听啊 不由肃然起敬 连连点头说 还真被我说中了 他家的确有这么个情况 之前他还纳闷 怎么大家都住这儿呀 就他家人突然小病小灾 没完的 说完了 他又问我有没有解决办法 我说 这个简单啊 修一下就好了 让他找了个梯子过来 见到我从包里啊 取出一套木匠工具 他有点愣神啊 似乎没想到 木匠跟风水先生 有什么关系 之前呢 估计八成是把我 当成了风水先生了 我上去瞧了瞧 房梁上啊 果然有一块发霉了 而且很怪的是 别的地方 木头都好好的 就那巴掌大的地方 没得厉害 我拿出鲁斑卷尺 量了量 果然 是房梁到病滋味 这一梁 我又感觉 心里不是滋味了 暗骂起 鬼真人 你他梁得又不当木匠 抢我鲁斑尺干嘛呀 真是吃饱了撑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六十五集 我顺手把房梁修好 截去突出的疫情 又检查一下 见房梁是牢固的 我就派了派手下来 这房梁倒也不是 害人故意弄成这样的 而是木料本来就长那样 也不知道是房主人 没找到更好的木料 还是做工的木匠 没有注意到 就这么马马虎虎的 把房梁给装上了 那块突出 位于病滋味的地方 还好死不死的 是个聚潮气的地方 搞成这样 孩子经常生病 老人关节有问题 那也是正常的 搞定后 跟房主说了一下 他有些恶然 尴尬挠了挠头 跟我说 七八年前 起新房的时候 还真是手头紧缺钱 又没找到 做大梁合适的木头 就随便搞了一根来用 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说法 说完呢 他又期待地看着我 问了 既然那已经弄好了 以后孩子老人 就不会遭罪了吧 我失笑着说道 哪有那么容易 孩子好好养养 身体壮实点了 也就没问题了 老人就不行了 毕竟今年晚急 这就去医院好好看看 或是找点 外用偏方什么的 试试能不能治好吧 房主人是傲恼的 直跺脚望 都说怪自己啊 贪便宜 宽慰了他几句呢 让他以后 好好孝顺老人就是 房主人明显 对我态度是 友善了许多 我帮忙只是顺手 不过 多少还有些 小心思 按李和元的说法呢 毕竟这是 离迷魂当最近的人家 对迷魂当的了解 也肯定比外界啊 多得多 既然要在这里 暂时歇脚 打好关系 也能问问 这里面的事情 李和元说 这里安全 我倒是没怀疑 他跟李静云 搞得这么隐秘 还是被人发现了 那我也只能认栽了 毕竟咱真不是 当特务的料啊 这边忙活完 我出门呢 去院子里坐了坐 见李少宁跟出来 我偷偷 对工卫使了个眼色 他一会议 搂着李胖子的肩膀 说一起出去转转 李胖子嫌弃说 批大点村子 有什么转的 工卫笑着说道 嘿 只要在村子里转了 坐了一天的车 浑身都不对劲 咱们去外面转转 旁边都是林子和小河 说不定能摸到什么野味 能捉两条鱼回来 你不也挺好吗 李胖子眼睛一亮 这下是来兴趣了 就是不知道 对吃的有兴趣 还是对风景有兴趣 总归是痛快的 跟工卫出了门 只剩我和李和元两人 我就直接问道 李清云那边 还有什么安排 或是要说的东西 没有了 李和元摇了摇头 跟我说 他只是负责带路 提供装备这些 我有些纳闷 李清云在家不方便说 怎么李和元这么好的资源 也不利用起来 难道说 他连李和元都不信 现在只信得过我 将我郁闷 李和元叹了口气 随后跟我说 这次真的要多谢李先生 如果不是他 恐怕这会儿 他该被烧了吧 也不知道他死了 以后老婆孩子 该怎么办 我一闻言 心头一动 忽然抓住一些关键 李清云当时跟我说 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没说后续的事情 连发生的事情 都说得很隐秘 我也不方便问 可现在另一个当事人 就在跟前 我直接问他 不就好了吗 我问起之前的事情 李和元有些纳闷 你不知道这些事情吗 我摇了摇头 知道大概经过 李清云现在的状况 你应该也知道 他没法说太多话 我说得比较含糊 李和元却担心起来 李先生对情况 很糟糕嘛 都怪我 一个人干嘛 偏要去那鬼地方啊 事情可以和我说说吗 当然可以啊 李和元点头 说我既然是 李清云信任的人 那他当然没什么 好隐瞒的 看得出 他对李清云很感激 李和元跟我描述起来 之前的事情啊 几乎都是 跟李清云所描述的一样 后来发生的事情 则是李清云 没说的了 李和元说道 李先生知道我的事情 表示愿意帮我 就让我把那块木牌给他 说起来也奇怪 原本怎么都扔不掉的木牌 到了李先生手里 就不再缠着我了 而且我身上的情况 也莫名的开始好转 但是李先生说 现在好转不用高兴 那东西很闲 随时可能反噬我 要我好好配合他 我当然不敢乱来啊 就一直待在李先生身边了 大概过了小半个月 有天夜里啊 对 就是夜里十二点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都打算睡觉了 李先生忽然拉到我 要带我去一个地方 我没有多问 就跟他走了 李先生带我去了一处荒山 那里很怪 寸草不生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那里啊 我就感觉浑身冷嗖嗖的 心中啊慌得厉害 后来李先生告诉我 那是 那是个乱葬岗 而且是 坐乱葬岗之前 就是个急凶之地 也不知道后来人怎么想的 就是根本不懂 还是故意啊 把尸体丢在那里埋 导致那里变得凶上加凶 这几十年过去了 都煞气不减啊 说着啊 李和元语速慢了下来 他一边认真想着 一边跟我这边说 一边比划 似乎 怕描述得不清楚 我看出他是很认真的 在跟我讲之前 发生过的事情 也就在旁边耐心听着 随后李星云在乱葬岗 摆了张长桌 放上些贡品之类东西 回一听就知道 这是在打算做法 李先生当时跟我说 要给我做什么 剃什么树 借助乱葬岗内的煞气 好清除掉我身上的诅咒 这样一来 我才能平安无事 我思索了一下 问道 剃魂术 对对对 就是剃魂术 李和元高兴起来 我微微点头 明白了李星云的用意 恐怕啊 他是要借助乱葬岗的煞气 配合剃魂术 以暴之暴 用强制的磨掉 李和元身上 纠缠他的诅咒 这的确是个办法 不过挺危险的 我问他后来发生什么 李和元脸色难看的 跟我说 起初 似乎很顺利 这点啊 他从李星云放松的神色 就能看出来 当时李和元跪在祭坛前 看着李星云做法 不知不觉 就迷糊起来 他一直感觉 昏昏沉沉的 后来感觉自己飘了起来 像是飞在天上一样 那种感觉十分奇妙 但是后来他低头一看 居然看到了 跪在地上的自己 这把他吓了个半死 但是啊 出于对李星云的信任 他还是忍耐下来 继续看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六十六集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李和元看到自己 忽然颤抖起来 片刻后 浑身上下居然变成 绿油油的颜色 绿的瘆人 要不是自己当时的样子 太吓人 看到自己变成这颜色 没准啊 还以为自己媳妇 在外面咋了呢 随后李和元 眼珠子看着自己 一脸猙獰 如同野兽般 咆哮起来 那声音 那声音在空荡的 乱葬岗内 回荡着 格外的吓人 隔了老远 就金飞了 大片林子里的 飞鸟走兽 然而李清云对此 却视若无睹 丝毫没在意 依旧神色轻松 显然是施法很顺利 自己不断朝李清云咆哮着 仿佛在说什么东西 但对此 李清云全都不以理会 自己仿佛越来越生气 拼命挣扎起来 却如同被无形的绳索 所束缚 怎么都挣脱不开 随后的事情 更加不可思议了 在李清云的法术中 李和元隐约听到 漫山遍野的啼哭声 喊疼声 怒吼声 以及哀鸣声 数不清类型的声音 但可以总结为 那都是痛苦的声音 被那声音所干扰 李和元忍不住 抱着脑袋 跟着惨叫起来 他竟然隐约 生出一种感觉 仿佛要被这声音 给扯碎身体了 惊慌之中 似乎李清云 察觉到他的状态 施法之余呢 忽然就摇摇一指 点向他 李和元顿感那种 要被撕碎的感觉 缓解了过来 他松了口气 也明白了 此时看的 再诡异的情况 实际上也是 李清云在救他 而不是要害他 随后伴随着那些 嚎哭声 李和元惊愕看到 山谷间涌起大片的黑物 但是那些黑物啊 仿佛就跟随着 李清云的剑尖在动 最终 他手中法剑 猛然指向李和元 只见 大片的黑物 顺着剑尖 全部冲入自己体内 身上黑色 绿色 胶织缠绕 但也更像是争斗 毕竟是黑色 总体量大 同样啊 也不好惹的 自己身体上的绿色 渐渐退去 一点点被逼出身体 最后啊 凝结成了一个光团 被李清云手持的 一大块斑驳的玉石 给吸收了 逐渐整个人 变得漆黑一团 当绿色完全消失 李清云手中法剑 摇指着李和元身体 在半空画着圈 口中是念念有词 随后呢 渐渐慢悠悠地 离开李和元身体范围 逐渐指向半空 李和元身上的黑物 也随之钻了出来 随着他的法径 而移动着 所引出的黑气之后呢 李清云似乎 尝出了一口气 他朝着半空中的 李和元点点头 似乎啊 在事一完事了 李和元大喜过望 实际上啊 也不用李清云说 他也感觉到了 那一股意志 纠缠他的无形威胁 给消散了 事情似乎 有了完美的结局 然而李清云随后 捧着那块硕大的 斑驳玉石 正送咒语 准备彻底封印 那绿器的时候啊 也不知为何 他忽然脸色猛然一变 紧跟着啊 手中玉石啪哒一声 居然蹿蹿碎裂开来 李清云猛然仰头 做出闪避动作 却没有快过 那块快弱闪电的绿光 眼睁睁看着绿光 从玉石中钻出来 就直接钻进了 李清云体内 李和元是彻底傻了 正不知所措施 李清云待在身边 那只看上去 有些古怪的黑猫 忽然发出一声 巨大的尖锐叫声 李和元当时 直接被吓尿了 他从来没想过 一只猫 能叫得这么大声 声音中充斥着 巨大的愤怒 伴随着那声叫声 原本已经平静下去的山谷 又窜起冲天黑烟 李和元惊恐看到 那些黑烟中 纠缠着大量 真狸扭曲的面孔 大部分人 衣衫蓝绿 眼中透露着痛苦和憎恨 他们仿佛 受到什么指引 如脱龙的凶手一般 猛然冲向山谷另一侧 李和元都被吓傻了 他什么时候 见过这么恐怖的阵仗 正感觉自己会在这冲击之下死掉 忽然又听到李清云在念着什么 扭头一看 发现软倒在地的李清云 此时蹊跷流血 正对着他念着什么 李和元随即就感觉到自己沉下去了 感觉到了温度 也慢慢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了 有了这种感觉后 他却两眼一黑 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度醒来的时候 发觉自己正躺在医院里 而旁边就是气弱游丝的李清云 啊 事情就是这样 李和元用力转着拳头 一脸的懊悔啊 看得出这是个重感情的人 不然他不会这么激动 也不可能获救后冒险来接触 恐怕他也意识到什么 知道李清云那边很不对劲 但他依旧冒了险 恐怕是心中一直就过意不去吧 看他的神色啊 我就知道 他只知道那天的经过 但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他脸色难看得皱着眉 李清云 这是被谁给阴了 按照李和元之前的讲述 李清云之前做法的时候很顺利 问题的关键出现在最后时刻 有人在那时候下了黑手 想要弄死李清云 施法不光中途有风险 收尾的时候风险更大 一个不留神功亏一篑 都是轻的 丢了小命也是正常 李清云不是那马虎的人 他要是没有完全准备 是绝对不会乱来的 光听过程那些啊 我可能会以为李清云失误了 或是别的什么原因 才导致现在这样被人阴也有可能 不过我只会猜测到 却没法确认 但听到李和元说呀 小黑最后处理得愤怒起来 我就清楚 李清云绝对是被人给阴了 我看了眼旁边的小黑 他眼神冰冷 显然他到现在还在戏头上 我微微吸了口气 没有多说什么 又问 当时那块木牌怎么处理的 这也是个关键问题 这木牌到现在啊 我还没有摸透含义 李和元说 当时李先生让我贴身带着的 至于什么用意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有些诧异 居然让李和元随身带着的 我琢磨了一下 现在虽然能在木牌上感觉到邪气 但是不是太严重 恐怕李清云施法的时候 连这东西一起处理了 至于他还保存木牌的原因 或许是认为我进这迷魂档的时候 这块被处理好的木牌 会起到什么作用 李和元迟疑着问道 李先生 他现在 我摆了摆手 暂时死不了 不过很危险 我要尽快找到救他的办法 李和元神色挣扎起来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笑了笑 故作轻松地说道 你不必去 那地方不一般 人多了反而有可能会更麻烦 我有一定的把握 能解决这件事 你就不用担心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六十七集 李和元张嘴想说话 被我直接打断 告诉他 这事跟他没关系 是李清云主动 想要出手帮助的 失手了 也是有人因他的原因 这种事情 不是有一腔热血 就能处理得了的事情 跟着一起去了 反而说不定会拖后腿 李和元似乎被我说得 有点郁闷 低了头 不吭声了 但他也表示 暂时在这休息的时间内 有任何需要 都可以向他提 既然能做的不多 那后勤工作 一定要做到位 我点点头 好奇问他给我们准备了什么 近山的一些必要品 有没有 李和元微微一笑 说道 当然了 而且我选过的 都是很专业的顶尖设备 除了指南针外 别的全都准备齐全了 毕竟 指南针在那儿没用 提起迷魂荡 李和元还有浓烈的 后怕神色 我诧异说 顶尖的装备 肯定不便宜吧 花了多少钱 李和元连忙说 布置什么钱 让我不要在意 我都是挺好奇的 想了解下 这些装备的价格 但李和元 很不高兴地板着脸说 给我提钱 不是打我脸吗 李先生因为我 都成那样了 我能做的 也只有这些了 钱的事情 就不要问了 我哭笑不得 这哥们儿 恐怕是觉得 我要报销 才不肯说的 不过看他这样子 真给钱 他也不会要 我就没再多说了 跟他去看了眼装备 的确都是顶尖的 很多呢 还是十分有 现代科技感 做工呢 十分的扎实 毕竟是户外用的 如果不够结实的话 要不要两天 估计就得完蛋 衣服我试了一下 发现很合身 估计李清云跟他说了 我和工卫的体型 李和元准备得 十分充足 毕竟他能称得上 半个户外运动专家 自然不需要我们 多担心这些筹备 他准备得很细心 能不能用得上的 都准备了 还有些我看不出 是什么专业设备 他一一给我们 讲解了起来 一边听 我一边连连点头 迷魂档里的情况不明 但有了这些东西啊 我们无疑 就能更有把握了 介绍完装备 李和元笑笑 神秘跟我说 嘿 这些BB片 就不用多说了 我还给几位 准备了一件宝贝 给我来 李和元的话 让我极为好奇 他准备了什么宝贝 跟着他去了后院 笑着指着牲口圈 跟我说 诺 有他帮忙的话 各位一定能轻松不少 我嘴角抽了抽 看样子 好像 真是这样啊 看着牲口圈里 甩着尾巴 抖着耳朵的一头 灰毛驴 我是极度无语啊 没想到啊 这就是李和元 给我们准备的宝贝 我还当是什么呢 不过啊 这家伙帮忙驮东西 的确是好事 毛驴力气大 耐力足 在深山里啊 没法通车的情况下 这的确是个好东西 而且有他在的话 我们能带更多的物资 理所当然 也会更加有把握一些 我暗自点头 不由暗赞李和元 想得周到 不过 这也可能是他上次 在迷魂当吃了亏 所以掌教训的结果 我俩谈得差不多了 李清云的事情啊 也搞清楚了 正好 工卫他们也来了 工卫提着两条鱼 手上还有一兜野蘑菇 李胖子啊 拎着一只野兔 满脸的兴奋 直夸工卫牛逼 这么轻松弄到 那么多的东西 老远就能听到 他的大嗓儿 我暗自好笑 有工卫在啊 弄到这些东西 一点都不稀奇 大山对他来说 就是他的家 只要家里有粮 回家弄点吃的 还不简单 房主人见到他们 弄回这么多吃的 也十分惊奇 张罗者说 晚上帮忙做了吃 这类野味一般 可吃不到啊 完全跟人工养殖的 不一样 当晚 我们都吃得口舌 神经 格外的满足 尤其是李胖子 这货一个人 消灭了近三分之一 难怪这懒货啊 被工卫说懂 他完全就是嘴馋啊 想试试 能不能搞得点野味 饭后呢 看着李胖子 红光满面的 靠在椅子上休息 我喊了他一声说 哎胖子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你实在不愿意去的话 留在这里 给我们当个后勤也行 这也算帮上忙了 在这好吃好喝的 待着也不挺好 也省得呀 跟我们东奔西跑的冒险 都不值当啊 李胖子文言愣了一下 随即露出一丝 恼怒神色 张张嘴 想反驳的样子 但一时间 也不知道说啥好 很明显 这话有点怂了 我嘿嘿一笑 也没多跟他说什么 起身去找房主人 之前呢 闲聊得知 房主人叫黄飞平 祖辈都在这里 不过 现在国内发展快 子女都去了城里打拼 他呢 则和老婆单独 留在这里 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活 之前帮忙的时候 我就有打探下 秦豹的打算 现在时机正好 单独和黄飞平 在小院里乘凉闲聊 谈了几句后呢 我故意把话题 引到迷魂档上 不想 这老哥一听 就脸色大变 瞪了我一眼 用力推了我胳膊一下说 哎 小伙子 你不要命了 打听内鬼地方 做什么呀 我咳嗽一声说 我又不是打算干什么 就是对这地方啊 有些好奇 而且现在啊 那里不是有些地方 已经开发成紧区了吗 黄飞平冷笑一声 只开发了一些地方 那你不看看 开放了多少 紧区的人 敢让深入吗 我好奇地问他 那里面啊 究竟有什么 为什么觉得可怕 我就是觉得好奇 能不能啊 给我说说 黄飞平盯着我问 真不是 打那里的主意 我拍了拍胸脯保证 绝对不是打那里的主意 也不是进去 他似乎啊 是性能 这才跟我说了一些 关于迷魂当的传言 我也清楚 黄飞平呢 是好心 觉得啊 那里太危险 不想让我有好奇心 他是实在人 但我也有不得不去的理由 黄飞平抽着汗烟说 那地方 疯了几百年了 听说呀 从明朝就疯 到现在也没撤离解封 我这么说 你就知道 有多厉害了吧 我连连点头 他神色呀 略微满意 又冷笑地对我说了 还别不信啊 以前呢 我可是亲眼见过 所谓什么探险家 试着进去深处 但是有几个能活着出来的 我可不是吓唬你啊 那个地方凶得很 黄飞平跟我说 以前啊 他还见过 科考队尝试进入探索 但没有多久 就狼狈地退了出来 别说是人了 甚至连动物啊 都对那里望而却步 到了附近范围 就会被吓得不敢动弹 更别提 是进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68集 黄飞平跟我说了不少 关于迷魂当的传闻 有些是他亲身经历 有些是听说的 但绝大部分进去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几乎进去过的人 都死在了里面 少部分深入没有多久 就被吓退了出来 再也不敢进入 黄飞平说得煞有介事 显然是不想让我进去 我不动声色地问道 就没人从那活着出来过 黄飞平一睁 脸色有些不自然 但还是老实说 活着出来的 倒是有 但是那只是极少数 他们只是运气好而已 我好奇地问黄飞平 那知不知道活着出来的人 是怎么描述那里的 黄飞平摇了摇头说 这出来的人 说里面也没啥 就是容易迷路 一不小心 真会出不来 那不也是没有多玄乎吗 还是能出来的呀 黄飞平一瞪眼说道 不玄乎 你知道活着出来的才几个吗 说里面也没啥的 那还不是运气好 才走出来的 进去就再也没音讯的人 那该找谁说理去呀 我哑然 也是啊 死在里面的人 真没地方说理了 而且啊 也没人知道 他们死前发生过什么 看我说不出话了呀 黄飞平有些得意说道 你小子不好好想想 封山几百年 那是闹着玩的吗 别人嫌得没事封山玩 你就真别打那里的主意了 那里真不是好去处 想活的话 去瓦屋山别处玩玩也好 你比我家那孩子 大不了几岁 看你心眼也好 可不能干啥事啊 我笑着点点头 心中啊 却有些失望 黄飞平的确是这里的 土著居民 也的确比外人 更了解迷魂当 可他也不是进去过的人 说起来对那里啊 依旧支支甚少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四川多山 深山的夜里 尤其是植被旺盛的深山里 总比别的地方凉 而且啊 这边潮气又重 总让人感觉浑身湿答答的 挺不舒服的 黄飞平可能见我不适应 就弄了点自酿的包裹酒 让我喝一点去去寒 这身体舒服不少啊 就打算早早休息 之前开了那么久的车 实在也被折腾得够腔 李胖子吃饱喝足 早就去睡了 这种人啊 还挺让人羡慕 心宽体胖的 吃饱了就能睡 我上床后 基本上也是 沾着枕头就睡着了 好好养足精神 稍微适应下这里的环境后啊 我就打算立马进迷魂当 想到之前的追宾 我也不敢就那么 大大咧咧的 安心多待一阵 必须要尽快离开才行 不知睡了多久 耳边呢 突然传来老鼠叫声 吱吱吱吱吱 还有两个小爪子用力推我脸 我迷迷糊糊睁开眼 扭头一看 是小家伙 睡得有点梦 看了他半天啊 愣是没想起来 问他喊我起来干嘛 吱吱吱吱吱 小家伙又朝我叫了起来 声音有些急的样子 我逐渐回过神 头猛然一跳 有情况 猛然爬起来啊 用力拍了呗脸 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 我连忙问小家伙 什么情况 小家伙指向窗户边 立即飞快跑了过去 示意我在窗户边看看 我立马下床跑过去 也没直接朝外看 而是啊 侧着身子站在窗户边 偷偷以斜视的角度 朝外看 这样能防止 直接被外面的东西看到 黄飞平家的玻璃窗 不是很干净 看外面呢 模模糊糊的 我看了一阵 也没发现什么东西 有些纳闷问小家伙 有什么东西啊 小家伙朝我比划起来 看了一阵呢 我明白过来 他的意思是 刚才是有什么东西 但我来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但再等等的话 或许还会回来的 至于是什么东西啊 小家伙却有些表达不清楚 之前我教过小家伙一些暗号 是鬼魂 僵尸一类东西 他可以用暗号 给我表达出来 见他居然无法表达 就让我有些纳闷了 不是鬼魂和僵尸 还能是什么东西 虽然还是很困 但我还是努力撑着 静静等待起来 外面有什么东西在游荡 我还能睡得着 那是心有多大呀 我自认啊 是没有李胖子那破例 搞清楚情况再说 还是靠谱一点 等了半天呢 我都有点昏昏欲睡了 这忽然间不远处有几个小光点 从远处村子的角落中 上下起伏着 以一种毫无规律的节奏 晃动着朝这个方向 慢慢靠近了 我瞪大眼睛 看得多少有些傻眼了 此时整个村子里 几乎没有地方亮着灯 四处静一遍 这种偏僻山村中呢 本就没什么娱乐可言 第二天又有农活之类要忙 到了夜里 大家都早早睡了 不会有半点动静 那几个小光点呢 夜里出现在村子里 实在有些眨眼 而惊着我的事啊 从稍微擦干净 一小片的玻璃中 我看到那些 逐渐靠近的东西 长什么样了 来的一共有五个小光点 散发出光芒的是 五个绿油油的灯笼 那光十分微柔 虽然灯笼不算小 却感觉啊 还不如萤火虫那光亮 因此那些光 给人一种十分 虚幻缥缥的感觉 感觉不像是火光 而是一种诡异的光 举着灯笼 在村里游荡的东西 难怪小家伙 说不上是什么东西 连我第一眼看到 都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 那五个东西 长得是人形 可身材比例 极为离谱 他们顶着个硕大的脑袋 留着长发 偏偏偏头发极为稀疏 其中还有两个地中海 他们行走的时候 是以蹦跳的姿势 在前行 这导致稀疏的头发 杂草般散乱得飘荡着 看上去 多少有点可笑 硕大的脑袋 导致原本挺强壮的身体 看上去都幼小 畸形了许多 最地谱的是 这样的体型却有两条又粗又短的腿 那两条腿看起来就算卖命朝前跑 估计一次也跑不了几厘米 难怪他们是蹦跳着朝前走的 此外呢 五个东西都是侏儒 身高不到一米一的样子 当然这只是我莫测而已 具体有多高就不清楚了 但肯定应该不会超过一米二 常年做木工 我对长度单位测量还是很有信心的 长得就够诡异的了 还拿着个诡异的绿灯笼 这深夜中在村里蹦跳着乱窜 就更加不对劲了 我眯着眼睛思索着 这东西究竟是啥玩意儿啊 等他们靠得近了 我这才察觉到他们一手提着绿灯笼 另一只手上呢 还拿着个小扇子 边蹦打边给自己扇风 貌似又累又热的样子 脸上还多少有些不耐 盯着那扇子仔细看了起来 因为我察觉上面似乎有字 可他们一直扇风 我半天都没看清 离我非常近的时候呢 我才看清了那个字 却发现一眼没认出来 仔细想了半天 我猛然间想起 那似乎是个大转的叶子 我做木工啊 偶然要接触一些繁体字 和小转大转 毕竟啊 偶尔客户有要求 这久而久之呢 也认识不少这些字 认出那是什么字后 我轻衣不定地 盯着五个侏儒打凉 不多时 我额头冒出一丝冷汗 暗道 不会吧 这五个丑家伙 该不会是夜游神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69集 这念头刚出来 我自己都把自己给吓着了 更是大气都不敢出了 就算看上去是小鬼外形 可是那毕竟带来个神字啊 站在这次的东西 还能好惹了 当初 野狗金那自封的神 都那么难搞了 更别提这种啊 不是自封的神了 神话当中呢 有夜游神 与日游神之中 他们存在的使命呢 就是专门为天地 巡视人间 行恶 扬善之责 别的都不说了 就是专门给天地 打工这一点 他们能好惹吗 见着这五个家伙啊 我都懵了 我居然见到了 神仙了 这村子 是有什么特殊的吗 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 夜游神 只是我越想越不对劲 就算是上古时期的九州 地方也没那么小 真是替天地巡视人间 凡人啊 乃至法师 都没可能见到他们 他们也没可能 只是在一个村子里游荡 真这么干的话 那不是消极代工吗 天地还不消他们呀 另外呢 传说之中 夜游神 一共十六名 夜游神 手挽手 连成一片 为天地巡夜 可这 只有五个呀 我眯着眼 琢磨一人 这恐怕不是真的夜游神 他们具体是什么呀 我是说不清楚 但更有可能 是在伪装夜游神 至于要不要出手试探他们一下 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是没着打算 一方面是这么干 明显是手剑 另外就是这些东西的形象 哪怕不是夜游神 也不是好对付的 但凡不是一般形象的鬼魂 尤其是这种 地狱恶鬼形象的东西 都不是好对付的 何况 他们还有五个 哪怕我现在隐隐怀疑 这东西外形就是伪装的 也不敢出手 当初呢 鬼真人给的教训 还历历在目 想到鬼真人 我不由心头一跳 应了李清云 又一路对我紧追不舍的 另一路人马 该不会是鬼真人派来的吧 按那老妖怪的能耐 他能做到这些 还真不奇怪 这让我心头不由一紧 真要是鬼真人的话 那这次可真麻烦了 不过想想到现在为止 鬼真人都没路头 哪怕是他派来的人 只要不是本人来 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 我就多少放松了一点 那些小鬼啊 兜兜转转地绕回来 一蹦一跳地走着 居然直接朝着 黄飞嫔家这边来了 我心头一跳 赶紧缩回头 我想啊 那些小鬼在黄飞嫔家附近 用刺耳尖锐的声音 嘀嘀咕咕说着什么 似乎在讨论的样子 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却隐隐有了股不妙的感觉 究其原因呢 就是他们停的位置 离我太近了 我正暗自警惕呢 那几个小鬼啊 忽然又蹦蹦跳跳起来 绕过了房子 我一愣连忙到另一边窗子一看 却见了他们居然绕到了 黄飞嫔家阵门 直接就进来了 还挺有礼貌 居然知道走阵门 我无语之余呢 飞快从包里翻出一个小瓶子 里面装着暗红色的血 里面是我准备着的蛇血 打开后呢 一股心臭钻触 我赶紧在手上沾了脸 飞快摸到灵壳上 遮挡住阳气 我松了口气 这呀 能让我暂时在这些脏东西面前隐身 虽然自己的血也行 可搁指头太疼了 而且啊 蛇血鼠阴 遮蔽阳气效果更好 我也就养成了经常被点蛇血的习惯 与此同时呢 我飞快让小家伙 躲到我的工具包里 里面有李庆云做的阵图 能遮蔽小家伙的气息 不让他被发现 我刚涂好蛇血呢 就见到墙壁上忽然多了个丑陋的大脑袋 跟着是粗壮身体和小短腿进了房 我抱着工具包 缩在墙角 眼皮是直抽啊 没想他们居然直奔我的房间来了 还好啊 我之前涂了蛇血 这次离得格外近 我顿时看出了更多的猫腻了 这与神话中的夜游神不同 他们一手拿着造型古怪的扇子 一手提着绿灯笼 并没有手挽手 但他们也是连接在一起的 连接他们的是腰间的一根黑色粗麻绳 看到这一幕我暗自松了口气 果然不是夜游神 数目不对 而且外形也不同 但我依旧不敢轻举妄动 哪怕他们直奔我房间而来 明显是不怀好意 因为这小鬼给我的感觉 并不是多么危险 可是他们手中的绿灯笼 却给我一股心筋肉跳的感觉 这一盏灯尚且如此 何况是五盏呢 五个小鬼都进了房间后 他们停下了脚步 左右打量起来 很快又用那种古怪的声音 唧里呱啦说起了什么 但这次啊 语调明显比之前要高 显然是遇到什么问题 正在激烈争论 这蛇蟹起了效果 他们暂时看不到我 站在离他们不到五米远的距离 我还是心筋肉跳 生怕那蛇蟹会突然失效 讨论了一阵 似乎没有讨论出过所以然 一个小鬼似乎被激怒 生气啊 拿着手中古怪的扇子 狠狠砸向另一个同伴 虽说是扇子 可那玩意儿看上去厚度足足有三厘米 并且看质感很厚重 根本不是做扇子的材料 更像是扇子形状的板砖 一个小嘴挨了一扇子 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 那可真是头破血流啊 甚至脑袋都被砸扁了 血水混着脑浆是哗了一下朝下流 反应过来后被砸扁脑袋的小鬼 仿佛半点事没有 反而被气得暴跳如雷 拿起自己的扇子 朝着同伴就挥了过去 那正得意的小鬼呢 是结结实实挨了一下 脸直接被砸平了 他怒了 拿起扇子就跟对方撕打起来 而两只小鬼这么一闹啊 又是被绳子连着的 一不留神就获取了其他看戏同伴 这些小鬼也不知究竟是什么 虽然个头矮呀 脾气却意外的火爆 这眨眼之间呢 另外三个小鬼也加入团战 这一时间房内是血肉横飞 打得那叫一个惨烈啊 这些小鬼就没有留守的 出手就是朝死里招呼呀 我在旁边看的是目瞪口呆 这什么情况 你们这是专门来我房间里打架的 我看得不忍直视 甚至有点冲动 趁他们乱做一团的时候 让小家伙出来输人头 可是啊 担心这些鬼东西在演戏 或是一次性搞不定 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 我就暂时忍着了 毕竟啊 他们手上的灯笼很危险 我刚刚平息下心思啊 忽然间打得正欢的几个小鬼 忽然不打了 齐刷刷地停了下来 站定后 左右观望了起来 这血肉横飞的身体啊 也在飞快地愈合着 眨眼间就恢复了原状 我心头突突直跳啊 我确这些鬼东西 真在演戏 还好 老子是忍住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七十集 我有点被惊着了 这玩意儿这么聪明 以往见到的鬼魂啊 不是凶狠 就是懦弱 聪明的啊 不是没有 但没有长得这么不聪明 实际啊 却很机智的 我震惊一不定呢 忽然间 五个小鬼似乎受惊一般 扑通一声全跪下了 他们对着我拼命磕头 磕得那叫一个惨烈啊 各个脑浆横飞的 我一脸懵逼看着几个小鬼 这是什么情况 很快我心头止不住一跳 猛然意识到 他们并不是在给我磕头 他们应该还是看不到我 他们只是朝我所站的方向磕头 磕头的目标 是另有其人 我心头一跳 端是意识到 这些小鬼 非但不是夜游神 还是受人控制的东西 磕了一阵头之后呢 几个小鬼停下了 左右看了看 似乎松了口气的样子 四处仔细寻找起了什么 他们是依旧暴走 毕竟是被绳子连着 时不时会扯到同伴 换来的呀 总是怒目而视 一副想动手的样子 可这次他们安分了很多 再生气也没敢动手 显然是刚才被什么东西给吓着了 我眼皮不断抽搐着 这些小鬼在找什么 我再清楚不过了 他们肯定是在找我 目的性很明确 毕竟有个小鬼 趴在床上看了半天 显然是想找出点什么东西了 小鬼手上的灯笼 给我种很危险的感觉 气物危险 也表明小鬼同样不好惹 这样的东西 都惧怕着什么存在 难道这些小鬼 是鬼真人弄出来的小鬼 如果是那家伙的话 还真有可能 上次跟李清云解决那家伙 有不少侥幸成分在内 再来一次的话 还真不一定能搞得过的 何况现在我只有一个人 我虽然紧张得不行 但也不是特别慌 主要是之前的 小鬼趴在空床上看了半天 明明空着床 还能看得那么仔细 这蠢笨的样子 让我知道之前猜错了 这些东西非但不聪明 还极其蠢的样子 这样的东西啊 就算十分厉害 也不是没有办法对付的 方子里里外外看了半天 最后有一只小鬼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忽然凑到我 站的墙角 踮着脚尖 伸着脖子 朝上面凑 似乎察觉到什么 那张乌青色的脸 当时啊 离我只有几十厘米 我死命憋着气 半点不敢呼出来 生怕他察觉到生气 这鬼东西啊 神色困惑 打凉了半天 我都快有点憋不住气了 差点把肺里的浊气吐出来 那小鬼身体啊 猛然朝后一窜 是他的同伴 不耐烦地拉了一下 他腰上的绳子 把他给拽到后面去的 贝拉的小鬼 生气地用尖锐声音 对他同伴嚷嚷几句 似乎是在骂人 不过这次 他们老实了许多 还是没敢动手 兴兴地离开了房间 等小鬼一走呢 我拼命喘起了气 刚才啊 差点把我给憋死了 呼吸贫富下来 但我也没敢乱动 依旧站在墙角 足足十分钟过去 那些小鬼啊 没再去而复返 我才松了口气 回到床边 一屁股坐下 皱眉思索了起来 这些小鬼 并不是夜游神 他们到村子里 就是为了找我的 这点是毋庸置疑 我想到了那些人 还会追赖 却绝对没想到 这么快 追兵就来了 我们来的时候呢 路线不固定 理合员也没问题 他找的地方偏僻 对我们来说又方便 是个绝佳的选择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那些人是怎么这么快找到我的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最终呢 想到一种可能 难道是有内鬼 暴露了行踪 公卫 当然是扯淡啊 他脑子抽了 才会暴露自己啊 我们两个 是正儿八经的一伙人 我倒霉了 他也好过不了 李胖子嘛 我摇了摇头 山道上被追的时候 他自己都慌成狗了 那是真慌啊 否则的话 他凭着家底子 有这眼睛 干嘛不去隐世圈混呢 干嘛当个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胜 还被人看不上的普通胖子 不算 忽然间我心头一动 跟着眼皮直跳 呀的 这还真是有可能 虽然补算 这种东西啊 的确挺玄乎的 但准确率 堪忧 测算普通人还好 测算我这样 有法力的人 那就不灵验了 可鬼真人手上 有我的鲁班驰 那东西传承了 不知多少代 上面全是 我们老木家的气息 我又拿了十多年 上面我的气息啊 最重 依靠鲁班驰 来补算我的位置 那就不一样了 至于靠着东西 找到我老爹 我倒是不担心 毕竟啊 鲁班驰是直接 传到我手上的 根本没给我老爹 没我老爹的气息 他们也别想找到人 除非是通过别的手段 话虽如此 我也不免担心起来 鬼真人可是个疯子 不会真去找我家人吧 这种货色 可不会管什么江湖规矩 看来还是得通知一下家人 最好呢 彻彻底底地解决 鬼真人的麻烦之前 让他们都躲躲 上次从东北回来之后呢 我是真不想插手这些事情了 但现在想想 有些事情啊 不把屁股擦得干净一些 还真是脱不了身 我正担心呢 外面忽然亮起了光 很亮 在这黑灯瞎火的环境里啊 堪称刺眼 绝不会是刚才 小鬼灯笼里的光 我一愣啊 伸手挡着眼 到窗户边看了一下 发觉是车灯 一辆车停在了黄飞瓶的家门口 我皱起眉头 这是哪来的车呀 游客 不可能吧 都这么晚了 而且黄飞瓶家 他们这边啊 很偏 虽然也经常有游客来住吧 但是绝对不动 我也没多想 直接开始推门出去看看 公卫啊 也正好开门 跟我对视一眼 诸乎意料的是 李少宁这睡下啊 就跟死猪似的家伙 居然也醒了 我愕然看着他 心说刚才车没按喇叭呀 他怎么醒呢 李少宁也没搭理我们 反而揉着眼睛 匆匆出了门 片刻之后呢 就见车上下来三个人 李胖子热情地 跟他们打起了招呼 显然是认识的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人就是李少宁喊来的 我止不住心头暗嘛 这王八蛋什么时候叫来的人 怎么也不跟我们打身招呼呢 这很快啊 李少宁带着人进来 这会儿啊 黄飞嫔他们啊 也被吵醒了 见到忽然有人来啊 一是没反应过来 李少宁笑嘻嘻地 让黄飞嫔在找点住的地方 该给的钱照给 黄飞嫔一听啊 立马高兴起来 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夏志 国内知名探险家 是我好不容易才请来的高人啊 我这会儿还有点生气呢 压根没想搭理这死胖子 但李胖子下句话啊 顿时让我愣住了 他朝我挤了几眼 嘿嘿一笑说 嘿 夏志以前横穿过迷魂档 还有啊 孤身进入亚马逊原始森林的经验 可是位十分厉害的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71集 横穿迷魂档 彻擦 我就不能无视了 立马笑着说道 夏先生 久仰久仰 嘴上虽然这么说 可我哪知道他是谁啊 夏志也面带笑容 客气跟我握了握手 连连说道 客气了 客气了 我哪有少年说得那么厉害 我就是运气好 去过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而已 嘴上这么说着 我却在他眼中看到一些傲气 我心底 不由撇了撇嘴 心说这不是挺得意的 不过这家伙既然能横穿迷魂档 不管怎么说都是个了解内情的人 有了这种身份呢 让我原本对李胖子的不满 一下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至少这样的人跟着也不会拖后腿 我对他自然是热情的多 跟着呢 李胖子又给我介绍了另外两个人 一个壮硕的男人 是夏志的助手 常年跟随他在野外探险 也是此道好手 很值得信赖 至于最后一人 是穿着糖装的中年人 这人叫徐峰宝 是做阴阳先生的 手中呢 盘着带包姜的核桃 鼻孔朝天 傲气的脑袋啊 都开打对折了 比夏志还得瑟 我有些纳闷 这些一个个都拽什么呀 身上的法力还没我强 咱好歹也是木匠为主业 副业才是偶尔处理一下灵异事件 这样我都比你法力强 你得瑟个锤子呀 当然这话我也只是在心中说说而已 当然不会拿到民面上去谈不是 这李胖子很热心的给我介绍 说这徐峰宝来自香港 是个十分著名的先生 在香港那边啊 处理过许多灵异事件 摆平了很多凶宅 看风水啊 也极有一套 在香港是十分的有名 我眨了眨眼 心说香港来的呀 难怪这么傲 以前就听说呀 那边的人有钱 经济又发达 把大陆这边的大多人啊 看作土包子 而且那边风水行当 也远比大陆发达的多 的确提出了许多有名望的风水师 我们这边这类银生 反而因为曾经的一段时期 没落了太多 因此呢 这块还真有点被那边的阴阳先生压着的意思 这徐峰宝呢 会自傲 想想啊 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不过 我也有关注过香港著名的风水师 徐峰宝这个名字啊 我想了半天 也没有想起这号人 这让我有点怀疑 李胖子口中的知名 是真知名 还是假知名呢 毕竟风水夜发达了呀 这鱼目混珠的 也大有人在 介绍完之后呢 李胖子朝我挤了几眼 小声说道 于扎阳 哥拉的帮手 还挺靠谱的吧 这可是我花了大件钱请来的 我纳门问他 哪来这么多钱呀 毕竟之前闲聊中啊 我得知这货 就是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 手上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都靠他老爹啊 给他零花钱生存呢 按他的零花钱来看 咋也请不起这些人吧 李胖子黑黑一笑跟我说呀 他老爹在得知 他被李清云选上之后啊 能一起行动 而且也知道 李清云老爹许诺的股份 自然是大力支持 给了他很大一笔活动经费 这才能请得上啊这些人 而李胖子之前就跟夏之认识 至于许峰宝呢 则是一次他老爹去香港办事的时候 他跟着去玩的时候 在一个酒会上 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见很多人都对许峰宝极为奉承 李胖子也留了个心眼 厚着脸皮啊 问对方要了个名片 这一次啊 要进迷魂当 就正好想起了这件事 就花大价钱把人给请来了 一提是这么回事 我点点头 不管怎么说呀 能把夏之请来 就是件很好的事情 简单地聊了两句 李胖子咳嗽一声 拍了拍我的肩膀 笑嘻嘻跟几人介绍道 这位是沐峰 这次行动的总负责人 啊 许峰宝携我一眼 冷笑着摇了摇头 这夏之啊 也微微皱眉说 这迷魂当 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进那里啊 必须有专业人士来引导才行 哎呦 这是了主事决定的 我也没办法决定啊 李胖子为难说道 许峰宝在一旁冷笑地说 要是去那地方 被一个不懂行的人瞎指挥 说不定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如果这没办法呀 那就不去也罢 这家伙说的时候是用悦意 我仔细琢磨了一下 才明白他的意思 不过听他话的意思啊 也是对迷魂当 有些了解的样子 既然这样也敢来 应该是有点把握 这样的话 也就不至于是一无是处了 我也没有生气 笑了笑跟他们说 哼 我只是负责人而已 进去之后决定权 还在大家手上 有事啊 我们商量着来 肯定不会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毕竟大家都是懂行的 也是业内顶尖人士 广义集思 才是最好的选择吧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连人呢 而且我说的也在理 听我这么一说 夏至和许峰宝的脸色 好转异性 如果是商量着来的话 他们似乎也没有什么意见 就算是默认了 许峰宝虽然傲 但是也不傻 夏至是野外生存专家 进那种地方 肯定很多地方要靠他 因此呢 也没说什么一切由他决定的话 事情大概就这么定下了 夏至问我什么时候出发 我不加思索地说道 休息一晚 明天就出发 这么急 夏至和许峰宝微微皱眉 这李胖子更是一脸的苦香 毕竟啊 这才刚到一天而已 今天也没休息好 就连工卫 都有些不解地看着我 我给他一个眼色 是一晚点告诉他 工卫会一点点头 就没再有什么迟疑了 我严肃地说 为什么请大家来 大家应该都清楚 舍不想瞒啊 我之前接到消息 施主情况有所恶化 所以我们务必要 尽快动身才行 这样啊 那好吧 许峰宝点点头 算是答应了 都是为了李清云的事情而来 如果耽误时间让人出事啊 他们谁的面子都挂不住 毕竟大价钱请来了 你们屁事都没做 让人出事了 这说得过去吗 简单沟通过后呢 住处也安顿好了 黄飞平家 房间肯定不够 但这么晚了 也没别的办法 只能大家挤挤将就一下 反正明天就要进迷魂当了 我跟工卫换了一个房间 刚进门 他就小声问我 老爸 怎么突然这么急要进去啊 他都忍不住问了 显然是我忽然改变行程 让他感觉到奇怪 我沉下了脸 刚才有脏东西 到我房间亏的 那些家伙坠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73集 工卫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吃惊 这么快就追来了 我点点头 他有些不放心 提出晚上要守夜 还是盯着一点的好 我摇头跟他说没有必要 那些东西应该不会回来了 今晚好好休息一下 养好了精神 明天就去迷魂当 那地方更危险 没精神就这么进去 说不定进去就要有大麻烦 工卫一想也是 就点头答应下来 我们两个也没有多谈 时间紧迫 自然是要好好休息一下 我们直接睡下了 第二天也没按时起 一直等到睡够了才起来 出门后 见到夏之和许峰宝 已经来了一阵 不过他们的精神都不错 毕竟没像我们一样 连着赶了近两天的路 得知我们今天要进迷魂当量 李和元也有些错愕 但见我坚持呢 他也指得送我们过去 见到人多了 李和元又赶着出去了一趟 又搞了头骆子回来 他效率还挺高的 不到一个小沙就弄到了 估计是哪个村民家买来的 装备方面倒是够用 毕竟李和元不知道人数 所以提前准备了近十套装备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要花的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呀 但李和元让我不必担心这些 事后多余的装备呢 他随便就能在群里脱手 而且啊 二手装备回头也能处理掉 这样一来呢 实际上就没花多少钱了 由于要带骆子进迷魂当 得分成两批人 一批人赶着骆子 另一批呢 则先开车过去 工卫呢 毕竟是山里人 对这些深刻啊都很熟悉 就主动要求负责骆子了 我也跟他一起 没想到临行前呢 黄飞瓶又拉着我 责备我说 这小子怎么不听话 让你不要进迷魂当 非要去那鬼地方 我也是挺尴尬的 昨天晚上啊 我们说话的时候 他也在旁边 自然清楚我们的目的 毕竟前面才答应他 不会进来地方 这没多久啊就变了卦了 不尴尬才怪呢 只是见到我们决心已定啊 又准备齐全 也不像是好奇心旺盛 只是想进去玩玩的样子 黄飞瓶就单独拉我进房间 似乎有什么事情啊 我只得让工卫们先走 我呢 马上会追上去 工卫呢 答应一声 牵着两头骡子就走了 进屋后呢 我好奇地问 黄飞瓶有什么事情 他多少有点犹豫的样子 让我等等 转头就进了卧室 片刻后 拿出个红布包着的东西 塞给我说 哎呀 竟然劝不住你 那里去的时候啊 就把这东西带着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说能护身的 管不管用我是不知道 不过啊 每次我进山的时候 都会带着它 好几次日上危险 也都逢凶垮急了 我文言很诧异 同时呢 也有些感动 这老哥十分的实在 也十分善良 我帮他修了个大梁而已 见我要进迷魂当 居然舍得把家传的宝贝都给我了 这种远离大城市的喧嚣深山中 看着落后 但这里的人呢 明显呢 更质朴 倒不是说 所有这种地方的人都这样啊 毕竟啊 我也去过地窝村 只能说啊 黄飞瓶这老哥 是我见过最实在 好心的一类人 打开红布一看 我不由微微一扬眉头 里面是个青铜饰品 很精致 上面刻着一条麒麟 铜呢 在古时是运用 很广泛的一种金属 不光作用多 古人啊 也认为这种金属 同样能避邪 因此呢 用铜来做镜子 钱避一类 如金的先生呢 也会用铜来制作八卦镜 用骨钱来做法 驱邪 这块诗品是长命所造型 看上去很古朴 应该是有些年头了 黄飞瓶说是家传的 估计传了很多代了 这东西啊绝对是古董 而且做工这么精致 拿出去绝对能卖个好价钱 我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但黄飞瓶是执意啊 让我带着 她觉得啊 我这人很不错 不希望我在那鬼地方出事 希望我能活着出来 才一定要给我 我实在是拗不过她 想着想啊 在背包里翻了半天 翻了一万五千块钱塞给她 带这么多现金呢 主要是想着采购装备之类的 她没想到啊 礼盒员全都准备好了 我这钱啊 自然也就没地方用了 黄飞瓶啊 见这么多钱是吓了一跳 怎么都不肯收 我呢就笑着跟她说 这钱不是白给她 你这家传的宝贝 可值不少钱 我身上就这么多了 不然的话 肯定要多给你点 你既然把宝贝给我 这钱啊就当买个保险吧 我要是能出来 宝贝肯定还给你 出不来有个好歹的话 这钱你收着 也不至于平白损失不是 我劝了半天 黄飞瓶啊 才犹豫着把钱给收下了 同时啊 一再叮嘱我 一定要小心 如果遇上什么 不对劲的事情啊 就赶紧退回来 我连忙答应下来 她最后啊 还是出来送了我老远 才独自回家 去追工位的时候啊 我一边感慨着黄飞瓶这老哥 是真好人呢 一边把玩着长命锁 我能确认 这东西啊真是个宝贝 的确是能护身 黄飞瓶也不知道 这东西传了多少代了 只知道一直在他家里 我做木匠久了 也出了不少杰出的作品 别的不说啊 就像小家伙 大胡子 胖女孩 他们的身躯 都是我做出来的 我也能自得地说一句 这样的傀儡呢 还真没几个人 能做出来 接触此类东西多了 我也隐隐有了一种直觉 或者说是感知 我仔细观察过长命锁 就能感觉到 这上面啊 有股灵性 佩戴它能护主 我是一点都不怀疑的 说不定啊 这次迷魂当里啊 这宝贝 还真能帮上大忙 就是不清楚 黄飞瓶 听普通的家庭 还住在深山中 是怎么得到这宝贝的 或许他祖上 出过什么大人物 把玩一阵 小心包在红布里 贴身带好 我又看了看 手里的另一个瓷瓶 这也是之前 红布里包着的 黄飞瓶之前跟我说了 说这也是他祖上留下的 这瓶子里啊 就这么多了 可以说是用一点 少一点 打开闻了闻 有股淡淡的药香 里面是一些丹丸 从味道判断 以前的药香啊 应该很浓郁 但时间太久了 味道散掉了很多 但黄飞瓶给我保证 这东西效力 一点都没减弱 他的祖上 似乎用特殊的方法 处理过 只要保管得当 就能用到丸 也不会坏掉 他告诉我啊 这东西能避瘴气和毒气 迷魂当有很多 这类东西 黄飞瓶呢 曾在深山中遇到过毒气 要不是祖上留下这宝贝啊 他当时是肯定 没法活着出来的 但他吃下一颗后呢 立马就恢复了正常 最后啊 是心筋肉跳的 逃出了那片沼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七十三集 李清云出事了 避账单自然也断货了 黄飞瓶给我的担忧啊 正好能以备不时之需 等黄飞瓶回去 我立即加快脚步 追了上去 工位呢 绞成很快 我追上的时候 他已经跟其他人碰了头 许峰宝和夏志明 明显已经等了一阵了 神色呢 多少有点不耐烦 我见证啊 连忙笑着跟他们说 这老黄 人太好心了 拉着我提醒我半天小心 才肯放我走 让大家久等 实在对不住了 许峰宝没有鸟我 鼻孔朝天的呀 直接转头朝后走了 倒是夏志啊 笑着跟我点点头 表示理解 耽误一会儿也没什么 后面的路呢 车进不去 只能徒步走 毕竟还要绕个圈 被一不留神 被人给撞见了 毕竟那地方并不开放 何书园毕竟过来过一次 对路线很熟悉 带着我们走走停停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啊 带着我们拐到了一条破路上 继续沿着路朝前走 这没多大一阵呢 我们看到路边立着个破旧的木牌子 上面写着禁止入内 这牌子也不知道放了多久了 有些地方啊 已经腐朽 看着都给人一股不祥的感觉 李和元呢 停下脚步 神色有些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拍拍他的肩膀 结果一头骡子的缰绳 这就行了 你先回去吧 有事的话就先回成都忙你的吧 不用等我们了 可是 李和元呢 还有点犹豫 我摇了摇头 第一声跟他说 别纠结了 你进去也不合适 之前你身上被打过印记 虽然被李清云破了 可你这次再进去啊 那可就真的出不来了 他脸色微微一变 显然没想到这可能 想了想啊 他只能咬了咬牙 点点头答应了 不过 他说会在村里等我们 让我路上多保重 我拉了拉骡子 想继续朝前走 不想啊 这死驴 杵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居然一时没拉动 这让我难免有些尴尬了 原本还想走得潇洒一点呢 结果扭头一看 工卫那边啊 牵的骡子也不动弹了 这一看 我不是一个人 顿时啊 就放松了不少 只是工卫赶着骡子 想往里走 那头骡子非但不配合 还一个劲了 想侦探 要知道 这两头骡子 之前可是蛮老实的 居然反应这么大 这就有些蹊跷了 我正纳闷了 究竟啊 工卫牵着的骡子 似乎急了 居然扯着破了嗓子 嚎了一声 这还不说呀 还吭哧吭哧的 一口就啃向工卫 好在工卫反应快呀 迅速躲了开来 可这骡子 都急得咬人了 也不肯动 实在是让人 大跌眼镜啊 胖子有些傻眼 诶 这是咋回事啊 我想起网上那些 关于迷魂荡的传闻 我有眼皮 跳了跳 这鬼地方还真的这么邪 连动物都不肯进去 看来还真的不是假的 李和元还没走 剑忠啊 忙上来跟我说声不好意思 忘了一个事 说着啊 他拿了两个布条 飞快地套在 两只骡子的眼睛上 又取了胡萝卜 喂了两头骡子 安抚过后呢 再让我试试 看不到眼前的情况 我牵着骡子 试着继续往里走 这则居然成功了 我松了口气 转头对李和元招了招手 让他先走 别在这边久留 这也是迷魂荡的范围了 李和元点点头 转身啊就飞快离去了 夏至似乎听到一些 我们对话的内容 有些奇怪地问 这位兄弟 似乎对迷魂荡 也挺熟悉啊 我点点头 我跟李和元没什么交流 自然不知道那些事情 原本不想多说什么的 不过这家伙呀 有点傲 我就笑着顺口说了一句 哦 他进过一次迷魂荡 夏至一针 面色古怪地嗷了一声 又问既然进过迷魂荡 买的装备 也都是很专业的 为什么不请李和元来带路 而让他带路 你不是专业的吗 听我这么一说呀 夏至似乎心中舒服了一点 笑了笑 没再多问了 继续沿着路 朝里走的时候啊 我反而多少有点犹豫了 夏至虽然有些本事 进去后呢 也许能帮上忙 但我有点不确定 带他一起进去 是对不对了 毕竟在里面要做的事情 许峰宝倒是真的能帮上忙 夏至的专业知识啊 就不一定有用了 他上次能平安出路 很大可能是运气成分 而且这次啊 或许他会见到 另一个陌生的迷魂当 只是啊 都到了这地方 再说他进去不合适 这有点不太好 我也就没有多说了 进迷魂当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 就是李胖子也跟来了 显然 许峰宝和夏至两人 带给他极大的信心 让他居然敢 壮着胆子跟上来 也可能是啊 这两人在外面名声 的确挺大 才能给人更多的信心加成 瞄了几眼 走起路啊 浑身肥肉一颤一颤的李胖子 我有点无语 心说可别 把这两百多斤肉啊 都撂在了迷魂当里了 眼下呀 没法多说什么 我也只能在危险的时候 警力多保护他们了 而且人多点 也不全是坏处 至少应对起危险的地形之类啊 也会多几重保险 迷魂当里的危险呢 不光是那些未知 里面据说还有毒物 沼泽 特殊磁场等危险东西 可以说这是个处处危险的鬼地方 路上的大家都很沉默 都不怎么熟悉 也没什么话题可说 连李胖子都难得的不怎么出声了 可能是有点害怕 也就只有我和宫卫会偶尔聊上两句 这不知不觉中呢 前面的视野开始降低了 呼吸呢 似乎也多少困难了些 这一带深山中呢 本身潮气就中得厉害 看样子使这一带雾气较大 就使得空气更加潮湿 而且顺带着连呼吸都有些费劲了 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 多少呢 是有些不自在 毕竟一直居住在北方 什么时候到过这么潮的地方啊 以前去海南靠海的地方啊 都没有感觉到潮气会这么重 这让我多少感觉胸口是有点闷了 看了眼宫卫 他倒还好 暂时没什么问题的样子 果然 夏至忽然说了话 他脸上带笑 手里啊 带着个造型特殊的指南针 跟我说 这一进来 指南针就没用了 只能靠自己判断位置了 随后啊 他告诉我们 外围的雾气啊 不会那么大 深入之后呢 有的地方 雾气会重的什么都看不到 到时候会更难分辨路线 加之 还有沼泽之类的危险地形 风险系数会直线上升 如果没有专业人士带着的话 进这种地方 绝对是有死无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74集 夏至面带笑容说着 但我看出 他多少有点炫耀自己 专业人士的身份的意思 我笑着点点头 连许风宝也露出一丝笑容 对他点点头 看来这家伙心中也挺有必数的 知道迷魂当危险 有夏至会轻松许多 继续朝前走去 眼睛被蒙着的可怜罗子 显然不知道已经进了迷魂当 也亏李和元能想出这种招 不然物资装备都要我们自己拿着了 这一边朝前走呢 夏至还不忘卖弄 这家伙素质虽然比许风宝好点 可是就是太爱线了 满嘴的专业术语 听得人云里雾里的 也就他助手在那一个进了点头附和 其他人估计没人听得懂了 哎 进来的日子不大好啊 才到这里就起这么大的雾了 夏至摇了摇头 有些不满的样子 李胖子没怎么听懂 但是也听出这地方有多危险了 走在这条破旧的路上 他不由嘀咕一句 听你这么一说 感觉这条路走得 就他要的黄泉路似的 夏至眼皮一抽 我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让他 不会说话别说话 这不是晦气吗 李胖子黑黑一笑 那不就开个玩笑吗 缓解一下气氛啊 正说着呀 前面没路了 夏至跟我们说 他之前进迷魂档的时候 不是从这边走的 不过这条路应该是 当初准备开发迷魂档的时候 开出来的 这边还算是安全 再深入就不好说了 当初啊 也正是这原因 才不得不放弃 开发迷魂档的打算 瞧 黄泉路走到头了 你咱还活着呢 我故意调侃了李胖子 他呸了一声说 还呸 你这话更会去 我哈哈一笑 没再继续逗他 牵着骡子 继续朝李走 除了我和公卫之外呢 夏至和许风宝都是请来的 他们只知道 我们近来是想找药 许风宝毕竟懂行 没多问什么 倒是夏至啊 一直挺纳闷的 迷魂档里没有被开发过 的确可能存在一些 珍惜的药物 但他上次进来 没发现过什么珍惜的药材 何况进这地方的风险 跟寻找珍惜药材的收获 是不成正比的 为什么非要到这地方来找啊 我笑笑说 哼 我要找的药比较特殊 不太好给你形容 不过你上次进来啊 很可能是错过了 而不是这里面没有 毕竟这地方 想确认方向都很困难 我们只是来碰运气而已 夏至啊 扬了扬眉 好笑说道 如果是找不到的话 岂不是损失更大吗 我知道他是在说 请他的价格可不便宜 就笑笑跟他说了 如果不是实的话 那肯定什么收获都没有 试一下 总比没希望的好 嗯 也是 没有再多问了 随着不断深入啊 发现雾气是越来越重 我有些纳闷 冒散是真没选好日子 一进来就这么大的雾气 想要找东西啊 那就更加困难了 不过 不提早进来也没办法 没准再晚点 我们可就进不来了 昨晚那五只小鬼呢 可是催我们上路的最佳力气 不知不觉中啊 我是彻底没了方向看 到处都是雾 加上头顶也雾蒙蒙的 连太阳都看不到啊 这会儿真是东南西北 都分不清了 并且不知是错觉 还是真实 我感觉胸口发闷的感觉 是越来越强烈 扭头看向夏至时 发现他的神色 也不由凝重了许多 另一边 许风宝也皱了皱眉 我奇怪问他怎么了 不对劲啊 一点声音都没有 没有动物 也没有昆虫的 现在还是白天 许风宝皱眉 看向啊 头顶泛着白光的天空 李胖子喘着粗气 撇了撇嘴说 这鬼天气 白天就跟晚上 有啥区别啊 这句话啊 让我眼皮子不由一跳 虽然李胖子说的是屁话 但是也没有说错 现在是白天 也是晚上 还真没有 多大区别的样子 我低声问了一级工卫 老公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胸闷 我不由眼皮一跳 他居然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不过说起来啊 我也只是有点凶猛 感觉呼吸有点不畅 倒也谈不上难手 于是啊 暂时没有多想 继续跟着夏至朝前赶路 这没多久 夏至忽然停下脚步说道 不想 不能继续朝前走了 这天气太差 我们先找个地方扎营 等雾气散了再走 否则连方向都不好区分 这样很可能会不知不觉走进很危险的地方呢 或许会有生命危险 其实我们进来也没有太久 但夏至说的也没错 继续走 的确很危险 没想到刚进迷魂当 就要立马停下 不过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只要能安全点啊 对大家都有好处 于是我就点头同意了 哎 不然我们退回去去 前面雾霉那么大 不会那么难受 哎呀 这里实在太吵了 搞得浑身不舒服呀 李胖子提议 而且还很没有形象的抓了抓裤裆 夏至想了想 点头说之前那个地方倒是很适合扎营 可以先退回去 说着他扫了我一眼 虽然啥也没说 但我知道 他是在责备我嫌的蛋疼 这种天气竟迷魂荡 真要回去的话 还不如待在村子里休息舒服呢 这事实在是有苦说不出啊 只能善笑一声 朝回走了一阵 夏至脸色是越来越不对劲 我问他怎么了 该不会是找不到路了吧 夏至嘀咕了一句 也算是承认真找不到路了 哎 没理由啊 怎么会这么快就迷失方向了呀 我一听呢 就傻眼了 过去啊 大哥 你是带路的呀 你第一个就迷路了 就你这还专业的啊 夏至助手寒迟啊 也连忙说道 我们上次进来的时候 就算到了深处啊 也没见这么大的雾 而且刚进来的时候 虽然只能真是灵 但绝对没有这么近的地方 就找不到方向啊 他极力辩解 却多少有点苍白无力 看他的样子啊 似乎也不是在说谎 我止不住心头一跳 抬头看看昏暗的天空 心中止不住敌广 心说 这该不是特意的欢迎仪式吧 夏意识摸了摸口袋里的墨牌 这玩意儿啊 虽然被李清云处理过 但当时啊 他被人阴了 指不定没处理好 何况眼前的大物 实在来得有些蹊跷 有没有可能 是我们刚进来 就真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七十五集 如此怪异的发展 让我们所有人 都意识到了不对劲 既然找不到之前的地方 我提议啊 干脆随便找个地方 先扎营 夏之脸色很不好看 但实在没办法 只能同意我的意见 不过 不过这样一来 对我也好 如果非要在之前的地方扎营 指不定后面 他们还要怎么数了我呢 毕竟怎么说呢 荒郊野岭的 也没有村子里住着舒服 昨晚五个小鬼 来找我的事情 我也不方便跟他们说 毕竟跟他们的任务不同 他们只是来陪着找药的 又不是负责解决追击的人 我还不如直接不说呢 好在夏之啊 的确有些本事 没多久呢 他就找到一处 临近水源的扎营地 此时啊 带两头骡子 进迷魂档的好处 就展现出来了 只是靠人带来的话 自然是带不了太多的物资 有两头骡子拖着 不光能随时吃上热饭 睡觉的帐篷 问题也轻易解决了 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抱怨感也少了不少 虽然都是脱水蔬菜 罐头之类易于保存的 但不怎么好吃的食物 至少吃的还算像样 为什么会这样啊 徐丰宝忽然抬头 看向我问 问话的时候啊 语气明显有些不善 李胖子和夏之都愣住了 明显不明白他的意思 公卫眯起眼睛盯着他 神色更加不善 我笑着伸手 虚拦了一下公卫 说道 不好意思 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徐丰宝看了眼公卫 冷笑一声 没再多说什么 而我呢 则摸着下巴思索起来 看来 徐丰宝的确不完全是水货 他看出了一些问题 而且很清楚知道 我也修法 才会这么问的 我看了眼李胖子 之前在李清云家的时候 我的身份 李家都知道 这点是瞒不住人的 可能是李胖子 跟徐丰宝说过这事情 他也是行李人 一进迷魂档啊 就出现异常 恐怕让他想到不少事情 这也是没办法隐藏的事情 他之前对我态度恶劣 原因呢 也是再明显不过了 他本来就是自视甚高 加上我比他年纪轻太多了 他觉得我没那个本事 才会显得比较刻薄 看了眼迷惑的李胖子和夏智 我冲他们笑了笑 决定什么都不说 就算他们怀疑我什么也无所谓 反正啊 我又没害他们 我这次的目标 只有救李清云 其他事情与我无关 何况他们是自己要跟来的 我也没义务跟他们解释什么 没错 他们是为私心而来 我也决定为私心做一次事 老板 这次路上 没见到动物 也没动物的痕迹 如果在这里待久了 恐怕食物会是个问题 公卫啊 忽然对我低声说了一句 我正没问到 什么吃都没有 哦 那也不至于 我见到蜈蚣之类昆虫了 还有一些能吃的植物 不过 我们还是尽可能 不要在这里耗太久的好 我稍微点点头 嗯 明白了 话虽然这么说呀 但破解李清云身上的 诅咒的办法 我现在也是毫无头绪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是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 当晚呢 虽然他们对我和许峰宝 没头没脑的对话 比较奇怪 看我的眼神呢 也有些警惕 但也没多询问什么 毕竟气象异常的事情啊 强加到别人头上 肯定是不合理的 要怪也只能怪我们 选错出行的日子 相安无事地过了一晚 第二天 我拉开帐篷探头朝外一看 不由嘴角一抽 外面的雾气啊 依然十分大 没有任何要散去的迹象 而且仔细一看呢 总感觉这雾气 好像比昨天还要大了 更要命的是 外面这么大的雾气 不显得很冷 反而愈发闷热了 让人胸口更加难受 我看了几眼 无奈先缩回了帐篷 帐篷里啊 小家伙很难受得浑身乱撞 大胡子也不自在地 不断扭动身体 胖女孩也是阴巴巴的 看她的样子 我有些无奈 毕竟骨头啊 都是木制的 还是树的话 潮一点还好说 而且啊 树离了水活不了 可是一旦被砍伐 变成各类物品 那就成了另一种情况了 大多木材啊 反而都比较怕潮 毕竟这不光会让木制品 受潮腐朽 还会变形 导致使用起来 会有极大的影响 在这种气候下 久了 哪怕只是受潮变形 也会导致这些 傀儡战斗力直线下降 我多少有些头痛 心中的紧迫感 更加强烈起来 询问了下 小家伙他们的情况 果不其然 他们都觉得不舒服 很不喜欢这地方 思索一阵 如果实在没办法 只能自己制造 干燥点的环境 让他们缓解 受潮的影响 没直接出去 主要是打算 看下傀儡的情况 之前我就担心这问题了 另外一方面 是我想要检查 自己身上的东西 防止别的东西 不小心受潮 没法用了 吴灵很细心 他知道我要去的地方 所以之前 我要的东西 他全都仔细 用防潮袋 给我装好了 不必担心 这些东西受潮 这无意间 李清云给我的木盘 从包里掉出来 我微微一争 顺手加起来 翻看起来 这玩意儿 我一直不知道 是有什么作用 就连什么木材 我都没看出来 倒不是我眼力差 而是接触到的 都是能加工为工艺品 或者是家具 或者是建材的木头 我又不是植物专家 世界上那么多种类木头 我当然没可能 全部分出来 翻到木盘 正面的时候 我不由微微引证 这玩意儿 在黑暗中会发光 跟荧光记一样 荧光记我是知道的 可此时上面的光啊 却有些异常 原本木盘 正面全是在发绿光 可现在绿光 却成了几个小点 光的范围小了 亮度却比之前高了 我惊讶地翻看木盘 有点搞不明白 这是什么情况 小家伙和大胡子 胖女孩见状啊 也好奇凑过来看了看 我放低木盘 给他们一看 看了一阵之后啊 大胡子 某某叫了几声 胖女孩啊 毕业马当即翻译说道 她说这个看起来像地图 我微微一睁 眯眼仔细一打量 别说啊 还真有点像 这东西啊 胖女孩和小家伙都见过 唯独当时大胡子 在包里呼呼大睡 此时木盘这种现象啊 她是第一次见到 因此能做出 别出心裁的判断 不会真的是地图吧 我多少有些惊疑不定 这么稀奇的地图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木牌上最亮的绿点 一共有五个 其中最亮的一个 要属中心处 也就是那个丑陋的小人身上 最亮的点 聚集在中心的怪物身上 多少给人一些不祥的预感 此外呢 有三个点分布在周围刻出的森林上 这三个点亮度一样 剩余一个亮点光亮最为微弱 微弱到不仔细看 甚至会被别的几个光点掩盖住 发现不了这个小点 真是地图的话 这地图该怎么看啊 我翻看着木牌 有些纳闷地说 小家伙忽然跳到我手上 伸出小爪子 指着最微弱那个小点 直直叫着 指着指自己 又指着指我 我扬了扬眉 你是说 这个最小的点 是指我们 小家伙连连点头 我摸着下巴思索起来 别说小家伙的猜测 也不无可能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这地图可就真的有意思了 我怀疑 现在的高科技产物 能不能办到这一点 我们凑在一起议论起来 有的话啊 我不想跟下支他们说 但是啊 帐篷里啊 可都是我最信任的 什么话都好说 当然 工卫我也很信任 就是啊 跟他交流 现在有些不太方便 讨论一阵之后呢 我愈发觉得 这东西啊 像是个地图了 而且大胡子 他们也分析出了一些道理 三个臭鼻匠 赛过诸葛亮的道理啊 这得到了充分展示 而且啊 我们越分析啊 觉得越有道理 要是确定的话 还要试验一下才行 工卫在外面喊了我 我也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了 让他们躲进包里 想来想啊 忽然记起我带的食物里 有一些干燥剂 就准备 后面啊 把干燥剂全都储存起来 到手一起塞包里 这样啊 也能防止傀儡受潮严重 这出门之后呢 工卫跟我说 早饭已经做好了 先吃一些就出发吧 我点点头 跟着一起啊 去吃早饭 几人见我这么晚才出来啊 还不帮忙准备早饭 显得更加不满了 我笑笑也没多说什么 蒙头先填饱肚子 饭后一起上了路 不想李胖子找上我 小声说 喂 你这啥情况啊 人家都对你不满了 我好笑说 不满就不满呗 李胖子无语说道 你这叫什么话呀 这两可都是我花大家钱 请来的高手 后面路上 你不靠他们了 这倒让我有些意外了 李胖子好像有点担心我 我笑着给他说道 没事 又指了指工卫 许峰宝的身前 我还不清楚 不过 我可不一定比他弱呦 不是跟你吹音 以前我和李 已经遇到事情不少了 也没有摆不平的事 至于夏至 他的确很专业 不过 也不一定就比老公强 老公可是在深山里长大的 哎 底细这么左 还行吧 我笑了笑说道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一直神神秘秘的 昨天许峰宝 为什么那么问你啊 我耸了耸肩说 我上哪里知道去啊 没什么 不用问了 可能是老家伙有点被迫害妄想症吧 我也没什么瞒着你的 路上我们遇到什么 又不是不知道 我急着进迷魂当 只有这一个原因而已 李胖子一睁 脸都绿了 哎 那些家伙不会追上来了吧 我迟疑了一下 这事啊 我也摸不准 只得摇头说 我也说不准 不过 他们也不至于这么疯吧 自己有胆量追进来 半岛姐我们干什么呀 哎 也是 胖子连点头 偷偷看了眼许峰宝和夏至 这俩货 不会是水货吧 我笑咪咪的说道 我可没这么说啊 还有我去 你这货怎么 李胖子有些急眼了 我摆了摆手 本事是肯定有的 但关键时刻 会不会帮上忙就不知道 胖子有些诧异 似乎明白什么 拿胖肘子 捅了捅我 小声说 出啥问题 记得皱了点个毛 我哭笑不得 但还是点了点头 听李胖子的话呀 我们半路被人追杀的事情 他貌似没告诉两人 不知道是留了心眼 担心他们知道有人追杀 不敢跟我们随行 还是有别的意思 不过夏之和许风宝 不知道这事 也正合我意 之后呢 我俩傻也没说 也不知道是不是 那百分之十的股份的诱惑 我能看出胖子 早就有点撑不住了 他居然一路上咬牙硬顶着 半句都没有多啰嗦 我们说休息的时候啊 他才虚拖一样地倒下去 真是钱的问题的话 可见啊 这玩意儿还能激发人的潜能 在大物之中 基本上什么都看不清 更加无法确认位置 夏之在最前面 不断确认方向 他助手还拿着一个仪器 能记录我们的行动轨迹 不光是夏之脸色欲发难堪 他助手神色也逐渐有些晃了 果不其然 我们走了两个小时后 夏之忽然停下脚步 脸色难堪地跟我们说 我们遇上大麻烦了 事情很不对啊 他拿出仪器给我们看 行动轨迹上面 我们居然一直在小范围内 绕着圈 这是怎么回事啊 徐峰堡有些生气了 我们才刚进来不久 你侯得也是个专业的 居然一直带着我们 这小范围绕圈 连前后进退都做不到 夏之脸色难堪地说 这我已经用了 可行的所有方法了 但是就是找不到方向啊 而且为了前进 我近乎每十米 就辨别一下方位 可就算是这样 我们依然只能在一个固定的点绕圈 李胖子出主意说 不然 试着在走过的地方留点标节 哎呀 也试过了 夏之黑着脸 拿出一卷散发荧光的交代 给我们试一说 这办法 我最开始就用 一开始尝试距离比较远 后来我几乎每个几米 就贴一次荧光交代 可是 等我们绕回来的时候 交代就不见了 就好像 我们在前面贴 后面有人跟着在四 夏之这么一说 气氛啊 顿时就紧张起来 后面 有神 所有人都下意识转头朝后看去 感觉背上啊 都起了些凉意 但看了一阵呢 也没见什么东西 夏之黑着脸说 哎呀 看不到的 或者说 可能离我们有些距离 我之前一直提醒寒池 注意后面 还有几次 让他专门拉开距离等了一下 他什么人都没发现 可我们转了一圈回来 贴好的荧光交代 肯定会消失不见啊 那 那里怎么不早睡啊 许风宝有些发怒 雨调啊 拔高了起来 质问夏之 夏之脸色难堪 但没有说出反驳的话 毕竟是他的失职 我看了几人一眼 笑着劝他们冷静一点 毕竟 这才刚进来 可能是天气原因而已 等雾散了 我们就能找到方向了 也不用着急 见他们气氛稍微缓和 我借口 方便溜到一旁 工卫想跟进来 被我阻拦了 他只得朝我喊了一声 让我别走远 小心掉队 我冲他摆了摆手 走了几十米左右 见视线被大物挡着 但好歹啊 能看到他们的人 就停下了脚步 背对着他们 偷偷拿出木牌 我仔细打量了一阵 会有眼睛一亮 这还真塌压的是个地图 之前那处最微弱的光 的确是我们所在的位置 此时那处光点 有了非常细微的移动 要不是非常仔细观察 还真察觉不到 还好之前在帐篷里 我仔细确认过 这个光点的位置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77集 仔细确认了各个光点 之间的位置 虽然知道了这木牌的 确实是个特殊地图 但具体怎么用 又该怎么看 我还是无法确认 只能继续朝前走 摸索一下木牌的用法 才行 回去的时候呢 几人正脸色难堪的 讨论者 找不到方向了 该怎么办 李胖子提议啊 不如就原地休息 等天气好了再说 许峰宝不同意 觉得呀 等着是浪费时间 下至呢 则神色有些迟疑 似乎拿不定主意 宫位则是 全程没有出声 不然继续朝前走吧 在这里干后 这肯定不是办法 我提议到 许峰宝差异看我一眼 似乎挺意外 我会同意他的意见 可 可是 夏之还在犹豫 我笑了笑说 谁都会有失误的 这种天气啊 也不能怪你 现在时候还早 我们在原地干耗着 只是浪费物资 不如我们多转转 说不定能摸出一些线索经验 以后遇到这样的气候 和情况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啊 没错 我也这么觉得 许峰宝点点头 李胖子一脸苦涩 这话是最懒的 说亭下肯定只想好好休息 夏至呢 则点点头 同意我的意见 临行前呢 许峰宝盯着夏至说 下次再有什么情况 一定要提前告诉所有人 不许再瞒着了 他这明显啊 是在记之前的愁 早就迷路了 夏至居然一声不吭 夏至脸皮抽了抽 神色顿时有些不好看了 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没答应也没拒绝 直接掉头啊 去前面继续探路了 继续走了半个小时左右 工卫忽然拍跑我 扭头一看 他正捂着心口 脸色有些不好的低声说道 老板 有些不对啊 从刚才开始 我就感觉心口越来越闷 难受的不行 我一惊 连忙示意所有人停下 结果我不出声还好 一让大家停下呀 胖子干脆一屁股就瘫倒在地上 呼呼喘着粗气 脸色呀 白得厉害 除了许风宝之外呢 其他人似乎都有些不舒服 不对劲 许风宝脸色难看地说了一句 我赶麻给工卫检查了一下 却未发现什么问题 问他更详细的情况 他只说胸口闷 我思索了一下 如果是毒气的话 我和许风宝也不会信免 修法的人并不是神仙 同样会生老病死 和常人一样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只能说明 公卫他们的问题 并不是因为 无意间吸到了 迷魂荡毒气的原因 思索了一下 我在包里翻了一阵 拿出一袋防潮袋 装着的木料 这是让吴林准备的 这块只有巴掌大 打开防潮袋 一股浓郁厚重的 檀香味钻了出来 我也没有心疼 直接取出工具 把这块檀木分成几块 随后取出刻刀 挨一个在上面刻了个 天宫侧内的辟邪符纹 做好之后 拿了一块塞进 工卫的上衣口袋拍了拍 跟他说 带好了 这是吴林给我弄来的 极品老檀木 年头很久了 效果应该很好 这东西也能避邪 更重要的是 檀木能养心驱毒 装好了 别弄丢了 应该有用 工卫脸色发白地点点头 我给他取了点水 让他先好好休息一下 随后呢 我如法炮制地 做好份给其他人 穿的衣服呀 都是礼合员准备的 野外用品 上衣都有口袋 方便装置东西 我也不清楚 有没有用 不过感觉 拿着极品老檀木 在这种情况下用 应该是对的 休息了十分钟左右 果然 几人的状态 逐渐好转起来 真不难受了 下肢一脸 惊奇地摸着 胸口口袋里的 老檀木 好奇问我 这是什么原理 我笑了笑 大致给他们解释了一下 几人啊 都是一脸的惊奇 谁也没想到 这一个手指大的墨块啊 居然有这种奇笑 等了片刻之后呢 几人呢 彻底地恢复过来 工卫跟我说 现在胸口不光不难受了 反而比之前状态还好 李胖子也连连点头 诶 真大量神了 不了吧 这个就送给我吧 之前偶尔心脏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 那个屌毛医生 还跟我说 让我少吃点肉才能好 没准啊 你这玩意儿带了一阵 就不会心脏不舒服了 我犯了犯白眼 你减减肥 心脏就不难受了 李胖子张了张嘴 似乎啊 没想出反驳的理由 愣了片刻 居然虎脚蛮缠起来 啊 那胡扯 减肤跟心脏不舒服 有屁关系啊 夏之心情似乎好了不少 笑着说 嘿嘿 怎么没关系啊 关系大了 太胖了 他心脏病啊 三高 糖尿病多得去了 穆先生说的没错 李少娃 你该减减肥了 这次啊 正好是个好机会 不然我带带你 李胖子 只是翻了翻白眼 跑到一旁撒尿去了 一副减肥是不可能的 少吃更是不可能的 夏之问我要不要继续朝前走 有了这档子事啊 他对我的态度好了不少 不过他们却不知道 檀木的确能养心驱毒 可少了天宫册的符文 哪怕这东西啊 年头再久一些 也不会这么有效 器物就是器物 配合上工艺才是技术 我示意他先不急 我打算用剩下的紫檀木 再做一个自己带的 哎 莫先生 能给我也做一个吗 这出乎意料的是啊 许风宝居然也陪着笑 厚着脸皮啊 问我要了一个 我有些诧异看他一眼 但也没多想 就点头答应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要不是所在位置特殊 暂时啊 都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 我心想啊 给你做个锤子 我这人就是心眼小 很快呢 做出两个小牌子 许风宝呢 立马装到上衣口袋里面 这老家伙啊 恐怕也清楚 我和他暂时没事 可能是因为有法力护体的原因 等时间久了呀 我们也得像李胖子他们那样 所以随身带个护身符 还是很有必要的 继续朝前走的时候 下肢的作用也体现了出来 他不断找到能饮用的水源 以及一些新鲜的能吃的植物 可见专业知识丰富 的确不是水货 只是这里的异常 让他没法发挥出来而已 每隔一段路 我就停下说要去撒尿 实则是确认木牌使用方法 连着跑了好几次 离胖子无语了 问我 我说木老板 你这身子骨看着挺壮的 身好像不咋样啊 一个小时 跑了五六趟厕所了 不然回去 我给你介绍个靠谱的 男科医生 我黑着脸 管 我是好着呢 好在啊 他只是觉得奇怪 却没有多问 而我呢 也不是白忙活 确认了次数多了 我基本上已经知道 这地图该怎么用了 我也试着给夏至 指了指其他方向尝试 没想到啊 我们居然真的不绕圈了 可算是开始前进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78集 既然不再绕圈 自然是个好事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士气也长了不少 然后找撒料当借口 也不太好 毕竟啊 都被人怀疑甚了 于是啊 我就一直走到最后面 干脆让工卫挡着我 我偷偷去看播牌 反正这么大的雾 隔着几米远 就看不清东西了 也没人知道我在干啥 我需要做的就是偶尔去给夏至纠正下方向而已 莫方 你这里有地图 夏至肯定早就发现问题了 被我指引几次方向 意外地发现都说对了之后 他就时不时扭头看我 最后还是忍不住休息的时候 只有我俩在的时候啊 偷偷地问了一句 我眨了眨眼 指着里面说 这里的地图 谁画的 夏至微微一争 也想到这鬼地方啊 能平安出入都不容易 跑来把这地图画出来 是肯定不可能的 他善笑一声 但很快啊 还是忍不住问 你是怎么去让方向的呀 一大半是懵的嘛 而且我一直在后面观察你们 稍微走偏了就能发现 稍微纠正一下就行 这要是我一个人 可做不到啊 我随口就胡揍了 夏至一脸狐疑 显然是不信这鬼话的 但见我不肯说呀 他也不好再问 见他一脸郁闷的表情 我想了一下 心想让他一直好奇着 老被问的话我也烦 就偷偷告诉他 我刚说的那些是真的 不过我还有别的技巧 我以前学过一个 家传的小法术 在后面观察你们 走错方向的话 用那个小法术 能大致判断出偏差在哪里 但这法术啊 不是百分之百正确 这有时候也要看运气的 夏至恍然 这次好歹是信以为真了 也成功阻止了他的好奇心 既然是家传的东西啊 那肯定没人厚着脸皮 跑根问底的 这种涉及到秘密的东西 除非别人主动说 明点事理的 好奇啊 也不会再去追问 摆平了夏至 这一天下来啊 我发现小队的氛围 倒是好了不少 至少不会再一直互相不信任 也没那么假欣欣的了 对此呢 我很满意 主要是这样啊 我也能轻松一点 毕竟啊 还有个队长的名头 当晚安营的时候呢 我盯着手里的地图 一再确认 很肯定 我们离第一个绿点 是越来越近了 应该明天就能到地方 这地图无法确认距离 不过迷魂档就这么大 只要有方向指引就好了 我们啊 总是能够找到地方的 按下至所说 他从未到过 我们现在走的地方 上次来迷魂档 他的目的啊 只是为了成功穿越 并不是为了探索 这次来的人多 对他来说啊 也是好事 正好能好好探索一下 这个地方 我指引的方向呢 不是最中间的地方 木牌镇中 那个诡异的小人 看着就让人感觉诡异 要探索的话 自然是先到其他地方 踩踩点 先了解一下 这里的情况 再说 虽然耽误时间 可这样做 却更加保险 确认了之后呢 我刚收起木牌 胖女孩就小声跟我说 木风 今天那个人 好像说的没错 我们身后 似乎的确有东西 在跟着 小风似乎察觉到什么了 我眼皮一跳 还真有东西啊 迷魂档里面 我们根本没见过 什么动物 荧光胶带 也不可能是自己钓的 之后我们找到了方向 就一直没太在意 这件事了 没想到 我的傀儡 竟然有了察觉 小风 跟着我们的是什么呀 小家伙挠了挠头 想了半天啊 跟我很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纳闷地问道 你也不知道 他点点头 我无奈了 这样就没办法了 不过既然真有东西的话 那明天就要小心一些了 隔天一大早 我就爬起来 这仨没耽误 深山里的清晨很凉 好在我们的衣服呀 保温性很好 也不至于太冷 吃过早饭后啊 我们再度出发 但这次啊 虽然能找到路了 夏之和许风宝 都有些对此心 不抱什么希望了 夏之坦言跟我说呀 哎 哎 木风啊 我经过迷魂当 这是第二次了 这次啊 还是走的不一样的路 我也认识一些草药 可这么久 我一直没见到什么 真稀罕的草药 你会不会是弄错了 我摇了摇头 不会错 这里面 绝对有我要的东西 但没见到食物 我也没办法确认 那是什么样的 总之 我们还是继续探索吧 夏之有些无语 但也只能点点头 我照例呀 跟在队伍最后面 不断确认着方向 慢慢的 我们看到前面 有座矮山 交流之后呢 我事宜翻过去 其他人没什么意见 唯独李胖子 都快崩溃了 普通人的路啊 都够难走了 再让他翻山 简直是要他命 立连拖带拽地 爬上了山 夏之忽然停下不动了 我问他 为什么不走了 他盯着前面 头也不回地 朝我们招了招手 声音极度古怪地说 大家都过来 我好像看到一个村子 所有人一听都愣住了 这地方有村子 迷魂当有人住 这不是鬼扯吗 飞快小跑上去 朝山下 眯着眼睛一看 我不又愣住了 好像还真塌牙地 有个房子 虽然离山下有距离 而且啊 雾一直很大 但是屋顶的面积不小 我们还隐约看到了 屋顶的形状 啊 这地方真有人住啊 李胖子瞪大眼睛 一脸世界观 被颠覆的表情 不对劲 许峰宝眯着眼睛 看了一阵 我问他 哪里不对劲 他指了指山谷下面 又指了指四周 这地方风水不错 很宜居 夏至很纳闷 以前住人的地方 不都找风水 好的地方 扭头看了夏至一眼 许峰宝说 这里是迷魂当 风山四百多年了 夏至一阵 顿时不说话了 许峰宝扭头问我 现在怎么办 要下去看看吗 我感觉这地方不大对劲 说不定会有危险 我眯着眼 看着下面 去 为什么不去 说不定那里就有 我们要找的东西 过去的时候 大家尽量小心些 有不对劲的地方 就立马退 许峰宝想了想 点头答应下来 我们小心下了山 我心中敌鬼啊 这是木牌地图 显示的第一个坐标 到了发现 居然是个村子 这里要是没什么古怪 那才奇怪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呀 哪怕其他人不肯进去 我也得进去探索一下 李清云的小面 可都搭在这迷魂档上了 有线索的地方 我必须去确认才行 到了地方之后 我发现之前的担心 有些多余 因为这是一个空存 里面半个人影都没有 但很快 我又发现不对劲了 汉代的建筑风格 这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打量着村里的建筑 我有些惊疑不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79集 听到我的话 许峰宝和夏之错看了 许峰宝问我 汉代的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哦 我家里世代都是木匠 对老师建筑相对有些了解 哦 木匠世家 原来如此 许峰宝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夏之 还有些不敢相信的问我 能确定 这是汉代的建筑吗 我撇了撇嘴 这有什么不能确认的 每个朝代 建筑风格都会有所不同 可能差距不会太大 但董恒的人啊 一眼就能看出来 从细微差距区别 也不是都困难的事情 夏之 连忙说 哎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的意思是啊 汉代的建筑 有些房子看上去 是不是太新了呀 我扫了眼旁边的房子 夏之说的没错 这些房子的确太新了 像是刚盖起来的没几年 这一点我之前也注意到了 也不怪夏之吃惊 我没有回答夏之的问题 毕竟我也搞不清楚情况 就先在村里啊 转悠起来 整个村子里死寂一片 迷魂当别的地方啊 还能偶尔听到点虫鸣 这里啊 却鸦雀无声 又被大雾缭绕 走入其中啊 有种电影被禁音的感觉 李胖子不由嘀咕一句 哎呀 这跟仙境一样啊 的确 古老的忠实建筑 加上雾气缭绕在 建筑的周围 看上去还真有那么点 像仙境的感觉 如果不知道这里 具体是什么地方 说这里是世外桃源 恐怕也有人信 公卫笑着调侃了句李胖子 不然你留在这里住 他也知道李胖子 是开得起玩笑的 人也不怎么正经 没事了就喜欢跟李胖子打打去 呗 你咋不住这里啊 李胖子没好气地骂了一句 公卫也不在意 跟他逗了几句嘴 却全城啊 都在高度紧接着周围的情况 不过多时啊 我看到村里最大 也最气派的一栋建筑 在外面绕了圈 我想了下就抬不朝里面走 想进去看看 许风宝拉我 正没说 别乱来 这地方有些邪门 我要随便进 我点点头 嗯 是这些门 不过你看出哪里有问题了吗 许风宝微微一正 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安全的时候 尽量查看一下情况吧 不然 什么时候有危险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样吧 你们在外面等着 我和工卫进去看情况 许风宝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同意下来 让我小心一些 毕竟都是一条神上的蚂蚱 这又是在迷魂当 这么诡异的地方 他再心高气傲 也不愿意看到有人出问题 否则的话 可能还会牵连到他 还有就是 他恐怕也察觉到了 这个古怪的村子里 暂时没什么异常 才答应让我进去的 没多说什么 我和工卫啊 直接从大门进去了 到房内一看 我发现一件奇怪事情 就是房里的 所有门 都是开着的 爸爸 是不是以前 在这里的人 遇上什么事情了 逃得太匆忙 所以门都是开着的呀 工卫低声问了一句 我摇了摇头 不是 真是逃跑的话 不可能所有门都打开 真是很危险的情况 也没有人有那闲心 专门把门打开再跑 应该是 别的原因 也对 工卫挠了挠头 神色更加迷糊起来 跟着我 别分散 招呼工卫一句 我朝着镇厅走去 这房子是村里最大 最气派的 应该是最有身份地位的人住的 从古至今呢 貌似都是这个定律 看居所 就能看出许多东西 在正厅打量一圈 里面有挨戟 有坐垫 以及一些石墓家居 正厅内 一个石墓架子上 摆着一些瓷器 和青铜饰品 我凑过去仔细打量一眼 没有看出过所以然 之前呢 看出瓷器很精美 光润如玉 伸手摸了摸 凑到眼前一看 不由眼角微挑 还真是干净的 一尘不染 不光房子 看上去很新 连这里的家居啊 都没有灰尘 这感觉就像是 这里的一切 刚刚有人打扫过一样 在镇厅转了一圈 我又回到别的房子 看了眼 找了一间房 有一个屏风格挡 屏风上有很精美的画 绕到屏风后面呢 见到低矮的床榻 我看了地上一眼 凑过去伸手摸了摸 榻榻米 工尾有些错 老板 这地方 怎么看着 跟电视里 日本人的家一样 这地方 你却难道 住的是日本人 我没好气地 摆他一眼 给他科普地说 刚才不是说了 这是汉代的建筑 榻榻米和地矮茶几 都是汉代的风格 唐朝时候 传入日本的 在那边发扬光大 在我们这边淘汰了而已 工尾一听 喊笑一声 我还真不知道这事 那个干嘛要淘汰啊 不是蛮好看的吗 中国太大了 每个地方气候不一样 没法普及而已 南方朝气中 离地太近 对身体不好 东北太冷 火炕更实用 居住环境和风格呢 还是要看适应性 工尾恍然 朝我伸出大拇指 夸了一句 果然是行家 我没搭理他 但完全能确认 这还真是汉代建筑 毕竟除了外面建筑构造 里面的情况 也是这样的 另外呢 我有些暗暗吃惊的是 这村子似乎很不一般 从这房主人家的陈生 我就能看出来 这家人不光是条件好 还不是一般的好 瓷器是东汉时期才有的 那时候能用这些做饰品的 绝对是非富极贵 而且这东西刚出来 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另外 别的房子 我虽然没进去看过 但光是看房子建造 就能大致判断出 除了这家比较富贵 其他人家日子也不算差 住房标准 往往也意味着 一家人的经济状况 要是穷的饭都吃不饱 谁有闲心 先折腾好看的住所呀 我获得了几个信息 一啊 这地方当时人 生活很不错 二 能待在这里的人 似乎都不是寻常的 贫头百姓 那种战乱时期 能在偏僻地方 发展出这么富裕的村子 也不是谁都能来的 何况 这里可是迷魂当 最早的瓦屋山是什么样 已经不得而知了 但千年之后的瓦屋山 什么样 我可一清二楚啊 现在这里还有原始森林 究竟是什么人 会在东汉时期 就定居在这种地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八十几 我正猜测 这村子的情况的时候 忽然 争的一声 身后忽然传了一声 利刃出桥声 我一惊 回头看去 发现是工卫忽然抽出 他那把 家传猎盗 怎么了 工卫没回话 身体紧绷 四处打量一阵 随即脸皮微臭 指着窗户上的贴纸说 刚才 我好像看到有什么东西 从那里过去了 有意上而尸的影子 影子 我一惊 难道这里有人 跟他对视一眼 我们两个飞快就跑了出去 但外面一大片雾 什么都看不到 我问工卫会不会看错了 他有些犹豫 说有可能 毕竟刚才 他是无意间察觉到的 但影子 在窗口晃了一下 就没了 当时他还是眼角看到的 这还真的不好确认 我思索了一下 一拍腰间的工具包 小家伙和胖女孩 第一时间出来 我无语 把大胡子救了出来 用力拍了拍他 大胡子 这才迷迷糊糊 醒了过来 检查一下 附近有没有脏东西的气息 天悦 你去上面看一下 注意啊 其他人在外面 不要飞得太高 让他们发现 去去 嗯 傀儡呀 被快散去 我和公卫在原地等待起来 这里只有公卫在 我放出傀儡也无所谓 在其他人面前 还是算了吧 吃亏多了 当然得掌教训 不是必要的时候 傀儡还是留着 当杀手捡得好 最好 别让别人随便发现 片刻后 他们回来了 告知我什么气息都没有 公卫不好意思地说道 那可是 我真的看错了 他话刚说完呢 我猛然 瞧见他身后那道墙床 有一道黑影一闪而视 那边 我过不上别的 嘘喊一声 第一时间就冲了过去 三个傀儡是后发而先至啊 当先跑到拐角处 等我到的时候 他们都困惑地看着我 胖女孩说 什么都没有啊 是不是看错了 没东西 怎么可能 我明明看到 那影子过去了呀 而且我一个人 看错也就算了 之前 公卫也看到了 怎么了 我正惊疑不定呢 外面传来了喊声 声音啊 还正在接近 我立马一时眼色 小家伙他们会呀 飞快窜到我的工具包里 我顺手收好包 给公卫使了个眼色 迎接着其他人过去 李胖子他们跑了进来 许风保证没问到 出什么事了 刚才听到李喊了句什么 刚才检查了一遍屋子 什么都没发现 结果想出来的时候 忽然看到一个影子 这一眨眼就不见了 我们都看到了 这件事啊 我没有瞒他们 直接如实相告 影子 影子 三人都是一愣 问我是什么影子 我思索了一下 看上去像人 个子不高 似乎是个女人 不过没法完全确认 毕竟太快了 只看到一眼 女人 我看的好像是个男人 公卫狐疑地说 我一争 公卫居然跟我看到的不一样 李胖子听了几句 脸都绿了 有点怂地说 那啥 咱们还是别在这里了吧 要不先出去 许风宝左右观察一阵 嗯 进去看看 啊 好又进去看看 李胖子都快炸毛了 我没好气说 他怕个锤子 说不定看错了 再说了 真有什么 那不是确认一下的好吗 许风宝点点头说 嗯 没错 真有什么问题的话 当然是提前确认一下的保险 没再多做耽搁 我们直接进了房 李胖子一看呢 也不敢一个人待着 赶紧小跑地追了上来 我们一直待在一起 谁也没打算分开 除了特别必要的情况下 也只有恐怖偏离的人 才会干这么牛逼的事情了吧 各个击破的道理谁都知道 哪怕我们之中 有两个人修法 不到万不得已 也绝不能分开 在房内转了一圈 我指了指架子上的瓷器 问许风宝懂不懂古董 他点点头 说稍微懂一点 就会议地过去 拿起一件瓷器 翻看起来 看了一阵呢 他惊讶地说 这还真是旱带的 不过 怎么这么新呢 不会是仿制的吧 也不对呀 真是仿制的 谁会做出来 显得没事放到迷魂凳里 说完 他看了一眼外面的房子 顿时反应过来 有些惊疑不定地看下我 我微微点头 嗯 你也想到了 我之前就感觉奇怪 这里的建筑 为什么这么新 这些家具一尘不染 似乎是 有什么力量干扰了他们 让他们保持了 一定近乎时间 静止的状态 夏至也明白过来 脸色微微一变 是什么原因 会变成这样的 磁场的原因 好像不大可能啊 难道是这里的环境特殊 我摇了摇头 这就不知道了 胖子也反应过来 脸色难看地问 你别光说建筑这些啊 我们在这里 我们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 许峰宝脸色不好看了 这 我好说呀 这一切透着诡异 我心中啊也在犯处 不敢在这里久留了 正好找这口开溜 许峰宝忽然说道 哎 对了 我刚想到一件事情 要不要去一个地方确认一下 应该不会太远 可能就在西边的山后面 什么地方 我奇怪地问 许峰宝深深看我一眼 一字一顿说 坟地 我眼皮一抽 稍微一想啊 立即就明白过来了 你指的是 这村子的坟地 许峰宝点点头说 嗯 这里的风水宜居 适合活人住 之前我大致看了一下别处 虽然看不清楚 但根据这附近的地势 我推测了一下 那边应该很适合做坟地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 这村子里的人肯定都把那个地方当作坟地用 行 那就去看看 我点头答应 出门的时候啊 虽然都没说话 但一个比一个走得快 到外面 牵上骡子 我们立即朝着坟地方向走去 我明白许峰宝的意思 这里啊 见不到半个活人 更没有尸体 同样不存在生机 还出现了诡异的人影 不管怎么看 都很邪闷 这里不知道当初发生了什么 可真出了什么大伤 我们至少可以见到一具尸骨吧 可转了整个村子 别说是人的尸骨了 就连动物的尸骨都没见到 活人住的地方变成了死 那代表死的坟地就变成了生 这恐怕就是许峰宝的意思 去坟地那里看看 说不定真的会有什么意外的发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81集 带着这样的想法 加上 我们不敢久留 就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了村子 赵丽 我和工卫负责一头骡子 走在最后面 夏至和寒池负责一头 在最前面探路 至于许峰宝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发挥什么具体作用 但是要找到这村子的坟地 还是要靠他来 对风水这方面的东西 我们还真是一窍不通 我们那头骡子 虽然说是我们负责在赶 但是我和工卫 压根 什么都没干 这主要是因为 骡子身上 还驮了只猫 相比起技术 鲜熟的工卫赶罗子 让小黑负责要简单多了 小黑趴在罗子背上 这罗子就显得异常温顺听话 让他去哪儿 就去哪儿 进这迷魂档之后 整个路上小黑几乎都没有下罗子 跟个大爷一样 不过 这也跟他有洁癖有关 迷魂档里 到处都是烂泥地 他压根不肯下来 这也挺没办法的 不过之前呢 暂时没什么事 也没用到小黑的地方 我也就没有说啥了 不过 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还真的需要这个家伙 去村里坟地的时候 我轻轻拍了拍小黑的背 小深说 你也别一直别下来了 事情有点不对劲啊 刚才那个村子就很闲门 不知道坟地里 有没有什么异常 等会儿有情况 你就下来吧 大不了 回头我帮你好好洗洗 来的时候 我带了一瓶飘柔 味道挺不错的 小黑翻了翻白眼儿 又瞪我一眼 似乎不接受洗澡的提议 看他这么不配合呀 我只得把之前 那栋豪宅里的见闻 仔细说给他听 这家伙虽然是只猫 但我清楚啊 他肯定听得懂 也就没有嫌麻烦 听我说完之后呢 小黑眼中露出狐疑神色 似乎在问我是真的假的 好在我跟这些 不会说话的小家伙 沟通频繁 沟通起来啊 也不是太费劲 也不会互相 不明白意思的情况 我骗你做什么 我和老公都看到了 不然你以为 他们之前去检查什么呀 我指着指前面的人 又小声说道 哎还有啊 之前夏至 可是说过 我们身后似乎有人跟着 撕掉了他贴的荧光胶带 这可做不了假吧 而且也不是我们说的 我可跟你说 你给我精神点 不然疏忽大意了 你家主子可真救不过来了 你到时候哭到没地方哭 小黑围着脑袋想了想 眼神那逐渐认真起来 点点头 我脸上带着笑容 心中啊 却是不屑撇了撇嘴 心说呀 这死猫还真是的 不把你家主子抬出来 你这就不好好做事了 说了也挺郁闷的 不知道是小黑和李清云 相性相符太高 还是怎么的 李清云有点吩咐 这家伙啊 向来是屁点屁点的啊 跑得快得很 我这有芝麻点大的事情啊 不拿出李清云说事 都别想让他干活 小黑在骡子背上坐直了 不时啊 扭头看向四周 明显是认真了 我多少是松了口气 小家伙他们暂时不方便出马 小黑帮忙盯着 自然是能让我们轻松许动 毕竟 这家伙的感觉 可比我们敏锐太多了 尤其是对各种气息 这毕竟是只玄貌 种族天赋摆在那儿呢 这都是老天爷赏的饭 能弱得了吗 等等啊 有点不对劲啊 没有走多久 夏至啊 忽然发话了 我和公文一愣 对视一眼 立即想去前面看看情况 我想 小黑是快乐而起 从骡子背上 跳到我的脑袋上 还是不肯沾底 我脸都绿了 换了个场景 真想把这货 掉到树上抽抽 但担心前面的情况呢 也只好先忍了 什么情况 这里胖子和许风保 在队伍中间 比我们先赶到 到跟前一看 夏至脸色很难看 而寒池呢 正不断拍着之前 一直拿着的仪器 我奇怪问了 这什么情况 夏至黑着脸说 我们好像又迷失方向了 我愕然 心说这哥们 还真是全程灌水啊 说好的野外生存专家呢 一直在带路 却根本没有带好过路 不过这事啊 也不能怪他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环境 又在绕圈了 李胖子问道 不知道 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啊 许风保咒了眉 就是仪器失灵了 夏至脸色难看的 指着寒池正在拍的仪器 这东西是之前 记录我们行踪的 没想到这东西居然失灵了 凑过去看了一眼 寒池神色慌乱的 指着仪器上一条线说道 这是村子里的位置 我们是从这里出来的 没搞错的话 我们刚从村子出来 仪器就失灵了 寒池指的位置 是县的尽头 他随后又指向 空白移出地方 按理说 我们应该到这儿了 可仪器 没显示路线了 我们不由面面相觑 夏至立即说道 仪器失灵 是刚发现的 我好笑看他一眼 这哥们之前被许风宝怼过 倒也长了记性 有问题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我们 可是 他这话听着 却多少有点甩锅的意思 随即夏至又补充道 现在我们不敢随便走了 就想这样 先征求下你们的意见 继续走 还是怎么样 仪器失灵了是个大麻烦 这样一来的话 无法记录路线 我们甚至无法判断 我们所在的位置 夏至的担心不无道理 指南针失灵 还有别的办法取代 而记录仪 诡计的机器失灵 可就真有点危险了 这几乎等于我们 彻底迷失在了迷魂档里 只是我有些奇怪 这机器跟指南针 性质不同 不是用于指引方向的 是单纯用于记录 行动轨迹的 按原理和精密性 远超指南针 何况啊 这野外用的专业仪器 通常又十分皮实 不至于忽然损坏 可这东西 为什么失灵了 胖子嘀咕说 诶 不会是特殊磁场的问题吧 这地方不是磁场挺怪的 夏至一口就否认了 不可能啊 真是磁场的原因 不可能一不知遥 就立即坏掉了 何况坏掉的话 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反应 这一切不记录路线 看上去更像 说着呀 夏至嘴角抽了抽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们让他有话直说 这种时候啊 不要瞒着 夏至点点头 硬着头皮 说上去 仪器看上去 不像是坏了 我们走过的路线 不显示 我感觉更像是 那些本来 记录下的路线 是不是被什么东西抹去了呀 夏至的猜测堪称扯淡呢 然而他这话一说 却让我们浑身发毛 心底仿佛有一个声音 在偷偷跟我们说 夏至的说法 似乎还真有可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八十二集 难道是什么东西 不想让我们 接近坟地 我脑海里 钻出这个想法 就顿时啊 无法抹去了 而且转瞬间 我又冒出了 数个想法 瞬间让我想通了 许多东西 如果没有那个 古怪的木牌 我们恐怕进迷魂档 没多久 就迷失方向 一直在附近转悠了 这可能是导致 我们在浅处 就会因为时间 消耗光物资 最后只能在原地等死 有了这怪异的地图 是让我们离开原地 找到之前村子的 主要原因 我有一种预感 这木牌 原本不光是 冲作地图的 它应该还有别的用处 但经过李轻云的处理呢 这木牌的作用 就变成了单一的地图 这也就是说 当初的李和元 并未发现 这是地图 这东西啊 只是带着他 顺利离开了迷魂档 经由李轻云的处理后 木牌失去了一些功能 又或者说 是恢复了本相 也就是他原本的用途 撇去了乱七八糟 没用的东西而已 这种猜测呢 并不是不可能 毕竟之前提到这木牌 李和元 只有恐惧的情绪 并没有说明 这是地图 我的思路综合起来 简单来说呢 就是 的确是有什么东西 想要阻止我们 但这木牌 却成了最好的破解之法 我这边呢 正想着 那边的讨论 已经陷入了僵局 到底要不要走 大家都在犹豫 谁也没有提出 肯定的意见 伯先生 你觉得我们是该走 还是就地扎营 许峰宝问我 夏至也看向我 显然他们 没人愿意做决定 这时候 如果出错误的决定 那之后 必然难辞其咎 我回过神 立马说道 当然要走 我们之前看到的村子 不太正常 哪怕我们找不到路 也不能离那里太近 尤其是即将入夜前 徐峰宝微微点头 神色有些担忧地说道 嗯 没错 虽然有大雾 可白天都这样了 一旦入夜 那里 必然更加诡异 如果离得太近 一旦村子里有什么异变 谁也不能保证 我们能平安度过夜晚 许峰宝的话 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李胖子连忙说道 许先生都这么说了 那还懂啥啊 赶紧上路吧 公卫咳嗽一声 那上路 这话听着 怎么那么别扭 李胖子赶紧一拍自己嘴巴 屁屁屁 可恶 可恶 还朝地上 吐了两口唾沫 既然决定要继续走了 大家也就没耽误 倒是夏智 一直看着我 我取出对讲机 朝他扬了扬 他会议 什么都不说 就继续 前面开路了 单靠夏智的专业知识 我们只会 混死在迷魂档里 眼下能依靠的 就只有我手上这份 古怪的地图 当然 第一个绿点处 就已经这么诡异了 剩余的两个绿点 同样让我心里犯嘀咕 眼下需要我 给夏智指引方向 同样 还想看看 那个村子的坟底 至于靠着地图 能不能找到 那就不一定了 不管怎么说呀 这地图指引 几个特殊地点 还是没问题的 也能大致判断一下方向 可想要找到 村子附近的坟底 那还真是要碰运气了 时间紧迫 我们必须要试着 找到坟底 同时 在天黑之前 必须尽量远离那村子 时间十分紧迫 容不得丝毫拖延 因此不光着急 还不得不加快了脚程 我一直盯着地图 工卫在旁边领着我走 怕我会摔倒 感觉位置有偏差的时候 我立马用对讲机 提示下制 让他稍微调整一下方向 这大雾中的迷魂档 还真让我越发觉得诡异了 像夏智这样的专业人士 竟然走几十米方向 就会偏差 换个地方 肯定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不由暗暗侥幸 李清云别的准备都无所谓 可如果少了这木牌 他们恐怕进来迷魂档 就真的有死无生了 由此呢 我也格外警惕起来 这木牌绝不容有事 而且也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它的存在 找到了 不知过去多久 我正想给夏智提起方向 对讲机里却提前传来他兴奋的声音 我一声立马反应过来 他的意思恐怕是找到坟地了 我一招呼工卫立马朝前赶 夏智指着下面兴奋地跟我们说 看 那边应该就是村子里的坟地了 以悦能看到坟头和墓碑了 眯着眼 仔细打量一阵 下面山谷之中 似乎的确有坟包的样子 确认了一下时间 夏智飞快说 还有两个小时左右天黑 下去看看 还来得及 去不去啊 回点头 直接招呼其他人下山 靠近后 我们看到山下的一片平地上 还真是一片错落有致的坟头 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却发现许峰宝神色看上去 有点惊疑不定 我有些疑惑地问 许先生 哪里不得近吗 他迟疑了一下 还是跟我说 我怎么感觉 这地方不是适合做坟地的地方 不应该呀 之前的村子风水很好 肯定是由董行人选址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怎么坟地会出现这种错 我心头微微一跳 有些不安问他 风水不适合做坟地 那这里适合做什么 许峰宝摇了摇头 苦笑着说 哎 雾太大了 根本看不清周围的环境 我只是有这样的感觉而已 如果没有这么大的雾 能让我仔细观察一下 还能确认 现在只能靠经验和猜测了 我看看许峰宝 他的法力虽然没我强 却在风水行当内 引进几十年 经验和眼力肯定不会差 何况是这种时刻 哪怕是猜他 他也不可能拿出来蒙人 因此他推论绝对是有意义的 我难免愁愁起来 有些不敢去坟地查看了 夏至却催促起来 哎 那可能是搞错了 要去我们就抓紧时间了 离天黑时间不多 我们还要继续赶路 找安营闸斋的地方呢 这里可不能扎营啊 一听他这话 我跟许峰宝对视一眼 都有些犹豫了 但很快 我们就决定下来 还是去看一眼才能安心 再不迟疑 我们立即进了坟地 到近处一看 发现这坟地修缮得很工整 显然是被精心打理过 精心栽培的松柏 以及坟地内 精伟分明的规划 都能看出 当初布置这里的人 十分用心 唯独让我们感到诡异的是 整片坟地 见不到一株杂草 坟地平整 墓碑狠心 就像是刚修缮不久 才被人祭拜 打理过一般 跟之前见到的村子 有着一种相同的感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83集 不对劲啊 这村子里心一点也就算了 坟地怎么也这么鲜 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 村子里所有房 都能说同一天盖的 坟这么新 总不能 人都是同一天死的吧 胖子忍不住嘀咕起来 我微微一争 随即恶然看向胖子 这货整个人看着都没谱 却偏偏总能说一些 关键东西出来 要不是这家伙真憨 没准我都觉得 他一直在装傻了 我拍来拍他的肩膀 说了一句 小伙子很有前途啊 不继承家产真是可惜了 之后啊 也没搭理一头雾水的李胖子 我直接走到坟地里 打算再近一点仔细看看 正如李胖子所说 这些坟地都很新的样子 在这荒郊野岭的地方 煤杂草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墓碑 仿佛刚制作没多久 之前李胖子的话 很让人心里犯敌果 他的话难免让人想到 有没有可能是 那个村子里的人 刚建好房子之后呢 还没来得及住进去 就全死完了 干脆直接埋在这边了 当然这可能性 几乎等于没有 至少我之前观察的来看 那里还有不少生活过的痕迹 但李胖子的话也不无道理 他的话给了我很大提示 让我不得不仔细观察起 这片坟地了 这墓碑心得过头了 片刻之后 许峰宝偷偷到我身边 低声说道 我不动声色点点头 看他这架势 摆明了就是想跟我商量一下的 那能不能看出点什么 我低声问了一句 许峰宝为难地摇了摇头 啊 却能勉强看出 这地方规划倒是正常的规划 坟地内逐次分明 倒是容易区分出坟主人的身份 至于风水这方面嘛 他苦笑一声跟我说 还是老样子 不看全貌 没法判断的 听他这么一说呀 我不有一扬眉 让他带我找两个坟 找什么坟啊 许峰宝有点懵 我说 找个身份最高 和身份最低的 应该有区分吧 啊 有倒是有 许峰宝没反应过来 那 还是带我过去找了 这片坟地的范围不小 转悠一圈 我还真没看出来 怎么区分身份的 我对这些东西倒是 没什么了解 只是大致知道 除了普通的坟墓之外 还有种 以及陵墓的区别 后面两个 在古代都是有 身份地位的人 才能弄的 这片坟地 也是属于一个村子的 但看过那里的房子 料到其中 肯定有身份 尊卑之分 尤其是在汉朝 这种等级制度 更为严苛 没人敢大意 所以我想到 村里身份不同的人 安置坟墓地方 也该不同 可这里的坟 看上去差别不大 又是普通的坟墓 坟地范围也比较大 一眼看去 基本都一样 不过 想到就算是 一个村子的人 也会有身份的区别 我又分不出来这些 就正好让许峰宝 帮着区分一下 其他人 都没敢离得太远 许峰宝 给我找个身份 最低的坟 找到之后 我立马从骡子上 取下一把折叠锹 工卫也立马取了一把 其他人 还没反应过来 我就上去 一铁锹 铲了下去 我去 你干嘛呢 挖人坟墓干嘛 李胖子尖叫一声 我没好气地说 周外面看不出情况 当然是挖开看看 等会儿填回去不就好了 李胖子张着嘴 整个人都呆滞了 我和工卫没有 离其他人的反应 飞快挖了起来 不多时 坟头上的土 就快平了下去 压根没让其他人帮手 主要是时间紧迫 我可不敢耽误时间 真让他们来 肯定会犹豫 跟他们摸嘴皮的功夫 我自己都挖完了 外加这地方 实在太邪门了 不确认下坟里有什么 我反而更不安心 进这地方之后呢 李胖子没头没脑那句话 让我有种预感 这坟里 肯定有什么特殊东西 或许能解开 那村子的谜 李清云危在旦夕 诡异的地图上 一共有四个绿点 意味不明 我必须要抓紧一切时间 尽快搞清楚 迷魂档里的情况 否则不光李清云要倒霉 我也要跟着倒血霉 所以哪怕承担风险 我也不能在这时候 有任何犹豫 光灯一声 工卫的铁锹 撞到什么东西 我手一顿 扭头看了一眼 挖到了 我们两个对视一眼 飞快把铁锹放到一边 用手扒开泥土 好在这里的泥土很软 很快就瞧见 下面的棺材板子 可看到棺材颜色的时候 我不有眼皮一跳 白的 白色的 许风宝有些诧异 下肢奇怪问 诶 这棺材怎么是白色的呀 古代有白色的棺材吗 我皱了皱眉 回了一句 有 棺材五种颜色 一般寻常百姓 大部分都是用的 红官 也就是木头原色官 通常是刷不起漆 也有一种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含义 红官 一般是半喜丧 但也用于 震邪碎 黑官用于横死 自杀 战户 早逝的人 至于白官 很少见 这是用于 葬早妖 和没结婚的年轻人 不过白官 在西方 一直比较流行 至于最后一种金官 则是用来 葬帝王的专属 听我说完呢 其他人露出 恍然的神色 李胖子一排脑门 对了 女家里 是在是做木匠的 难怪这这么详细 肯定是经常 给人做吧 我瞪了他一眼 老子不打光彩 打开看看 宫卫问道 我犹豫了一下 转头看向 旁边的棺材 旁边的粉 是什么人 头头人 也是地位不高的人 我示意宫卫 先别开棺 挖开旁边的看看 我们两个 飞快挖起来 不多时啊 我们再度挖到了棺材 拨开土一看 果然 也是个白的 之前就感觉 这坟很不对劲 但哪里不对啊 我也说不上来 只是隐约感觉 或许这里的坟 都是一样的 连开两个 居然都是白棺 这就很不正常了 继续 我给工卫打了声招呼 他自然是别无二话 有时候 我也挺佩服老公的 跟我一起干这种 挖人坟的活 都不带一点犹豫的 简直是中国好员工的 楷模呀 最后 我没有问许风宝 坟墓主人的身份 还专门离得远一点 当第三个坟被挖开 拨开棺材盖上的土 我预感成真 这 他压得也是白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这次 已经不用我解释了 所有人都清楚了 棺材颜色的含义 见到第三个白棺的时候 其他人啊 些许惊恶后 跟着脸色 就有些不自然了 我起身抹了把汗 咬咬牙说 打开看看 我和工卫开始开棺 过去的棺材啊 都是木丁 但下面的白棺很新 木丁没有腐朽迹象 开起来不太容易 好在我们装备齐全 没费多少功夫呢 就打开了棺材 刚开一条缝 我就隐约闻到一股 怪异的心臭味 我不由微微一惊 想起棺材里的东西 时间久了呀 肯定有毒 就赶紧招呼 工卫躲开 刚退到外面 我又想起 开棺的时候 没有留意 主要是这棺材太新 也没有在意细节 这么一想的话 既然棺材是新的 里面的东西 应该也没有腐坏才对吧 在旁边躲了一会儿 感觉虽然闻到了心臭味 却并没有头晕 恶心之类 不舒服的感觉 似乎不是有毒的样子 于是我示意工卫 在旁边别动 我自己憋着气 下去 用力敲开棺材盖后 飞快就退开 随后就听到他人 一片惊一声 等我回头去看时 不由也跟着一愣 白衣棺内 只有一条 整整齐齐的兽衣 做工看上去比较精美 却不见尸骨 医官种 我有些茫然 但很快想起 这种的话 好像不至于这么简陋 再穷也该在坟上 弄点砖石才对吧 不是医官种 徐峰宝摇了摇头 神色同样惊异不定 看着那套 看起来崭新的兽衣 我没敢碰 迟疑了一下 目光落向之前 开挖的坟 于是跟工卫过去 又撬开一个白棺 结果里面 同样是一套崭新的兽衣 却不见尸骨 我抬头金衣 不定看向坟地 这是什么情况 难不成 这整片坟地里 全都是白棺 加兽衣 尸骨呢 没有尸骨的话 那股新臭味 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 车体放一转血门 不然咱们先撤吧 李胖子怂了 弱弱地给我提了意见 夏至和寒池 也连忙点头赞同 说实话 我也有点怂了 可压得不搞清楚情况 我不甘心呢 何况都到这一步了 我已经隐隐感觉到 就要找到这村子 和坟地的秘密了 这么推走的话 只会让人更不甘心呢 迟疑了一下 我闻夏至还有多久天黑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多一些 闻银 我一咬牙 问许丰宝 哪个坟 是村里地位最高的人 这里胖子一听 脸都绿了 难道 还有我呀 我没有搭理他 许丰宝迟疑了一下 还是咬咬牙 把位置置给了我 显然 他也想搞清楚原因 我二话不说 拎着铁锹就跑了过去 原本呢 一开始我只是打算 挖身份最低和最高的两个坟 确认一下而已 没想到一开始就让我发现了 这里全是白关的异常 现在其他的坟 可以不管 但是地位最高的那座坟 是一定要看看的 这也好在 我跟工卫动作够麻利 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挖出来三个坟 不然的话 还真来不及 我默默掐算着时间 再用半个小时 确认一下最后一座坟 然后 用最快的速度 离开坟地 稍微躲远一点 应该也来得及 好在啊 见我们铁了心 要挖坟 下肢和寒痴也硬着头皮 拿起了铁锹 跟着我们做了一回 挖坟掘墓的勾当 这也大大加快了我们的效率 几乎全力以赴下 十多分钟下 棺材就见了天日 我在坟边喘着粗气 看着下面巨大白色棺材 指不住眼角直条 又是白棺 只是这棺材 比之前挖出的几个棺材 尺寸都要大了至少一倍 根本不是普通人的尺寸 这不光是宽度 还包括了长度 起初呢 还在猜想 这有没可能是合葬墓 可完全刨开后 就感觉 这棺材如果是给人用的 那肯定是给巨人用的 稍息时间 打开看看 这玩意儿啊 我一个人肯定打不开 别喊其他人大把手 费了半天力气 把木地全部给撬起来之后 只是露出一条缝 棺材里就冒出一股 浓郁至极的新臭味 已经堪称是恶臭了 熏得人脑袋疼 不过我很快冷静下来 凭我的经验来看 棺材里依旧没有毒 那只是单纯的臭而已 除了生理不适外 实际上 并没有其他难受的感觉 稍微缓了一口气 我招呼工卫一起过来帮忙 我们两个合力推开棺材之后 就赶紧朝后退 我们退的时候 其他人已经传出了一片惊呼声 这什么东西啊 卧槽 好大的成虫 哎呦 胖子的话和声音 依然那么引人注意 我定睛一看 也不由傻眼了 大棺材里面 居然有一条 又粗又长的蛇 我都惊呆了 这里居然真不是藏的人 最离谱的是 这里藏的居然是条蛇 那条蛇的蛇铃 颜色如干枯的老树皮 身体足有水桶粗 我长这么大 还真没见过这么大的蛇 哪怕动物园里的蟒蛇 也没这么大的呀 而且这种 如同老树皮一样颜色的蛇 我也是第一次见 根本分不出来是什么品种 我扭头问了下肢一句 这 这是什么啥 他也很茫然地摇了摇头 没见过这种蛇呀 我不由眼皮直掉 这家伙常年游走在深山老林 居然还有他没见过的蛇 这不光如此 棺材里同样有兽衣 而且是大号的兽衣 那条大蛇身躯穿过了兽衣 头顶还戴着绿帽 那感觉就像是穿着兽衣 在棺材里长眠一样 之前谁都想不通 这么大的棺材 是给什么人准备的 现在看到这条大蛇的体型 以及他身上的兽衣 我们断时明白了 这玩意儿可能就是给他量身定做的 我去 李胖子忽然尖叫一声 冲到我背后 我被吓了一跳 刚想骂人 他就嘟嘟嗦嗦指着大蛇说 我猜牙的 好像看到 它动了一下 这玩意儿还活着 我一惊 盯着大蛇看了半天 却没见他动弹 倒是许风宝忽然一把拉着我胳膊 扭头一看 他脸色都白了 指着大蛇说道 这东西不对劲 你看他的脑袋 我们快撤 我眯着眼仔细一看大蛇脑袋 不由心头一跳 因为我看到大蛇脑袋上 有两个隐隐凸起的包 要是不仔细看 会跟他老树皮一样的蛇灵 浑为一潭 很容易就忽视掉了 那两个微微凸起的包 与其说是包 倒不如说是有什么东西 正要长出来 察觉到这一点 我脊背上不由 出了一层冷汗 正准备赶紧撤呢 我眼前忽然一黑 几乎一下就看不到东西了 不对 不是我眼前黑了 我猛然抬头看去 发觉是天色暗了下来 夏至 不是说还没到天黑时候吗 我惊怒异常 问了一句 夏至一脸惊恐和茫然 他正张嘴想要解释什么 我眼角的余光就瞧见 被刨开的坟坑里面 一双树桶就缓缓睁开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八十五集 天很暗 加上迷魂当脸一直有大悟 我看得不是很真几 说不清是不是 有一双树桶睁开了 可哪怕是看错了 刚才那种感觉已经足以 让我头皮发炸了 快撤 我压低嗓子喊了一声 牵起罗子 头也不回地就朝坟底外跑 好在罗子 主要就是由小黑控制 在小黑的操纵下 罗子根本不用我驱赶 转眼就跑到了前面去了 这时我才关注到小黑 察觉这家伙啊 不知何时 全身的毛都炸起来了 飞快转动脖子四处看 似乎受了惊的样子 我这一跑 其他人全都玩了命地追了上来 一副恨不得爸妈多伸两条腿的样子 尤其是许风宝 别看他在这里面年纪最大 可这会儿啊 居然跑得最快 毫无疑问 他是被吓的 只有他和我 才到那条巨蛇身上一些梦里 而有的时候啊 知道的越多 反而越让人恐惧 他这是被吓得 把浑身的潜力 都给激发出来了 至于其他人 可能不知道我们看到了什么 但见我们跑这么快 也跟着玩命跑了起来 完全是同样被吓的 此时连李胖子都没掉队 就足以见得啊 他们有多慌了 路上没人傻乎乎地 问我看到什么 有那力气说话 还不如玩命地 跑远点 我们本身就打算 天黑前撤的 可谁知道 明明还有半个多小时天黑 偏偏一眨眼呢 天就黑了下来 以下这个经验 绝不可能出现 这么大的误差 只能证明 他被什么东西 给骗了 现在不是责备人的时候 能离开这片坟地 才是关键 我也顾不上被人发现了 直接拿出木牌 盯着仔细看了起来 生怕会在这坟地里绕圈子 我们现在最好的选择 就是尽快逃离这里 而最快离开这里的法子 自然是要时时刻刻 盯着木牌 工卫跑到我的身边守着 看了一阵确认 没跑错方向 我不由松了口气 刚一抬头 却发现 不知不觉跑到了 之前挖开的 另外几个坟边 路过的时候 我朝里扫了一眼 不由惊地瞪大了眼睛 在一个坟坑里面 我看到一只巨大的蜈蚣 它通体漆黑 甲壳是油光发亮 最前面的口气 巨大 猙獰 感觉被这玩意儿咬一口的话 不光会中毒 还铁定 咬掉一大块肉 这最夸张的是 这只蜈蚣的体长 看上去有半米多了 我看到头皮发麻 这玩意儿 它压得是什么长大的 居然能长这么大的个头 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是在兽衣内蠕动 这让我猛然想起 之前的巨蛇 它也是缩在兽衣里的 这让我心中 浮现一个诡异的推断 这一大片坟地里 葬的根本没有人 这里葬的全是这些软体动物 脆离谱的是 下葬的孩 全都是活着的东西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那只巨大的乌公 虽然是活的 却只能慢慢地蠕动着 仿佛刚从冬眠中行转过来 还没完全视义一般 只是想到冬眠 我就忍不住猜测 这东西究竟睡了多久 具体时间不得而知 我只知道 他们沉睡时间 肯定不会短 那村子和坟地 绝不是近期修建的 虽说之前 有人试图开发过迷魂当 可是最终 还是因为这里太危险 不得不放弃开发的计划 要说村子 是那时候试图开发的 是完全说不通的 这一点 我手头这古老的木牌 就能判断出来 这玩意儿 没可能显示近代东西 因此呢 我能肯定地说 这里的一切 都是很早以前就有的 那为什么到了如今 看上去还是全新的 这就不得而知了 我只清楚坟地里不葬人 反而葬了这些蛇和蜈蚣 必然会与某种诡异的阵法有关 究竟是什么阵法 暂时不得而知 我也没空多想 现在我脑子里啊 都是那条巨蛇脑袋上的包 那玩意儿 该不会 要长出来的脚吧 蛇头上长脚 看似不可思议 却能轻易让人想到一种传说中的生物 焦 焦也就是焦龙 神话传说中的生物 可以说是龙的近情 不过这种东西不是龙 总的来说呢 更接近妖怪 焦龙的由来 据说是由蛇蜕变而来 也有说是 焦龙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生物 这种东西有蛇的身体 类似于龙的脚 同样能控制水脉 传说中 焦龙生长到一定的年份 会经历天节 如果度过了 则能化为龙 无法度过天节 自然死在天节之下 这是一种机会 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惩罚 毕竟焦龙这种生物 虽然酷似真龙 可它也是妖怪 生性残暴 动辄滥杀无辜 这东西一旦发起标啊 能引发洪水 在洪水之下呢 死去的生灵 可就不是一两个那么简单了 虚风宝发现那玩意儿 头上长了两个包后啊 肯定是想到了焦龙 也难怪会被吓成那样 虽然这里有两个修有法力的人 可针对上传说中的焦龙 哪怕它不引来洪水什么的 我们也根本不可能是对手 更别提这坟地里全都是这玩意儿了 这不跑快点 难不成等死啊 像当初一条野狗筋 都差点让我们团密 更别提这条疑似蛟龙的大蛇了 其他人呢 应该也都看到那只大蜈蚣 不由跑得更欢了 夏至突然大喊一声 兴奋无比 我朝前一看 果然前面就能逃出坟地范围了 此时那条巨蛇和蜈蚣 都在缓缓苏醒 也给了我们逃走的时间 如果他们本来就醒着的 那我们肯定是逃不掉的 片刻之后 我们平安冲出坟地范围 也逐渐放慢了速度 惊魂未定地看着后面的坟地 好在并没有什么东西追出来 这是一个好事 毫不停顿地跑出去很远 感觉大约五公里以上 我才喘着粗气放慢脚步 慢慢停了下来 但我没敢立即坐下休息 剧烈运动之后呢 立即休息肯定不行 李胖子在旁边脸色煞白 跪倒在地上吐了个昏天暗地 这哥们一看就是平时 不运动的主 能坚持跑这么久没吊队 实在是难为他了 不得不说 这家伙求生意志很强 否则他这体型啊 还真撑不下去 等李胖子吐完 给公卫使了个眼色 他立马拿了瓶水送了过去 李胖子竖过口 又扭引了一阵之后啊 脸色刚刚稍微好转一点 就朝我大骂 哎呦 哎呦 你是不是吃多了呀 手欠呀 没事把他们挖出来干啥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八十六集 见着货骂我呀 我正愿挠火 想骂回去 没想啊 许风宝却当先瞪了他一眼 冷声说道 你懂什么 不啊 晚点我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李胖子哑然 目瞪口呆地看着许风宝 之前这老头啊 可是一直跟我不对付的 哪怕给了他一个护心牌 也不至于要这么维护 但是他就是这么做了 这不光让李胖子 让李下智和韩池都很错误 当然 我也十分诧异 古怪地看了他姐 匀了两口气 许风宝阴沉着脸 那片坟底 是被人特意布下的大阵 和之前无人村子 遥相互应 不清楚这两方关系 我们今天 根本走不出那片坟地 其他人一头雾水 我 却听出了一些道道 许风宝看出的东西 显然比我更多 毕竟它精通的是风水 而风水这东西啊 又与阵法有一定关系 你看出 那两者之间的联系了 许风宝点点头 又摇摇头 大致有一些判断 大致有一些判断 但具体怎么回事 还需要仔细推演一下 我微微点头 天下法门和阵法这些东西 多得数不胜数 甚至有很多东西 都是在原有的东西上 创新以及变革 会大有不同 哪怕是一些细微变动 都会跟原有的阵法意义不同 作用也不同 因此真想弄清楚 还真是少不了要废点脑子 好好去推算一下 既然许风宝能看出一些东西 我也不必费脑子去想了 反正啊 我也不精通这些 不光想不明白 还白耽误时间呢 有这时间 我不如做连别的事情 我踢了一下李胖子 让他赶紧起来 我们继续朝前走 李胖子翻着白眼爬了起来 很不情愿地继续 跟我们朝前走 虽然不想动 但这家伙也不是傻 知道真赖在这里 说不准真会丢了小命 因此再厉也要跟着一起 这家伙这一点倒是蛮好的 平时虽然嘴碎 但遇到正事肯定是会玩命的 一声不吭地服从安排 我是一下子继续在前面开路 他没有动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 还是你来开路吧 我微微一睁 其他人也盯着我 不由干咳一声 看来是瞒不住了 于是我拿出了墨牌 看着他们说道 不用看我 刚进迷魂当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干嘛的 之前没跟你们说 只是因为这东西比较重要 我不能随便让人知道它的存在 明白吗 几人好奇凑上来 盯着我手上的墨牌 看了起来 我大致讲解了一下 听我说它是干嘛的 他们不有一脸的惊恶 这 赤牙的是地坨 有地图这样的 狸胖子瞪眼看了半天 我没好气塞回口袋 说道 就是地坨 但指向却有些奇怪 如果不出意外 我们要找的东西 就是这四个绿点里 现在一个一个确认一下 还剩三个 几人面面相去一阵 反倒是夏至轻松了起来 我诧异 你不担心吗 夏至说 有目标的行动 永远比没有目标的行动 要轻松些 而且已经知道有问题了 我们只需要有足够的小心 避免再出任何意外 其实任务也并不算困难 何况有了精确的地图 又有什么担心的 有地图在 我们可敬可退 做好一切准备 不就万无一失了 这话 虽然说的有些想当然吧 但事实确实如此 迷魂当里出现 诸多诡异事情 我反而一直不是很担心 正是因为有这份地图在 之前我倒是还有些纳闷 反倒是夏至的话 点醒了我 其他几人 包括许峰宝 都点头认同 见了坟地中的诡异情况后 大家会反而轻松起来 不过这种氛围呢 反而对我们的行动比较有利 于是啊 我没再耽搁 走到队伍最前面 负责起了带路的责任 原本夏至提议 他或是跟寒池陪我打头的 这样比较保险 毕竟迷魂当里有沼泽 不熟悉野外环境的人 很容易遇到危险 不过这事啊 我一点不担心 直接一口就回绝了 有工位 我还担心个啥呀 决定好了之后呢 我们立马再度上路 原本天气恶劣 我们都商量好了 绝不在夜里赶路 可现在 不远离一点坟地呀 谁心里都不踏实 只能硬着头皮 多走一阵了 大概走了一个多小时 离开坟地 有十几公里了 我们才停下脚步 工位呢 也正好找一处 合适扎银的地方 唉 能不能躲开 就看运气了 已经这么远了 还被缠着 就只能说明我们点倍 我喘着气 招呼一声 其他人也点头认同 快速扎好银之后 立即准备起晚饭 这会儿所有人都被折腾得 又累又饿又怕的 还是赶紧填饱肚子 踏实一点 这样的话 就算是夜里再想逃 也有力气嘛 我负责开路 就不用准备晚饭了 由夏至和搭档啊 负责晚饭的事 我和许风宝 在火堆旁闲聊了起来 我低声问他 那个东西 也是给坟地里的东西 准备的 不可能 许风宝一口断言 思索着说道 坟地肯定和村子有联系 但应该不是这方面的联系 村里的建筑和城市 明显都是给人准备的 你之前也说 村子里看到 类似人影的东西 所以说 村子是给坟里的东西准备的 可能性不大 我纳门问道 那不就是说 这两者之间 其实没有啥联系 许风宝又摇头说道 联系 肯定是有联系的 不然 不会有关联的 这么紧密的布置 但究竟联系在哪里 我暂时想不通 所以 要推演下 我有些无奈地点点头 我也看得出 许风宝 这不是要给我卖棺子 而是真没想出来 这老头虽然刚开始很傲 可见到现在的局势后 就显得极为配合 这是聪明的举动 如果这种情况下 还不配合 到处都要蹲着 那绝对是智障的举动 这会儿 我也拿出墓牌 表明太多了 大家也算是正儿八经的 一条心了 至于会不会有人配合 我估计 还没活够的人 肯定是会配合他 吃过晚饭后 许风宝早早进帐篷去了 说打算仔细退演一下 我暂时没有睡意 就跟夏至他们 在外面闲聊 之前弄错时间的事情 我一个字没提 更没责怪夏至 因为我也想到了 那八成不是他的错 故意指责刁难他 只会影响队伍团结 但夏至还记得那事 很尴尬 几次想要解杀 都被我引到别的话题 让他不用乱想 我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喝了一些酒暖身 商量起今晚首夜的事情 坟地那边的情况呢 坟地那边的情况 让我们当然没可能 跟之前一样 放心地睡觉 肯定有人首夜 才保险 正商量 听着火堆里 木材燃烧的琵琶声 忽然看到 公卫一愣 站起身 胡一竖起耳朵 四处张望起来 我纳门问他 怎么了 夏至和寒池 也忽然站起了身 示意我先别说话 好像 有人的声音 我刚站起来 就听到夏至 不确定地说了一句 我一愣 就见公卫 脸色猛然一变 是 是惨叫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87集 我恶然 搞错了没有啊 这里是哪里 这可是迷魂瞪啊 除了我们之外 这里还能有谁啊 怎么会有人的声音 还是惨叫声 可公卫又不会 拿这种事情逗我玩 我一下就不淡定了 我朝前凑了一点 竖起耳朵 听了起来 还别说 仔细听了一阵 真就隐约听到了 慌乱的金叫声 这是什么情况 这里可是迷魂当啊 除了我们之外 怎么还会有其他人 而且 听起来 人数还不少的样子 我们这边出了情况 也惊动了帐篷里的 许风宝 他出来之后 搞清楚了什么情况 脸色呀 也变得难看起来 这里怎么会有其他人啊 胖子困惑地说 许风宝思索一阵 也没有想到什么答案 我呢 则止不住嘀咕 是真有人 还是阴兵戒道之类的情况啊 阴兵戒道 许风宝 微微一争 点头说 的确有可能 这迷魂当这地方很蹊跷啊 就算做不了古战场 也可能吸引来各路 游魂野鬼 在这里形成阴兵戒道 晚上在迷魂当中游荡 看许风宝的样子 似乎并不是太了解阴兵戒道 不过想想也是 这家伙呀 是从香港来的 阴兵戒道形成的过程很复杂 香港那么大点地方 还真不容易形成阴兵戒道 因此 哪怕他是臣民多年的风水先生 也顶多听过阴兵戒道 而没有亲眼见到过 像内陆地区 上上下下打了五千年的仗 还真是什么年头 都有可能形成阴兵戒道 把火先灭了 我嘱咐一声 夏至和工卫他们 立马去把火堆灭了 不管是阴兵戒道 还是别的什么情况 还是掀盖住明火的保险 至少这样能隐蔽我们的行踪 不至于被一眼发现 失去照明又有大物笼罩 我们全都聚在一起 不敢太过分散 一旦分散开 很可能扭头就找不到人了 这又是在迷魂当中 除了我手上的地图外 其他人一旦走散 有极大的几率 会凶多极少 对此 所有人都心智肚明 因此也没人敢拖挡 这一稿 除非动静消失 否则今晚我们谁也 没法合眼了 多少有些忐忑地 听了一下动静 远处传来的杂乱声音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清晰了 这次我能确定 那的确是人的喊叫声 隐约还夹杂着一些惨叫声 好像是人的声音 好像是人的声音 徐峰宝有些 惊疑不定地说道 胖子也止不住按嘛 好象是朝我们这边来的 仔细确认片刻之后呢 我也坐不住了 还真给李胖子说着了 那动静离我们越来越近 似乎真的直奔我们这儿来 八尹快撤 不管是什么情况 我们铁定得先收拾好东西 做好能随时跑路的准备 谁也没想到 这刚太平下来没多久 就又出了状况 进来迷魂当后 几乎一刻也没安身过 折腾了我们多少 有些筋疲力竭了 刚收拾好东西 牵着骡子离开扎营的地方 找了处地势较高的地方 藏身观察 就听到那些动静越来越近 甚至隐约还听到了什么 体型较大的东西 快速穿过丛林的声音 我们不由在暗处面面相觑 进迷魂当后 虽然极为诡异 可除了我们和两头骡子外 就再也没见到其他动物了 更别提是大型动物 这本身就很诡异 此时又有不少大型的动物 穿越丛林 就更让人发毛了 都别出声 先看看情况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我低声说了一句 就偷偷拍了下工具包 放了胖女孩出来 偷偷给她打了几个手势 胖女孩回头 毫无声息地绕到一旁 随即低空飞起 隔了一段距离后 就停下了 等待我的信号 我闭目仔细观察一下 可以感觉到胖女孩的位置 就示意她再飞远一些 胖女孩又飞出几十米的距离 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她 就不由松了口气了 之前一直不敢放出傀儡 就是怕她们也迷失方向 在迷魂当失联 那基本就等于再也找不到了 因此到了现在 我才敢稍微尝试一下 我示意胖女孩稍微朝前一点 但不要离得太远 观察下那边的动静 胖女孩领命 悄无声息地飞向 传来声音的方向 震 等了片刻后 推测胖女孩已经到了目标位置 我就偷偷退到几人 旁边一些的距离 见没人察觉到我 我立即手接那副印 用上了震子去 静心凝神下来 眼前隐约看到了图像 耳边声音也清晰起来 突然哗啦啦的一声 我正顺着胖女孩的视野 观察林子里的动静 猛然听到林子里传来一声响 把我吓了一跳 这也吸引了胖女孩的注意 她立马扭头看去 看清林子里钻出来的东西后 我不又愣住了 那不是什么大线动物 而是个活生生的人 我难免有些惊恶了 迷魂档里还真有人啊 又是一阵连串的响动 哗啦啦 林子里啊 鱼灌出来好几个人 快 快跑 他心里追过来了 妈呀 老巫被咬了 他压得怎么办呢 什么损犯 孩子妈不赶紧跑 等死啊 不然你们跟老巫一起死 哈嘴 那到底什么鬼地方啊 怎么坟里埋的全是毒虫啊 独虫他也无所谓 那条蛇是什么鬼东西 竟然长那么大 宝子一口就被他吞了 他不会再追上来吧 谁咱俩知道 那东西跑得飞快 我们怕是逃不了吧 希望他吃饱了 这样就不会追来了 都太阳闭嘴 还不赶紧跑 还有力气说话啊 都想死了是不是啊 几人钻出铃子 气喘吁吁地放慢了脚步 议论几句 有人啊 显得很悲观 听他们的话意思啊 竟然是希望后面追来的东西 吃他们同伴吃饱了 就放过他们 其中一鸣一米七出头 但体格格外健壮 面目猙獰的汉子 似乎是他们的头 听来几句后 不由怒骂出声 其他人不由浸若寒蝉 哄得一声 忽然间远处传来一声 巨大的爆炸声 随后火光冲天 一棵巨大的树 应声倒了下来 爆了 那鬼东西肯定被炸死了 他们非但不轻 一人反而面露喜色 威首的汉子 神色也略微放松了一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八十八集 砰砰砰 几人刚高兴啊 远处又传来几声 急促的巨像 甚至 回音在山中 回荡了很久 但响了几声后 声音立马 销声匿急 他们神色断食僵住了 面面相聚一阵后 头目立即咬牙说道 这 再离远一点 他一声令下 灯先朝着林子深处 继续跑去 其他人立马 慌张地跟着上去 但这一次 他们换了个方向头 没再朝着 我们所在的方向来了 看完之后啊 我让胖女孩回来 同时不动声色地 回到其他人身边 刚才咋回事啊 听到好大的一声响啊 夏至有些迷惑 不想啊 胖子却脸皮抽搐着 不确定地说道 那好像 有点像炸药包爆炸的声音啊 炸药 夏至愕然 问他怎么知道 是炸药的声音的 李胖子说 他家里有个亲戚 倒腾石料的 经常在东北那边啊 山上搞爆炮 以前呢 他去那边玩过几次 因为后期 还亲眼见识了好几次 所以对这声音很熟悉 不过 他不是很确认 那就是炸药包的声音 只能说啊 有点像而已 毕竟离得有些远 是炸药 我说了一句 心中啊 却有些沉甸甸的 几人很诧异 但是见到两人啊 都确认了 也就啊 理所当然地认为 就是炸药了 纷纷议论起来 迷魂当里 怎么会有人用炸药啊 我呢 则思索起 之前看到的信息 那几个人 都是壮年男人 而且在山里跑得不满 显然是很适应 这样的地形 那些人不光 同样穿戴 专业户外装备 而且准备的 还十分齐全 一看就是 有备而来 另外呢 从那些人 谈吐 以及行为来看 似乎并不像是好人 还十分的危险 说他们危险 是他们不光有炸药 最后听到那几声响 很明显 是枪声 这玩意儿的声音呢 我听得过很多次 基本上都有经验了 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 全都有备而来 并且随身带了枪和炸药 这样的 怎么看都不像好人吧 尤其这些人之前似乎有了伤亡 但他们非但没有替同伴的死难过 还巴布的多四几个人 好保全自己的样子 这样的行事风格 绝不可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而是一群彻头彻尾的亡命图 而最重要的是 他们人数不少 就刚才所见到的 他们就足足有七八号人 加上之前死掉的 以及还没有碰头的 这阵仗 可真是够大的 不过 想起他们的话 这些人 似乎去了那村子的坟地 碰到了袭击 他们还提及毒物和大蛇 这让我不由暗自庆幸 还好之前我们反应快逃得快 不然就我们这几个人 可能还不够坟地里的东西塞牙缝的 几人议论一阵 也没议论出过所以然 反倒是胖女孩先回来了 偷偷地躲回了工具包 我一时也猜不出那些人的身份 但也不能这么干耗着 就示意他们继续赶路 再找个合适扎银的地方 还找啊 胖子有些不紧 我解释着说道 刚刚的营地距离事发地太紧 我们不能在那待了 再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总要得休息吧 人也不是铁打的 一时半会儿也离不开迷魂道 我们还是尽快找地方休息吧 几人闻言立即同意下来 我们不得不又找了个扎银的地方 好在后面再也没有遇到什么情况 多少是让我们休息了一夜 在这的人呢 除了李胖子外 都是警觉性很高的人 休息的时候也比较踏实 第二天起来后 大家精神都不错 就立马向着地图上另一个绿点进发 路上我见许峰宝精神不太好 又有些担忧的样子 就奇怪问他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昨天没睡好 许峰宝摇了摇头 思索一正啊 走到我跟前 第一声跟我说 昨天 我推算了半夜 大致得到一些判断 哦 说来听听 我顿时来了兴致 徐峰宝的一声说 昨天我们猜到 那很可能是个阵法 我就按照这个思路 再推算 之后 越推算越觉得可能性很大 但这阵法很不同 总体来说 我认为是个邪阵 我心头一跳 感冒问道 邪阵 大概是什么作用啊 我感觉 很早以前 那个村子里 是的确有人住的 不过住了多久 这就不好说了 不过依我的看法 当时的村子和坟底 是同步成型的 不过很有可能 住在村子里的人 并不知道坟底的存在 通常 法阵不是养人就是害人 但这法阵更像是反捕 意思就是 用村子里的人 来供养坟底里的东西 这类似于 以精怪为神的信仰 可其中加上那阵法 意义就不同了 我怀疑这阵法的目的 是用人的金气神 去滋养坟底里的各种图物 其中 以那条巨蛇为主 布下这阵法的意义 似乎 是有人想养骄 许风宝的话 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养骄 什么人啊 这么牛 这玩意儿也能养的吗 这念头刚一闪过 我就不由一愣 等等 迷魂档啊 有很多诡异的传说 但其中有一条 却是 与人有关的 相传 这迷魂档 还是张天师的道场 一般人 肯定没人敢养 也没法养骄 可这初代天师 张岛林呢 别的不说 张天师可是 一等一的牛人 传说之中 他的道法通天 又是正一道的 开山祖师 别的人养不了骄 可这张天师 就不一定了 另外 道教初始 也并不像是 现在这样的 那时候的道教 可是着实出了 不少妖人 甚至有人领头 带着教众集体 行黄赤之术 这所谓的黄赤之术呢 也就是防忠术 说的好听点 叫双修 但那时候的活动 可是一大群人修 一大群男男女女 混在一起 练防忠术 会做点什么 想也知道 这也正是道教初始 缺少教规教条的情况下 出现的各类 混乱局面之一 待人集体 行黄赤之术 虽说不是张天师的锅 可他门下弟子 就不一定了 说不定 这是张天师弟子 做的事 当然 现在我无法断言 具体情况 还要看过 另外三个绿点 才能确认 还有就是 这里是张天师的道长 之所以会选择 发属之地传教 也是因为 八人信奉原始乌教 大规模的银寺 而害民 他们四奉鬼妖的 法教巫师 聚众敛财 无恶不足 因此 这里也可能是当初的 鬼妖巫师做的事 随后被张天师发现 布下迷魂阵 而彻底 封禁了 这迷魂党 这两种情况 皆有可能 要断定 还是要再进一步了解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八十九集 我被自己的想法 搞得一件梦 想来想去 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只能继续看看 另外三个地方 再做定论 地图中心的小人位置 肯定是最后才能去的 那地方啊 看着就知道 很不一般 甚至 可能很危险 先了解到 其他三个位置的情况 再去最后的中心点 反而是最稳妥的方法 又跟许峰宝 讨论了几句 他也觉得 之前的推算 并不一定 就是真实情况 也觉得 应该再去另外三个地方看看 再做决定 发现我手上的地图 许峰宝 也明显淡定了许动 哪怕这里是迷魂等 只要有一个能够准确指引方向的东西在 其实还真不必太过惊慌 这天赶路 我们几乎是全速前进 原因很简单 昨天晚上带炸药进山的那些家伙 有点吓着我们了 谁也不知道 他们有什么目的 但大家都清楚 如果碰上那些人 我们恐怕 没好果子吃 到晚上扎营的时候 我们已经临近另一个点了 毕竟 这几个点的距离算起来 也并不算远 不过 看距离 按照之前的经验来看 我们至少还要走大半天 当晚 我们都轻松了不少 按照我们的想法来看 这一天下来 我们没走错路 肯定是和那些人 错过去了 再碰头的可能性不大 毕竟 那些人可没有地图 现在指不定 还在前面瞎转悠呢 徐大师 你今天可以早些休息 我们负责守夜就好 明天应该能到另一个地点了 养好精神了 才能好好应对 吃过晚饭后呢 我笑着跟许风宝说了一声 他微微点头 你也是 当天晚上 安排好守夜的事情之后呢 能休息的人都尽早开始休息了 一直到第二天 都没发生任何事情 起床后 我还感觉异常的不可思议 这 太平静了吧 这让我都止不住地怀疑起来 难道地图上的几个绿点处 才是危险的地方 其他地方都是安全区 不管如何 没出状况也是好事 再出发的时候 大家状态都很好 一路上也异常的太平 但这太平维持到 即将接近另一个绿点的时 就彻底破灭了 虽然其他人没察觉到什么 但我 发现夏至今天 一直忧心忡忡的 问他怎么了 他抬头看着昏尘的天空跟我说呀 太不对劲了 这都已经三天了 我们走了这么多地方 又有地图确认方向 这雾怎么还不散啊 而且 他欲言又直起来 有话直说 他又小声跟我说 我们身上的负重不多 都是骡子拖的 所以速度很快 又有正确的目标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哪里奇怪 夏至指了指周围 迷魂道 有这么大吗 在这里面耽误时间多 通常都是迷路 找不到方向的原因 会绕很多路 所以十分好时间 可我们有地图 按常理来说 我们早该走出 迷魂道范围了呀 我心头又一跳 的确啊 这事 我还真没有想到过 抬头看看天 雾气依旧大的看不清楚 连太阳都遮住了 我问夏至 你上次来的时候 不是也有很大的雾吗 嘿 哪有这么大的雾 虽说 比别的地方雾大 可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啊 一直隔着十米 就看不清东西了 这也太夸张了呀 而且啊 整整三天时间 大雾始终 不浓不淡 一直保持这种浓度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之前就有种奇怪的感觉了 就感觉 我们真的 还在迷魂当吗 夏至一边说着话 一边吞着唾沫 听完 我眼皮微跳 但他说的也没错 之前呢 一路上 并不是没有奇怪的地方 而且 有些奇怪的地方 需要仔细去观察 才会发现 正如夏至的疑问一样 一个地方的雾气 怎么可能一直持续好几天 不浓不淡的 始终保持在一种浓度 这的确很离谱 另外就是 我们所走的距离 真是与实际不相符啊 这地图的准确性 从其他人发现后 就没人产生怀疑 而且啊 我们也试验过 用这地图行走的轨迹 的确是直线 不会像之前一样 忽然就在云地转悠起来 跟夏至面面相聚一阵 我让他别太担心 不管怎么样 我们手头有地图 就算这里再奇怪 凭借这木牌 我们也能平安走出去 他微微点头 但神色依旧担忧 这家伙什么险地都敢去 就足以见得 不是胆小的人 可现在 他却有些害怕了 这明显是因为 迷魂当的未知诡异 让他感觉到了忐忑 我这边刚安抚好夏至 就听到不远处 李胖子尖叫一声 我和夏至对视一眼 连忙跑了过去 见到李胖子 正拿着半袋风干牛肉 惊疑不定地四处张望 似乎被什么吓到了 我纳闷地问他 怎么回事 交换什么呢 李胖子举着手里的 风干牛肉 我刚准备休息 吃点东西呢 结果刚才打开袋子 肚子有点不舒服 就去旁边方便了一下 这回来的时候 袋子里的牛肉 就只剩一半了 韩池打去问道 嘿嘿 你是不是先吃了一半 就跑去方便了 结果太久 就忘记了 哎呦我去 我吃了 能不记得啊 李胖子顿时不乐意了 我纳闷问道 嘿 少就少了 说不定是别人吃了 有什么好慌的 提到正事 李胖子顿时急了 嗨 你们谁会莫名其妙 拿别人吃的呀 我一愣 也是啊 这里的人 还真没人会干这种事情 我顿时感觉有些不妙啊 李胖子忽然痛了一口唾沫 我刚回来的时候 也这么想着 以为是谁拿了 就打算去问问呢 结果没走两步 我一回头 就见到树后面 有一个黑漆漆的东西 正伸到我脑袋里 想拿肉的样子 我给下来一条网 结果正想仔细看看 那东西搜得一下就不见了 那棵树呢 我心头不由一紧 立马询问 李胖子指了指旁边的树 就这个啊 我为一睁 扭头看一眼 胖子手上的牛肉干 我去 这孙子脑袋有坑啊 发现有问题了 还敢凑过去 把牛肉干拿出来 一袋牛肉干 比你小命还金贵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九十集 其他人也想到这一点 看向李胖子的目光 不由肃然起敬 李胖子一脸不紧 都看着我干啥 我生前一把打掉他手上的牛肉干 李胖子顿时鸡眼了 我去干嘛呢 都弄脏了 不浪费啊 我脸都绿了 赶紧拦住他 你脑袋有屎啊 什么东西吃的 你都不知道 上面有什么病菌病毒怎么办 李胖子脸一僵 飞快冲到罗子边 拿起了瓶免洗消毒液洗手 拼命地搓手 我跟许风宝对视一眼 小心翼翼 绕着那棵树 一点点接近 许风宝 拿了一把铜钱捡 我下意识摸了下包 忽然想起啊 鲁丸尺没了 不由一阵暗自磨牙 只好拿了把小桃木剑出来 虽然不知道 什么东西偷了李胖子的牛肉干 不过 我也没太担心 偷牛肉干的东西 只是拿了吃的 并没有伤人 可见攻击性并不够 这样的东西啊 相对要安全不少 我距离比较近 头一个亲手亲脚地 绕到了树旁边 偷偷朝树后面扫了一眼 我身体不由一僵 立即伸手阻止 要靠近的许风宝 怂然盯着树背后的东西 那里的确有东西 可那东西看起来格外的诡异 它浑身黑漆漆的 没有半点别的颜色 正蹲在树后面 也不知道是在颤抖 还是它的身体比较诡异 本来就是那样 毕竟雾气实在太大 不管什么东西啊 看上去都模模糊糊的 我看它的身体 感觉正以一种高频率的节奏 上下颤抖着 那感觉十分像坏掉的老电视 显示出来古怪的印象 这什么鬼玩意儿啊 我心中止不住犯嘀咕 它虽然是人形 可看到后 绝对没法把它跟人联系在一起 此时那东西的手中 正拿着一块牛肉干 它贪婪地朝着嘴里塞去 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塞进嘴里的牛肉干 并没有被它吃掉 而是进入嘴里后 随着一个吞眼动作 直接掉到了地上 牛肉干掉到地上 它立马变得猛然起来 似乎也感觉到没吃到东西 随后这怪东西贴着树 伸手到了后面摸索了一阵 似乎想找牛肉干的样子 却明显什么都没摸到 只等无奈缩回了手 但缩回手的时候 它无意间摸到地上的牛肉干 不由大许过往 捡起来也不管上面 沾着树叶泥土等屋 立马抽嘴里就塞去 结果显而易见 牛肉干和树叶泥土 又掉到地上 但它也察觉到了 下面有牛肉干 于是就滋滋不倦地 反复做起同样的动作 我看得眼皮直臭啊 这时许风宝似乎不放心 也亲手亲脚地靠了过来 但看到那东西时 许风宝也清楚了 跟着愣在了旁边 我看了一阵 发现了一些问题 这东西十分地古怪 不光是指它的身体 而是它整个存在 都十分古怪 它明明就在那儿 却给人一种不存在的感觉 还有就是啊 它的身体也有些问题 它的手和脑袋 都可以接触到食物 可它的身体却是 虚幻的 这样就十分诡异了 我所见过的任何脏东西 不是纯实体 就是完全虚幻 厉害点的 能在实体和虚幻间转换 可这东西 却一部分身体是实体 另外大部分是虚幻的 这就像是某种 绝对违背了建造这两处地方人的初衷 中国呢 自古至今 不管是建筑还是做事 都是讲究左右对称 做人代表了圆润 建筑代表了工程 这也正符合了阴阳两极相辅相成 互相不冲突的原理 因此呢 但凡古代建筑 大部分都是工整 对称的 如果那是一个完整的阵法 村子里不可能缺少东西 否则就不是完整的阵法 根本无法发挥其效力 我给许风宝偷偷打了一个手势 我两个又亲手亲脚地退了回去 决定暂时不打扰那个鬼东西 离开那东西一段距离后 我们才敢说话 按刚才的情况来判断 只要离开一定距离 他就不会被惊动 饿死鬼 许风宝压低声音说 神色还有些金衣不定 这也没办法 那东西究竟是什么 根本就没法判断 毕竟 他跟我们通常见到的鬼魂 不大一样了 很像 我也拿不定主意 这迷魂当初叫饿死鬼 并不奇怪 很多在这落难的人 饿死的不会少 但真的是鬼魂的话 怎么会长成那样 难道是迷魂当的特殊 把他变成那样的 许风宝也说不上原因 于是我把刚才想到的 给他说了一下 许风宝听完 脸色微微一变 嗯 有这种可能 而且啊 那村子里并不是没有人 说不定是里面的人 都变成这种东西 你和工卫之前 不是在那栋房里 看到一些 疑似人的黑影吗 我心头一跳 之前看到那东西 太吃惊了 还真没想到 有这参 听许风宝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的 有可能是那东西 那这样一说的话 其实那个阵法 还是圆满的 只是曾经的人 已经化成怪物 而且曾经普通的毒物 也化成了精怪 可 这里已经临近 第二个绿点了 那村子已经很远了 他们是怎么追来的 这不合理啊 按说 他们都应该 待在那儿才对啊 坟地 许风宝惊声说 我其实啊 说到一半 也已经想起来了 之前 我们挖开几个坟 尤其是主坟后 极有可能 已经破了那阵法 至少是破了一部分 这才导致村子的东西 也能出来游荡了 当时我们只是为了 挖掘出真相 也没想太多 事后因为出现变故 不得不仓皇逃走 也就没有仔细想太多 这也导致啊 此刻我们见到了 这鬼东西 就是不知道 那阵法被破了 到底是好 还是坏 虽然不清楚 法阵真正的作用 可我们能确认啊 那不是什么好阵法 而是拿来害人的 我们意识不知道 该如何是好 许峰宝提一样 不要管那东西 他看着有点邪门 既然没有攻击欲望 不如直接绕开 我正考虑呢 他忽然脸色微微一变 低声说 哎 那东西 怎么突然没动进了 我不由意情 竖起耳朵 仔细一听 还真没声音了 心动猛人一跳之后 忽然感觉背伤 凉嗖嗖的 似乎有什么东西 定上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91集 我身体断食 僵住了 不会吧 一时间 也没敢直接扭头去看 同时 拼命给许峰宝打眼色 示意他看看我背后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许峰宝会议 不动声色朝我身后看了眼 脸色顿时难看下来 一看他表情 我就知道咋回事了 他呀的 干嘛老找我呀 这些鬼东西咋想的 就知道找我 从刚入行开始就这样 明明旁边还有其他人 我压的还是个修法者 我不要面子吗 说好的法力能护体呢 说好的一身正气男人 鬼邪避意呢 脸皮剧烈抽搐起来啊 我转着工具包的手在用力 差点就没忍住 让小家伙出来 把那家伙给撕碎了 不过想到这东西呀 攻击性不强 自身又比较诡异 贸然去招惹不是好主意 他不主动攻击的情况下 我们最好还是别乱来 就勉强忍耐住了 见许风宝 重新拿出铜钱箭 又摸出一张黄符 似乎是准备就绪了 我这 才一点点 慢慢转过头 一眼看见 离我不到三十厘米距离 身高大约在一米七左右的黑银 正仰头盯着我 他的嘴角微微张着 一些黑色如液体般的东西 正顺着嘴角 一点点低落下去 看起来一副呆傻的样子 可我却没这么想 只是感觉头皮发麻 这玩意儿是怎么无声无息 到了我背后这么近的距离 而且啊 任何人都没发现 我死死盯着黑影 额头上冷汗直冒 就这么跟他对视着 发现他只是在盯着我 并没有什么异常举动 我实在忍不住了 开始缓缓朝后退 退的时候 我大气都不敢喘 是当真意志憋着气啊 慢慢退到后面 我盯着黑影 朝其他人微微摆摆手 是以我们快撤 整个过程中 我都不敢有大幅度的动作 生怕进到这诡异的黑影 让他忽然冲来袭击我们 其他人同样大气不敢出 亲手亲脚的 牵着骡子准备溜 似乎察觉到黑影的可怕 两头骡子很慌张 一直不安的四体乱塌 顾家 不是有小黑压着 这两头骡子早就跑了 全程我始终盯着黑影 好像他一直站在原地 虽然一直看着我们 却始终没有攻击 就这样看着我们离开了 很快 浓雾中就看不到黑影了 我也不由尝出一口气 扭头才发现 其他人除了许峰宝和工卫外 全都脸色苍白 我不由暗自亲信 还好没冲动动手 否则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面对这种诡异的不明存在 能不动手是最好的事情 见到个东西啊 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要动手 把别人给灭了 那是头得多铁药 李胖子哆哆嗦嗦问了一句 他 他不会追来吧 我瞪了他眼 让这乌鸦嘴别说话 徐峰宝有些担忧 唉 有些不妙啊 他说 这种东西 不知道跑出来多少 而且那个黑影突然出现在这里 也不知道 是不是跟着我们来的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 我也在担心这件事 万一真的追着我们来的 那麻烦可就大了 不知道跑出来多少啊 夏至有些吃惊的问道 这种东西有很多吗 许峰宝看他一眼 那个村子里有多少房 应该就有多少黑影 而且 以家庭构杂来看 往往不可能一栋房里 只有一个人 如果这样来算的话 具体有多少黑影 实在就不好判断了 夏至闻言 脸都绿了 片刻后啊 他迟疑着说道 这里实在太危险了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不如先退出去 不行 不行 他这话一出啊 我和李胖子几乎就是一口同声地说出来 我诧异看了李胖子一眼 他立马眼珠子转起来 他不同意退出去 我估摸着啊 肯定是惦记着百分之十的股份 不然以这货的尿性 铁定是要第一个溜的 夏至连忙说道 我的意思是 不如先退回民所那边 先整顿一下 等大雾天散了再进来 这样至少能保险一些啊 否则这么大的雾 本身就是也受限 又有那些未知的东西存在 我们这样贸然探索 实在是太危险了 至少我上次来的时候 秘魂当根本没有这么诡异啊 他说的话不无道理 当我依然二话不说 就拒绝了 原因很简单 李清云根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如果我们再回去诊断 我们等得起 可李清云是绝对等不起的 之前我看到 他的确能压制体内的东西 却不是能完全压制 给其他人演戏的时候 他的确是做到了压回身上的职务 可随后又受到反噬 与其说能压制 不如说这么干的话 会给他带来更大的损伤 李清云的状况 我是最清楚的 我怎么可能眼睁睁 看着他出事啊 见我拒绝的这么果断 下肢和寒痴脸色都有些不好看了 他们跟李清云根本不认识 压根没理由给他拼命 他们只是收了钱办事而已 自然不愿意让自己置身在危险之中 许峰宝也皱着眉头 他也是一样收钱办事的人 之前他也同样犹豫了 眼下我的表现明显让他不满 李胖子却在这事站出来给我说话了 他联盟对几人说道 要退的话 我们随时能退 毕竟手上有地图嘛 再说 咱们这有两个高人 其实也没啥好担心的 刚才那东西虽然可怕 可他又没把我们咋样 也就偷了我一包牛肉干而已 我觉得大家其实也没必要那么害怕 李胖子的话虽然在里 可其他几人的目光 都落在我的上衣口袋上 那里装的是那份古怪的地图 我不由心头一跳 这几人眼神有些不对啊 宫卫成这脸 二话不说朝前走了一步 半边身子挡住我和其他人 同时手也在腰间徘徊 那里放的是他祖传的猎盗 显然啊 有人要乱来的话 他是绝对不会客气的 我清楚他们的意图 这几人也都知道 想要平安离开这里 我手里的地图 是保命的道具 这东西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他们都清楚这一点 肯定会有所想法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李胖子 身色有点慌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得好 我扫视着几人 深吸一口气 几位 没必要这样 我也不是要大家送死 大家谁也不傻 我也不是傻子 真是要命的事情 我也不会去干吧 真有什么很大危险 我肯定第一个赞同退出去 现在的情况还在我们的把控中 我可以给各位保证 一旦出现任何失去把控的苗头 我们就立即退出去 我想大家也都是民生在外的人 大家也不想因为 一点还不确定的因素 就这样违约吧 我把违约两个字咬得很重 三人果然神色有些犹豫起来 这些人图前也同样在意名声 能在圈内混出名声 不是简单的事情 收了钱不办事 传出去的话 必然让他们民生受到很大的打击 这是他们都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虽说民生看起来不怎么重要 可一旦民意受损 同样也意味着 以后没人信任他们 自然也不会找他们办事 理所当然的 他们能赚到的钱也就少了 只要不想见到这种局面 他们必然会犹豫 李胖早见这情况 不由松了口气 偷偷朝我竖起大拇指 犹豫片刻后 还是许峰宝当先开了口 那好吧 如果遇到任何不可控局面 我们就立即退出 你也得把地图交给其他人保管 放心 等出去之后 我们会物归原主的 我毫不迟疑地点点头 心却沉得厉害 这他压得进迷魂档才没多久 队伍就出现间隙了 这些收钱办事的人 果然靠不住 遇到点事情就想退 这让我不由怀念 和李清云 石宇佳一起办事的日子 不光没人背后捅刀子 大家也十分信任 遇到危险都会一起面对 哪会跟这些人一样 不过 为了自己安全着想的前提下 他会这么做也不奇怪 我多少有些暗自恼怒呢 早知道来的时候 让石宇佳来帮忙了 李清云出事 他肯定会来帮忙的 不过当时的情况太复杂 而且时间太紧张 我也没办法联系到石宇佳 这也是无奈的事情 继续朝前走的时候 气氛变得尴尬起来 谁都没说话 显然还是在因为 刚才的事情而寄惯 路上 李胖子过来找我说话 他明显有点担心 这一行啊 能不能顺利了 同时低声咒骂 许峰宝和夏至不是玩意 收了他那么多钱 这还没怎么着呢 就开始怂了 我无奈摇摇头 跟他说 不是每个人拿了钱 都肯全心给人办事的 李胖子刚离开没多久 工尾忽然拦我 低声道 老板 前面有动静 好像有人 我一惊 有人 扭头看了一眼后面 为了安全起见 前面的人遇到麻烦 后面能有人救援 我们都保持一定距离 在赶路 后面的人 看不到我们这边的情况 就示意公卫去通知一下后面 暂时停一下 他立马去了后面 我则放出胖女孩 让他去前面看看情况 偷偷用上镇字诀 不多时 我就清楚前面的情况了 前面还真有人 而且还是之前 见过的那个家伙 这里的屋怎么那么大 没理由啊 我他家之前就说过 别进来 飞不停 这下考虑吧 不光遇到那些怪物 害我们舍了那么多人 现在连方向都分不出了 别提了 进都进来了 还能怎么办 再说 这老大的决定 当时你敢违背吗 另一人顿时就卡壳了 但还是忍不住 愤愤低骂他 说他老大真是脑子进水了呀 这物啊 看着就不正常 还非要往里钻 这不是自找晦气吗 一人啊 担忧说道 哎呀 虽然物资还充足 可一直这走不出去的话 我们会不会 就死在里面啊 这鬼地方本来就邪门 这次虽然收了不少钱 可把命搭进去 那也是有钱没命花呀 哎 谁知道呢 这物啊 还真是怪了 之前老远看着 就这么一个地方 窝那么点大 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窝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们走了这么久 路走了不少 可居然一直走不出 这大物 这他呀 该不是撞鬼了吧 撞鬼 撞鬼个屁 什么鬼这么凶 能把这么多人玩了团团转 再说啊 以前下头那么多次 你见过有鬼 几个人凑在一起啊 议论着 我听他们的话呀 不由暗暗吃惊 这次的话中 我得到许多关键性信息 不光有诡异的 还有惊人的 他们的话意思是 起雾的地方 好像只有我们所在的区域 而出了这个区域之外 别的地方 一点物都没有 我之前一直就觉得奇怪 这大物怎么一直不散 现在看来 事情真没那么简单 另外 在那些人的最后 我听到一个 关键性的词 下土 这话 一般都是那些盗墓贼会说 难怪这些家伙 不光什么装备都有 还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人 现在看来 他们不光是什么好鸟 而且啊 绝对是那种坏人中 最穷凶极恶的一类 这点很容易判断 通常的盗墓贼呢 都是小团体 或是独行的 这样不用跟其他人分润 或是分润的比较少 而越是大型的盗墓团伙呢 就越是危险 毕竟 这些人都是 过得刀尖上填血的生活 想要控制住这些人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们不光规模大 并且啊 还有炸药和枪 说明实力非常强 这种成规模 且拥有大量违禁品的团伙 能不危险吗 我不有眼皮直条 还好啊 之前避开这些人了 否则真撞伤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别的不说 我手上的地图估计被发现啊 都保不住了 跟这些人可没道理可讲啊 他们要东下 绝对是明抢 何况 这里又是无人问津的荒郊野岭 抢了东下 把人杀了都不奇怪 反正啊 也没人发现 哪怕我们有 我和许风宝两个修法者 外带一个小黑 可在面对这种 陈组织又带着枪的犯罪团伙 我们也不一定能应付得了 弄清他们的身份后 我偷偷让胖女孩回来 心中啊 却愈发沉重了 这次能不能就李星云 似乎又多了许多 不可定的因素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93集 不过 这些干挖坟盗墓勾当的家伙 吃饱了撑的 跑迷魂当来干嘛 这里总不会有大墓吧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进这地方啊 都凶多吉少 古人想在这里造林墓 运送材料 都是个难题吧 怎么可能造得了林墓 我多少有些 想不通这些人的目的 但也确定了一件事 反正离这些家伙啊 肯定是越远越好 收回胖女孩之后呢 工卫也回来了 低声问我 弄清楚前面 情况了吗 我皱了皱眉 情况有些不妙 又遇到纳稳的那些人了 工卫微微一惊 这怎么可能啊 我们不是一直在赶路 他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我摇了摇头 看了看周围弥漫的大物 不是他们找到我们的 而是被这些物带来的 工卫蒙了 显然无法理解 物怎么可能带着人走 我跟他解释说 这些物有些邪门 所笼罩范围似乎只有我们这一圈 实际上此时的迷魂当 其他地方应该没什么物器 而是进入这团物器范围的人 只能在物内行动 这让我有了种联想 恐怕当初会死在这里的人 包括那许多经验丰富的探险家 其实不是本事不济 而是遇到这诡异的物 才会莫名其妙死在其中 而最能证明这一点的 是死在其中的人 都会有一种诡异的现象 那就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世 这让我想起夏至的话 难道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真的是另一个地方 而不是寻常的迷魂当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公卫一副在听天说的表情 显然是无法理解 这种诡异的现象 对公卫 我自然是没什么可以瞒的 完全能对他脱底 拍来拍他肩膀 我说道 也不一定全是对的 毕竟只是我猜测的而已 也有可能 遇到他们只是个巧合 但这个地方 的确太闲门了 总归一切小心为上 公卫点点头 又有一些迟疑的问道 那这件事 有没有告诉他们啊 我想了一下 跟他们说一部分 至少让他们知道 这些土耗子的存在 否则真撞上了 这些人乱来的话 可能会让我们 也跟着受牵连 公卫点点头 我在前面带路 朝前走了一阵 专门离了些人远了点 才停了下来 回头跟几人 说了之前的事 听闻这里啊 居然有一群 全副武装的盗墓贼 李胖子夏智和寒池 端时脸都绿了 围独许峰宝 有些不紧 显然 对这类人很陌生 于是啊 我给他解释了一下 什么是盗墓贼 以及 这些人的形式风格 许峰宝 立马脸色不好看起来 这些人 来这地方干什么呀 夏智脸色难堪 我摇了摇头 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 那伙人有十多人 之前听到的爆炸声 就是他们弄出来的 他们不光有爆破物 还有枪支 绝对是很危险的存在 不管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一定要小心 在这种没有人烟的地方 如果遇上那些人 谁也无法保证 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一点呢 我没有骗他们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们的确只有六七人 我当时还怀疑 可能是之前的遭遇 把他们的人给冲散了 他们人数不会这么少 很可能 之后才聚集起来 没想到 还真被我猜对了 之前见他们的时候 人数的确多了几个 许风宝有些犹豫说 嗯 我虽然没见过这种人 不过 听一位老板说过 他有朋友 接触过这类人 从对方手上买过古董 这些人的确很危险 都是做刀尖上 舔血的买卖 可这种人 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吧 碰到了 这没什么伤了的余地 李胖子忍不住说了 许大师 你知不知道 我们这里进枪有多厉害 逮据了轻松 怕你十年八年的不是问题 而且啊 这些人全副武装 跑进迷魂档里 总不能是来旅游的吧 这种连命都不要的家伙 你觉得碰到了 他们会跟我们谈什么 许风宝脸色更差了 也知道李胖子这话 说的不假 想跟对方商量什么 那实在是 太想当然了 真撞上了 是绝对不会有好事 见他们的表现呢 我也轻松了一些 之前就怕 不知道对方身份 贸然上去 跟那些人打交道 如此一来的话 真见到那会儿盗墨贼了 我估计啊 他们躲还来不及呢 更别提 主动上去打招呼了 我严肃跟他们说 现在别想那么多了 尽量远离他们 夏至有些疑惑地问我 可你是怎么知道 他们是盗墨贼的 而且还了解 这么详细的情况 你也没靠近过他们呀 我看了眼许风宝说道 用些脱出手段 偷听他们的谈话 才知道的 这点我可以确认 再说 他们不是军人 更不是警察 带着那些危险东西 走进迷魂档 有可能是好人吗 许风宝点点头 表示啊 的确有手段 可以窥视到别人 这下啊 他们才信了 随后谁也没敢耽搁 立马上路了 这次 行程又快了许多 没想到半天啊 就赶到另外一个绿点 缩减了许多时间 临近绿点的时候 我示意放慢速度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有了第一个绿点的事情 这次啊 谁也不敢拖打 更不敢贸然行动 我们先在绿点周边 小心观察起来 然后慢慢一点点接近 生怕触碰到什么 不能碰的东西 哎 前面好像又是一个村子 夏至有些惊疑不定的时候 稍微凑近一点才发现 那根本不是什么村子 而是一片怪异的石林 高的石块大约在六七米 矮一点的也在三四米 也不知道这是自然形成的 还是人为制造的 在石林周围观察一圈 乍看石块之间 仿佛没有任何规律 整体乱七八糟的 可仔细观察的话 又感觉这里有一种 极为怪异的排列感 可每当隐隐感觉 察觉到一些排列规律后 又让人感觉啊 止不住的 胸闷 难受 似乎有某种力量 在阻止着观察 它的排列顺序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心脏难受的感觉 不敢再去观察它的顺序 而是啊 四处观察起来 很快我又发现一些蹊跷 这片石林附近 可谓寸草不生 甚至连杂草都没有 刚从浓密的森林过来 突兀见到这种情况 实在是很诡异啊 哎 那边有个人 李胖子忽然惊呼一声 我立马扭头看去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九十四集 我扭头一看 颇有心头一跳 我却还真有个人 刚才居然没发现 可仔细一打量 我发现那人 一动不动靠在一根石柱上 仿佛毫无生命气息 就仿佛是一块 没有生命的石头 丝毫不引人注意 刚遇到那伙盗墓贼不久 此时又见到其他人 我们多少有些紧张 李胖子小声说道 哎 该不是那伙盗墓贼吧 他们怎么跑这么快 我们这么赶路了 他们一转眼 又到我们面前了 夏至说的很肯定 我是他们 神色呀 有些惊疑不定 我看向他 夏至低伸手 看他身上的衣服 虽然也是户外服装 可款式很老旧 这种款式设计 应该早就淘汰了 户外服装 注重坚实耐用 但也考虑实用性 以及啊 合体舒适 现在也要一定程度 考虑美观了 那种款式的衣服 我只有小时候 都在杂志上见过 现在早就见不到了 我眼皮微微一跳 随后观察了片刻 那人始终不动 犹豫了一下 跟其他人商量一下 我们还是决定上去看看 不然这么一直僵持着 也不是办法 小心翼翼凑近一些 看见那人后 我顿时发现 他绝不是 刚才的盗墓贼了 夏至说的没错 这人身上的衣服 的确款式很老旧 不光如此 款式和那些盗墓贼的不同 那些盗墓贼的装备啊 一看就要精良许多 哎 哥们 你没事吧 你是什么人 靠近后发现 他是睁着眼的 李胖子忍不住 先问了一句 结果那人一句话不说 还是保持那个姿势 一动不动的 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我们面面相去一阵 又试着跟他说了几句话 结果啊 他半天没回应 而且很快 我们发现一件诡异事情 我们盯着他 眼睛都酸了 可他是自始至终 一直都没眨眼 可这人明明看着 就是普通的大活人 人怎么可能不眨眼呢 韩迟啊 有些怀疑地问道 他不会死了吧 李胖子嘀咕一句 诶 试试不就知道了 然后直接拿了根树枝 凑上去捅捅那人 结果那人还是一动不动 倒是李胖子脸皮一抽 有些惊疑不定地 小声说道 他身上怎么这么硬啊 跟捅石头上一样 想说什么呢 人死不可能硬得 跟石头一样吧 夏至周没说道 谁也不敢贸然接触这人 我伸手拿过树枝 捅了捅 恶然发现李胖子 还真没乱说 那人身体 真的就硬得 跟石头一样 我顿时就不淡定了 这人总不能 是个石雕吧 哪有做得 跟真人一样的石雕 真能做得 跟真人一样 据我所知 好像就蜡像之类东西 还行 可那玩意儿 也不可能 跟石头一样的出感吧 我丢下树枝 仔细打量着他的眼睛 不管我怎么观察 那都是活人的眼睛 蜡像就算是做得再逼真 眼睛也会跟真人眼睛 有所区别 何况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有蜡像 这么风吹日晒的 蜡像不早被毁了 夏至也不信邪地 捡起树枝 戳了戳那人 随即啊 脸色不由僵住了 这到底是石头 还是人啊 李胖子毛了 干脆地搜到我们身后 他问这问题 谁都答不上来 看着明明是人 可身体却跟石头 一般无二 说这是雕像 肯定没人信呢 说这是天地深沉的石头 那就更扯淡了 那边还有 这时候宫尾出生 能让他这么不淡定的情况下 我多呀 他显然是惊着了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发现石林缝隙中 还真隐约见到人影 要去看看吗 夏至吞了口唾沫 我抬头看着天 你去看一眼吧 现在还没天黑 而且只在外围 一个问题不大 我和你一起 出乎意料的是啊 许风宝居然也打算跟了 不知道是好奇 还是想要亲自确认一下 这里的情况 毕竟啊 这是地图上 第二个绿点所在的位置 让夏至和寒池 李胖子在外接应 我和工卫 许风宝三人进了石林 一边朝里走 我一边不停回头看 察觉并没有什么异常 不由我慢慢放松下来 不管是什么地方 是有天气影响 还是别的异常 但只要是白天 任何邪碎和异常 都会收敛不少 这是不变的法则 小心地来到另一个人身边 看亲他之后 我们都待住了 这人的着装啊 明显更加的古老 他外面穿着缩衣 戴着遮雨的斗笠 缩衣下呀 是一身蓝色粗布衣 脚上居然是草鞋 这身着装貌似啊 是五六十年代的 山民才会穿的 现在也不会有人 这么穿了吧 这人是撑着身体 跪趴在地上的 和之前的人不一样 纹丝不动 他身上同样感受不到任何生命气息 同样给人一种石头的感觉 看了片刻 我微微俯下身体 看向他的脸 这是个相貌普通的中年男人 脸上有很多皱纹 但头发呀都是黑的 具体有多大年龄 看不出 不过这人脸上 有些表情不像之前那人一样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在他脸上看到一丝慌乱和恐惧 这表情是凝固住的 仿佛被牢牢刻在脸上 始终纹丝不动 我慢慢直起身子 越发感觉这石林有所诡异了 老板 那边 工卫低声喊了我一句 我转身跟他走去 不多时 我们又看到几个形态不一的人 他们穿着不同 年龄性别不同 有穿着现代服装的 还有留着辫子 身着清朝服饰的人 而且仔细观察服装 还能发现这些人 似乎身份也不同 比如清朝的那家伙 一身的绸的 这可不是普通百姓穿得起的 显然 是什么很有身份的人 这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这里有个美肚沙 我嘴角抽搐着 嘀咕了一句 许风宝无语收到 嘿 中国哪来的美肚沙 而且美肚沙把人变成石头 会连衣服都变成石头 怎么可能把人 弄得跟活人一样 我善笑一声 开开玩笑而已 同时 脑袋里面思索着 这些人都是哪里来的 想这样 突然我心头一动 想起一件事 在迷魂档里消失的人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而我们进来之后 走了很多路 不光没见到动物 也没见到任何尸骨 难道说 这些人 该不会都是 迷失在迷魂档里的人吧 我难难地说了一句 许风宝一惊 你是说 那些近来就消失不见的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995集 虽然这猜测有些荒谬 却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对许风宝点点头 他脸色很不好看的 盯着附近的石头人 半天说不出话来 忽然之间 我看到 石林当中 一处夹缝内 有一个很特殊的 人 不过 那人离我有些远 我看得不是很真几 看来看距离 如果靠近去看 可能会深入 如果迷失在石林内 找不到方向 可就糟糕了 不管这些人 究竟是不是失踪者 亦或者 只是在这遇到 什么可怕的事情 才会变成这样 在石林内 迷失都不是一个好结果 工尉 你在这里别动 留心我的情况 如果发现什么不对劲的 立马提醒我 我犹豫了一阵 我还是打算上去看看 工尉联盟说道 有什么问题 我去吧 只要保险一些 我摇了摇头 是一样 我得亲自去看看才行 有些东西 不让我们这些人 亲自确认 只会更危险 工尉健劝不住我 实在没办法 只得劝我小心点 我点点头 毫不犹豫地朝前走去 进迷魂当之后呢 我就发了狠 因为我清楚 在这地方 万事只能靠自己 在这里 得不到任何援助 身边的人 除了工尉全都靠不住 我甚至 还得跟他们斗心眼 别给我惹麻烦什么的 我就谢天谢地了 这些事 我不亲自做 还能怎么办呀 走了没几步 我就听到身后 由脚步伸出来 扭头一看 是许峰宝 我不又纳闷了 这家伙怎么变得 这么积极了 不过啊 我没多说什么 想跟着来看看 就来吧 凑近之后呢 我看到那个人 有些不同 不由眼皮一跳 这人还真跟其他人 大不相同 因为这个人 只有半个 他从小腹开始 下半身不眼而飞 靠近后 我甚至能看到 他断裂部位露出的肠子 虽然伤口附近没有血 可内脏上的鲜活感 不管从哪里看 都跟真的一样 前面看到的那些使徒人 还能勉强 劝说自己是手艺 超凡入肾的匠人 雕出的不为人事 所知的雕像 可这人 再怎么劝说自己 也没法把他跟石雕 联系到一起了 凑到跟前 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人身上的衣服 并没有什么年代感 基本上啊 跟我们穿的一样 不管是款式 还是别的方面看 而他穿的啊 也是专业的户外服装 肩上还挂着手电 脖子上还有台相机 我的目光放在相机上 犹豫了半天咬咬牙 还是打算拿来看看 当我刚上前 许风宝似乎察觉到我的意图 连忙让我等等 先让他试探一下 最好啊 没问题啊 再碰 我点点头 事宜让他出手 许风宝深吸一口气 小心地靠近后呢 盘坐在那人身前 取出一条红色的绳子 随后小心地 绑在那人的 一只抬起的手上 自己呢 则牵着另一头 取出一根小蜡烛 点燃后 安置于绳子下面 最后他在蜡烛四周 洒下一圈 不知是什么的粉末 空气内顿时 飘了一股浓郁的腥味 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粉末 许风宝 拉着了绳子 开始捏捏有瓷起来 我在一边呢 不住打量着这个纸身 半个身子的人 不管从哪里看 这都跟石雕没有关系 而且说这人 是雕出来的 也压根儿没有可信度 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石灵里看到的人 着装都各不相同 基本上 什么时候的衣服 都看见了 如果真是古人雕的 那么人 能知道以后的人 在什么朝代 穿什么衣服 现代又有哪些弃绝 这种方法说不通 要说这里有个石雕 工匠世家 世世代代留在这里 做这些东西 那就更扯淡了 什么人能在迷魂当里 生存那么久 再说 这与世隔绝的地方 里面就算有人 恐怕也不可能 知道外面的情况吧 我的目光 落在他胸前的相机上 之所以准备看看 绝不是意识冲动 或者是临时起义 而是这人的姿势 很奇特 他一只手抬着 似乎在阻挡 什么东西靠近 这是人遇到危险时候 的本能反应 至于另外一只手 则是虚挡在身前 那只手所在的位置 就在相机前面 他的目的很明显 十有八九 是想护住相机 这人的下半身没了 最后还做出这种举动 让我第一时间意识到 他的相机里恐怕 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此不管之前怎么样 这相机 我肯定是要拿来看看的 这时灵很古怪 而且啊 我们只发现这些人 有些诡异 到底是什么情况 到现在为止 是一无所知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人手上的相机 极有可能 给我们揭露 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徐峰宝那边 看样子还要等一会儿 我也没着急 就一直仔细打量这个人 希望还能从他身上 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 不经意看向他的脸时 我不由一愣发现他眼中似乎有点 水 像是含着一滴泪的样子 有些狐疑地凑近一些 我不由心头一跳 发现好像还真是一滴眼泪 并且还有微微动荡的迹象 我惊呆了 之前其他人的身上 我可没看见这种情况 正经一不定呢 手被豁人一凉 扭头一看似乎是一滴雨水 抬头时发现天空 比之前暗淡许多 这射下雨了 看样子这人眼里不是泪水 而是之前落下的雨水 我没有注意到而已 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呢 就发现那人的瞳孔 似乎微微动了一下 正在此时 砰 一声微弱的低沉断裂声响起 旁边的许风宝 仿佛受了惊一般 呼的一下站起来 我林芒问他怎么了 许风宝瞪大眼睛指着地上 那只剩半个身体的人 说道 他 他是活着的 活着的 我愣了一下 被他的话呀给惊着了 你是说 他是活人 也不是 但他就是活着的 许风宝脸色铁青 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此时我感觉四周的环境 似乎更暗了 这让我顿时感觉有些不妙 原本的大雾天 就已经够麻烦的了 一旦再下雨 说是天黑了都不为过 那是绝对伸手不见五指 甚至于这些东西 也会跟着活跃起来 正不安呢 我却又瞧见地上 那半个身体的哥们 瞳孔又颤动一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九十六集 我愕然盯着地上的人 想起许风宝刚说过 这人是活着的 但是他的话又比较古怪 似乎不是只常规意义地活着 顿时感觉 头皮一阵之发麻 糟糕 天都这么阴了 我们快走 许风宝很慌 掉头就想走 见我没动啊 就着急催促起来 我脸皮臭了臭 犹豫不到两秒 咬牙心一横 扑到那人身边 抓起他身上的照相机 就想取下来 触碰到相机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 看上去碰到这些人 或者是他们身上的东西 并不会有什么问题 让我多少松了口气 不想啊 相机被他身体阻挡 他的身体又硬得跟石头一样 想从脖子上取下来 好像不大实际的样子 又试着拽了几下 绳子还很结实 没被腐蚀的迹象 我拽了下居然没拽动 眼见天上的雨点 是越落越多 我没办法 只在低声嘀咕了一句 对不起了 最后一脚踩在他的石头 一样坚硬的手臂上 两只手抓着相机开始发力 准备硬拽下来 哎呀 快走啊 别拿了 等会儿天更暗了 我们还待在石林里 绝对要出大事呀 虚风宝朝我大喊 声音着急的不行 我没想到 这小老头居然没一个人跑 可能是担心我一个人会有问题 差异之余呢 倒是呀 也对他印象好了几分 来了 我回了一句 同时 猛然一发力 把相机绳子 直接暴力给拽断了 拿到相机 我止不住一个晃悠 差点没站稳 正准备跑的时候 忽然瞄见地上半个身子的男人 眼珠子猛然转向了我 我心头猛然一跳 这些家伙果然有问题 不光如此 那人看向我后 将映如石头的手臂 忽然猛然伸向我的小腿 似乎想要抓住我 我一惊飞快朝后退了步 他的手只能徒劳在半空中挥舞 眼珠子牢牢盯着我 虽然躲过去了 我却被惊出一身冷汗 刚才要是不留心 就真被抓住了 到时候如果无法挣脱 真被留在这里 一旦等天完全黑了下来 肯定是死路一条 毕竟这里的人可不少 而没有腿的只有这一个人 我不敢再有任何犹豫 抱着相机 是玩命地往外跑 见我出来 许风宝这才掉头 拼命朝外跑 老公 撤 看到前面雾里的一道人影时 我立马大吼一声 那人二话不说 掉头就朝后跑 许风宝毕竟年纪比我大许多 腿脚没我麻力 追上他后 我也放慢了速度 打算跟他一起出去 毕竟他刚才还等我了 此时许风宝气喘吁吁跑着 静一不定地看着石桌旁边一个人影 之前 那残缺的人忽然动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看到没有 但是他刚才施法的时候 肯定是知道些什么东西 此时显得是格外惊慌 动作快点 这些东西很危险 天全黑下来 我们就麻烦了 我催了许风宝一句 他点点头 努力加快速度 毕竟没敢深入石灵太多 要出去也没太远的路 可我们没跑几步 忽然发现 前面石柱边的一个人 身体忽然颤了颤 跟着就晃动了起来 许风宝这次明显也看到了 今生大喊 他们 他们都活了 这惊慌之余呢 许风宝不留神踩到一块石头上 差点被绊倒 好在我就在旁边 察觉到后立马扶了他一把 顺势拉着他继续朝前跑 我飞快地跟他说 别说话 请出去再说别的 石柱边的人颤动几下后 站直了身体 似乎有些茫然 在原地晃悠着 不光是那个人 许风宝说的也没错 我们四周其他挨着石柱的人 也开始活动起来 靠着石柱坐着的人 晃晃悠悠站起来 躺着趴着的人 也一点点站了起来 他们不光活动起来 空气中还开始弥漫出 一股心臭味 如今我对这味道 再熟悉不过了 刚闻到就立马分辨出来 这 这压得不是湿臭吗 定睛一看 我才发觉啊 那些站起来的人 身体开始干瘪起来 仿佛在短短一瞬间 浑身就开始快速脱水了 尤其是那些 着装看上去就十分古老的人 脱水的情况是最为严重 那个穿着清潮紧缎的男人 此时脸上干瘪得仿佛只有一层皮 体表完全是乌青色 再也没有半点之前 机体的饱满了 就像是一块 陈年风干老腊肉 感觉看上去啊 很像是博物馆的干湿 可呀的 干湿怎么可能在巴蜀 这么潮湿的地方形成 尤其是 这还是巴蜀的迷魂档里 这地方 野外放个尸体不处理 我估摸着 没几天 就该潮得长磨过了吧 同时呢 他光鲜的紧缎服装 也变得破破烂烂 再也见不到一点光泽 就像是一条条破步 挂在身上晃荡 至于他脑袋后面那条辫子 则是更显眼 如同一把枯萎的干草 扎在脑后在风中摇摆 服装年代久远的人 身体干瘪最厉害 但服装年代较近的人 则身体脱水迹象没那么严重 看起来身体脱水成什么程度 还要按照时间来看 仿佛察觉到我们的存在啊 扎辫子的老腊肉 忽然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咆哮声 我不由按照糟糕 这鬼东西离我们最近 我们终究是没能平安出去 还是被察觉到了 好在我们已经到了石林边缘 要不了多久就能冲出去了 前面雾气中出现一道身影 那是之前让下着他们停脚的地方 但现在只有一个人 看来宫卫是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让他先出来 就是让他通知其他人先转移 离石林远一些 他还留在这儿 该是不放心我 才专门等我的 咚咚咚 我还没来得及多看呢 忽然感觉地面微微震动起来 匆忙扭头一看 我端是头皮疑伸发麻 石林内大雾中 一片黑影朝着我这边冲了过来 没错就是冲 他们都是两条腿跑的 这他压的是什么东西 僵尸 不可能啊 僵尸关节僵硬 只能蹦跳着前进 这些东西是僵尸的话 怎么可能用跑的 他们不光在跑 而且速度还不慢 最让我发毛的是 我隐约感觉到 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的速度 恐怕会越来越快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九十七集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些玩意儿能跑那么快 揪着许风宝 玩命地朝前跑去 不都是啊 我们与工卫碰头 看了眼脸色铁青的许风宝 我立马意识到 如果这样下去 以这小老头的腿脚 肯定是跑不过那些家伙 立马把许风宝推向工卫 我飞快说道 带他先躲到林子里 随即 我看向许风宝 我一些隐蔽阵法 没问题吧 没问题 你 许风宝似乎明白我的用意 不敢相信地看着我 我催促 工卫赶紧走 他顿时就急了 不肯就这么走 我恼怒瞪他一眼 赶紧去啊 我偷他们一下 不来隐蔽阵法 我们才能躲过这一截 没再搭理他们 我直接一拍工具包 小家伙和大胡子 立马跳了出来 显然是察觉到 那东西的气息了 大胡子 这次是醒着的 扭头一看 许风宝正错盯着傀儡看 工卫神色犹豫 随即一咬牙 拽着许风宝 就朝林子里跑去 我尝出一口气 但转头看着 雾里狂奔而来的影子 又止不住 脸皮抽搐 大胡子朝我叫了一声 满脸的无奈 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 干咳一声 嘀咕着说 那个打 是肯定打不够的 想办法拖住一会儿 我们就撤吧 大胡子无语摇摇头 我憋了半天说 我去 拖不住 那就带他们兜圈子 我们赶紧跑 大胡子这才点点头 显然他觉得我的提议 跟他们打或是拖住 都是在扯蛋 撤 两三句话决定好战术 引进那些鬼东西 很接近了 我大喊一声 撒丫子就朝旁边跑去 大胡子和小家伙 也跟着我玩命地 跑了起来 石灵里有多少那些东西 完全是个未知数 跟他们拼命 完全就是在找死 那些东西哪怕 全都站着不动 想把他们全给干掉 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行 没准啊 还没把他们搞定 我们就得自己先累死了 而且我极度怀疑 这玩意儿到底是不是僵尸 身体僵硬成那样 却能快速奔跑 难道说这些东西的身体 会因为阳光的原因而改变 在有太阳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会如同石头般 借此保持身体完整 等到太阳消失之后 他们体内的活性就会被激发 变成类似于僵尸 又有极强行动能力的 另一种怪物 这些鬼东西跑这么快 我就已经把他们排除了 僵尸的范畴 至少他们的力量上 是绝对比不过僵尸的 很可能只是速度快而已 我朝着旁边跑了一阵 那些东西果然傻乎乎追了过来 压根没有去追工尉他们的打算 尽此啊 我多少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很聪明就好吧 只是很快我就发现 我之前的预测成真了 这些东西的速度 好像真的变快了一点 也不知道是不是太阳消失后 他们体内活性不断增强的原因 木风 前面有个小土鸭 似乎可以暂时挡住他们 胖女孩忽然飞了回来汇报 我眼睛一亮 立马让她带路 我咬牙冲到胖女孩说的位置 见到的确有三四米高的小土鸭 立马顺着藤蔓朝上爬去 到了顶上后四处一打凉 这片地方不算大 不过旁边还挨着老树 从这里可以溜到旁边树上的样子 地面传来轰轰轰震动的声音 越来越强烈 显然是那些鬼东西全都追了过来 我立马取出一截绳子 让胖女孩拉到旁边树上绕几个圈 防止一会儿要上树的时候 不小心会掉下来 之所以选择这种地方躲避 是因为我想试试这些怪物的强度 另外就是 这些鬼东西虽然跑得快 可不一定会攀爬 而且很可能也跳不了多高 它们身上萎缩的血肉 注定了不会让它们有太强的跳脸 甚至于它们能跑得这么快 我都很吃劲了 多多时那些怪物冲到跟前 清朝老哥一马当先 杂草般的辫子在脑袋后面疯狂甩动 眼中流露出嗜血的兴奋 我被他钉得头皮发麻 心处只要被抓住 恐怕分分钟就要被撕成一地碎片 忽然想起之前在石林中 看到这些东西的样子 我心里止不住犯嘀咕 这些东西会不会是白天变成那样 一方面还有诱饵的用处 画成那种石雕的模样 的确会引起巨大的好奇 而如果真在那研究的话 一旦等到太阳消失 恐怕没人能逃得掉 真是这样的话 这些鬼东西可怕程度 无疑会又上升一个层次 我忍不住怀疑 之前那个少了半截身体的人 会不会就是这个原因 才那样惨死的 相比起古代人 现代人的好奇心无疑会更重 也更胆大 的确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古人更可能因为害怕的原因 而远离 反而能保留一个全尸 好奇心害死猫 还真不是说说的 有小家伙和大胡子守着 我也没太放心 拿了根凿子出来 转着 准备等谁上来了就戳谁 林 深吸一口气 我手捏不动冥王印 当先使用林字局 原本有些紧张的心情 断时就平复下来 砰的一声 心朝老哥冲到跟前 没头没脑地 一头撞在土牙上 随后拼命朝我伸手 想要抓住我的样子 但我距离它足有近三米 这样自然是没可能碰到我 我多少有些意外 果然被我猜着了 这些家伙貌似不会攀爬 只会那么傻乎乎的伸爪子 冲来的怪物越来越多 脚下的土牙 被它们的冲击力 撞得有些摇晃 我不由脸皮抽搐 担心这土包可别被冲塌了 大胡子忽然用牛角顶了顶我 朝我叫了两声 又用前提指着指下面的怪物 好像是在问我要不要 它下去试探下这些东西 我犹豫了一下 让它先走到一边 大胡子走过去后 我仔细一看 发现下面的怪物 只是死死盯着我 压根没去看大胡子 我又放心下来 冲它点点头 示意让它下去试试 但一定要小心 大胡子立马顺着侧面 稍微缓一些地破 直接跑了下去 咸 大胡子刚到下面 我立马捏出日轮印 用上前字举 大胡子身体立即膨胀起来 浑身肌肉喷张 牛虎一声 嗯 毫不迟疑地冲向那些怪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九十八集 我有些紧张地盯着大胡子 生怕它出什么意外 然而 出乎我意料的是 那些怪物看起来气势汹汹的 然而 却意外地弱机 大胡子 低伏牛角冲出 居然一次性撞倒三四个怪物 并且倒地后 我发现它们的腿 全都以不正常的角度 扭曲 弯折 貌似很脆的样子 不光是我愣住了 大胡子撞完之后也愣住了 显然是没想到 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凶 居然这么不中用的样子 抬头扫了眼下面的怪物 雾气太大 加上天黑的缘故 看不清楚数量有多少 不过 如果这些东西啊 只有这样的强度 那还真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之前逃到这里以后 还有点担心 一会儿能不能逃掉 找到跟宫卫他们会合的地方 可这样一来的话 我貌似能把这些鬼东西全好空 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 这么想着 我不由轻松下来 扭头跟胖女孩说 靳云 你去找一下老公他们的位置 告诉我们这边情况 让他们不用担心 好的 胖女孩飞走 我呢 则盘坐下来 饶有兴致看着下面的怪物 以及来回冲锋的大胡子 最好笑的是啊 那些鬼东西 还真的就压根不理会大胡子 眼见大胡子 撂倒一片怪物 他们却只盯着我 想要冲上来咬我一口样子 丝毫不管同伴的死活 看这架势啊 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得全爬窝了 大胡子不必彻底干掉他们 只需要废掉他们的腿 就没问题了 失去行动能力的情况下 他们爬又能爬多快啊 到那时候 这些东西就只能 眼睁睁看着我走了 不过说起来 这些东西啊 也不尽然全是弱的 毕竟大胡子身上的零件 我也尽力升级换代工 对付僵尸一类东西啊 效果会更好 另外就是 通常遇到行尸这类东西 虽然威胁性很高 但只要应对手段 及正确应对方式 其实对付起来并不困难 真正很难解决的 是那些被人为控制的僵尸 因此也可以说 人为的存在 才会有更大的威胁 下面这些东西 看起来可怕 但智力明显比行尸 还要低 更像是 美国丧尸片里的丧尸 虽然强度要更高 可只要小心一点 实际上对现在的我来说 并没有任何的威胁 小家伙也爬到我的肩膀上 好奇看着下面那些傻货 看了一阵 貌似觉得无聊 不由打起了哈欠 我拍拍他的脑袋说 不出意外的话 半个小时候 我们就能走了 小家伙点点头 随后啊 却突然直起身子 不断抽动鼻子 似乎 发现了什么东西 我心头一跳 问他 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小家伙困惑摇了摇头 黑溜溜的小眼睛啊 却始终盯着前方 他这是无法确认的意思 不过他盯着的方向 正是石林方向 我皱了眉 站起来 见我一动不动 下面的怪物顿是刚加活跃了 傻乎乎地朝我伸手 我没管这些东西 眯着眼朝远处看去 但此时的视野 还真什么都看不懂 我顿时有些不安了 忽然耳边传来 翅膀拍打的声音 扭头一看 果然是胖女孩回来了 她飞得很快 有些慌张的样子 落到我另一边肩上 飞快地说道 沐风 石林里有东西出来了 我一惊 连忙问他 什么东西出来了 要只是那些怪物的话 胖女孩肯定不会那么慌张 不知道 看上去体型很大 胖女孩很慌张 多少呢 有些语无伦次 我让他别着急 慢慢说 他深吸一口气才跟我说道 刚才找到公卫他们后 回来时候 下意识就绕到了 石林附近观察了一下 我已经看到 石林身处 有什么体型庞大的东西 正缓缓 朝着外面走来 那东西动作很慢 但胖女孩看到后 不知道为什么 顿时 有了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总感觉 那东西绝对不能接近 一旦接近的话 很可能 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就死了 有多大 我惊疑不定地问道 的确啊 之前我们只在外围 看到那些石雕 一直没感太深入 这么说的话 难道石林深处 还有其他东西 具体 胖女孩似乎有点不好形容 想了半天 才跟我说道 只能看到一片很大的黑影 我不敢靠得太近 看到后 就赶紧回来跟你说了 不过 看她进行的方向 似乎是朝这里来的 不会吧 是巧合 还是专门冲着我来的 我有些惊疑不定 但却不怀疑胖女孩的话 她身体制造出来 专门为了侦测的 视力和观察能力 自然要比其他傀儡枪得多 她能看到 石林中有体型庞大的东西出来 的确不奇怪 我仔细想了一下 石林的石柱 那里的石柱 矮得有三四米 高的足有五六米的高度 这样算起来 基本有两层楼的高度了 这么高的高度 还能一眼看到的东西 那会有多高 而且啊 那么高的东西 呀的是什么玩意儿啊 我有些发毛 顿纱没法淡定了 朝下大吼一声 大胡子 准备开路 我们准备撤 这里不能带了 大胡子应了一声 随即四处胡乱 冲击起来 我清楚它是在等待 看着我准备从哪里离开 先尽量啊 放倒一部分怪物 给我腾出更多的逃离空间 我飞快拉着绳子 爬到旁边的树上 然而 我却低过了此时 逃走的难度 下面那些怪物 虽然不会管大胡子 却全都死死盯着我 我朝什么地方移动 它们就会跟着 朝什么地方移动 压根不给我下脚的空间 爬到树上后 我多少有些急啊 一时间压根就下不去 下意识抬脱 看了眼石林方向 我不由身体一僵 这次根本不用胖女孩提醒我 我自己都看到了 从石林里面 有一团漆黑的影子 正缓缓朝着石林外移动 看移动的方向 似乎正是我这边 更令我毛骨悚然的是 那东西的体型 还真的大得恐怖 这么远的距离 都能看到一大头黑银 如果在附近的话 那东西会有多大 这是什么鬼东西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异性 我止不住失声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九百九十九集 我见过的诡异东西 已经够多了 却从没见过体型 这么庞大的东西 我几乎都看傻了眼 这大鸭的 站在树上 动也不是 不动也不是 像是被洪水 逼到树上的动物 一时间连林自觉都有点 压不住绝望的情绪了 我靠近看看 胖女孩突然说了一句 立马正式就飞去 别乱来 我急了 可她已经飞远 此时距离石林 又不是太远 转眼她就到了跟前 此时我再用九字真言 控制她飞回来 反而有可能 会有危险 只能在远处 看着干着急 这恶劣的视野 让胖女孩飞出去之后 转眼就看不见踪迹了 毕竟 傀儡的体型都不大 好在啊 着急等了没多久 又听到拍动赤宝的声音 我伸着脖子一看 不由松了口气 是胖女孩回来了 谁让你乱来的 我有些不满地训斥她一句 胖女孩有些不好意思 但她连忙说道 我看到了 那好像不是什么怪物 还是一种浓稠的黑色烟雾 正从石林中心扩散 不但朝外面扩张 我微微一争 烟雾 迷眼仔细一看 的确 那东西站的面积实在太大 而且如果真是什么东西的话 从石林中走出来 那些石柱肯定要被撞得东倒西微 至少会传来很大的响动才对 如果不是什么巨大的怪物 而是一种怪异的烟雾 那就能理解了 我多少松了口气 却依然不敢掉以轻心 不管那烟雾是什么 总归是石林中心散发出来的 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至少我们绝对不能触碰那玩意儿 打定主意后 我低头一看 大胡子已经放到一大片怪物 可这些东西始终围在树下面 何况有部分怪物被放倒 立马又有新的怪物挤过来 看着架势 哪怕大胡子累死 也没法完全清理掉这些东西 如此一来 我想从树上下去 明显有些不实际 正着急想办法 忽然间树下面那些怪物不动了 我一愣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没过去多久 下面不少怪物似乎被什么东西吸引了 居然分散了一部分 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我心头一跳 去看看 立马嘱咐胖女孩一句 这些怪物有了动向 很可能是被别的东西吸引了 我有点担心 别是工卫来接应我 不过 让我有些奇怪的是 工卫他们应该在另一个方向 这些怪物去的却是反的方向 这是什么东西啊 卧槽 这东西咬人 开枪 胖女孩刚飞出去 我就听到远处传来惊叫声 随即一阵抱肚子般的巨响 在山间响起 我顿时静着了 那是枪声 而且啊 最离谱的是 我他妈感觉 这跟我以前听到的枪声不太一样 枪声密集不少 声音也更大 这让我忍不住怀疑 这该不会是 半自动步枪的声音吧 我连忙招呼胖女孩回来 别不小心被榴弹伤着了 现在不用看也知道 那边肯定是之前的盗墓贼 而令我不敢相信的是 他们不光有手枪 居然还有半自动步枪 这他们是盗墓贼 盗墓贼能有这装备 这些货 怕是进来打仗的吧 毫无疑问 这些人的危险程度 在我心中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但这也是好事 枪声吸引走了更多的怪物 眼见密密麻麻的怪物 朝着那伙盗墓贼涌去 我只能希望他们自求多福了 至于 说看他们可怜 要我去救一伙 全副武装 用意不明的家伙 哼 得了吧 我选择自己活得安好 大胡子 我低声喊了一句 这会儿啊 我当然没闲着 这么好的脚底抹油机会 我再不溜 那是脑子被驴踢了 大胡子一会议 重振旗鼓 发了风势地在树下 到处乱撞乱踢 不多时啊 见他清理出一片空地 我立马顺着绳子爬了下去 这一落地 立马朝着旁边跑去 有几个怪物 见我下来啊 顿时兴奋地坠来 但大胡子死死挡在我面前 非快把几个怪物放倒 多少有一点 义父当官 万夫莫开的家事 成功地溜到一旁林子里 身形被遮蔽后 那些鬼东西啊 看不到我了 果然直接放弃 全都一股脑地 跑上那些盗墓贼 之前被大胡子 撞断腿的怪物 也用双手 努力朝着那边爬了过去 我长出一口气 可算是摆脱这些鬼东西了 就是不知道 那些盗墓贼 能不能逃得掉了 密集的枪身 一直没有停歇 可见这些家伙 火力是异常凶猛 并且弹药充足 也不知道准备 这么多武器到迷魂当 究竟是想干什么 我一招手 是一胖女孩带路 先跟工卫 他们去会合要紧 太久没回去 万一工卫出来找我 遇上什么就糟糕了 我刚走没多久 轰隆一声 忽然大地一阵颤抖 并且传来一声 巨大的轰鸣声 随即 之前 嘶吼咆哮的怪物 声音也瞬间少了大半 多时清醒了不少 我错误回头看了眼 远处还有火光冲天 哪怕视野很差 也能见到那里的光亮 又都用炸药了 该不会是同归于尽了吧 我眼皮直跳 那些怪物声音少了很多 但还有不少 愣了片刻后 我也没敢久留 赶紧继续赶路 那些怪物的声音还有 盗魔贼 该是全军覆没 而且很快又有枪声响起 验证我猜得并没有错 十分钟后 我见到工卫他们 没事吧 工卫第一个跑过来 问了一声 其他人则是一脸慌乱 七嘴八舌 问我那边是什么情况 我摆了摆手 朝周围看了眼 他们待的地方 是临时清理出来一片空地 只能供几个人勉强藏身 周围呢 是茂密的植被 地上和树上 能看到一些红绳 法庄 应该是许风宝摆的 藏身法阵 我一屁股坐下来 拿了瓶水 牛饮了起来 喝完之后 一直火辣辣的肺和嘴 这才好受了不少 刚才发生的事情 虽然时间不长 但消耗的体力和精力 可不少 这一放松下来 顿时感觉浑身都是软的 我喘了两口气 把之前的事情大概说了一下 宫卫文言极为担心 问我怎么逃出来的 有没有受伤 我摆了摆手跟他说 没事 有人帮我顶纲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一千集 不得不说的是 那伙盗魔贼 还真是正儿八经的 顶纲侠 要不是他们突然出现 我一直在树上躲着 根本逃不掉 不是最后被石林内 诡异的黑物侵蚀 就是那些怪物越来越多 说不定最后就能 垢着树上的我了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 我都十分有可能难逃一死 那些人来得太过及时 不然今天可能 还真的要栽在这里了 我刚才听到枪声和爆炸杀 你是说那些盗魔贼 给你顶纲了 夏至有些惊愕地问道 我黑黑一笑 说道 不知道是我运气好 还是他们运气太差 我正被围着没办法呢 他们居然就这么及时出现了 这些人来得也太巧了吧 许风宝宙没说到 似乎想到了什么 但一时没法确认 李胖子嘀咕说道 这都碰上了三回来吧 怎么每次都能碰到 他们手里难道也有一副地图啊 一文言 我不由愣住了 他们手上也有一份地图 这事我之前还真没想过 可李胖子这么一说 我忽然察觉 好像还真有这个可能 之前我是在怀疑 是否是这片大物诡异的地方 让那些人困在雾里 只能跟随我们一起移动 那是之前我唯一想到的可能性 暂时没想到其他的可能 可李胖子这么一说 我忽然发觉 我猜测有些离谱 他说的倒是有些意思了 如果他们也有一份地图 并且跟我们有相同的行径路线 那经常碰到就能解释了 我之前一直不愿意 把地图的存在告诉其他人 那些盗墓贼中 或许也有这样的人 我盯着李胖子看了半天 他也盯着我看 最后被我盯得不自在了 抓了抓屁股 瞪着我说 看啥 眼神怪怪的 一看他这表情 我立即把脑袋中的 机智弱腰 扮猪吃虎 装傻充愣 大智弱鱼等词汇 立马抛得远远的 还真有可能 地图给我看看行吗 许风宝若有所思一阵 点点头 问了我一句 我无奈地把地图递给他 许风宝仔细看了一阵 但也没看出什么的样子 就还给了我 这东西是某种器物 有特定的指引性 不一定就是单一的 或许还有别的存在 否则解释不了他们 每一次都能跟我们 前后脚碰到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那些人或许跟我们的目的 是一样的 说这样 他的神色难免有些担忧起来 其他人也跟着不安起来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却也无可奈何 如果那些人 跟我们的目标是一样 无疑会让我们的行程 多增加很多风险 毕竟那些人 都是武装臣那样了 如果要对我们不利 在这的人 一个都活不了 其实 他们跟我们目标一样 反而更好 我脑子飞快转动起来 片刻后 我露出一丝笑容 跟他们说 为啥呀 李胖子不解地问 我黑黑一笑 你想啊 那些人可能是盗墨贼 虽然武装十分强大 但这地方 可是有不少 靠武器对付不了的东西 徐峰保眼睛一亮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只要改变一些行程 有他们在 我们反而更安全 我耸了耸肩 说的 有他们在前面 给我们开路 有什么危险 他们先趟 我们跟在后面就行了 哪怕目标一样 他们也不一定 能拿得到东西 况且 如果有另一份地图 那反而更好 如果那些人出事了 等他们全军覆没 地图就是我们的 到时候 如果不愿意继续深入 完全可以拿着另一份地图走人 这样谁也不会耽误谁 几人不由点点头 还真没人啊 为了那些家伙的安危担心 或是多说什么 正儿八经的好人 会把自己武装成那样吗 能搞来那些装备的人啊 十有八九 是刀尖上填血的人 指不定手上有几条人命呢 这一点谁都不奇怪 他们死在迷魂档里 反而是在给社会稳定 添砖加瓦不是 只是细想了一阵 夏之又觉得我的说法 有些想当然了 他觉得呀 那些人武装那么强大 也不一定会死 我们还是别继续淌着浑水了 干脆啊 直接退出 才保险 否则说不定啊 大家会有生命危险 对此我自然是压根不会搭理 我直接跟他挑明了 别的不说 地图上剩余两个点 我必须要探索出来 其他人怎么想无所谓 可李清云是我必须要救的人 此外呢 我站在工艺的角度 询问夏之 这次恐怕收了不少钱吧 哪怕不肯冒险 也别阻止我 大不了大家各安一边 就在这边分开 各走各的路就完了 我之所以敢这么强硬 是深入迷魂档已经很久 没有地图 他们根本走不出去 何况我现在也根本不可能退 因此这件事也没可能跟他们再商量 夏之脸色很难看 许风宝也有些不满 但毕竟刚被我救了 就算不满 他也没当场说什么 至于李胖子 他虽然也虚得厉害 但明显更信任我 而且李家的股份诱惑力 对他不是一般的小 他全程都摆出一副玩命的架势 因此 他同样是不怎么愿意 就这么出去的人之一 加上我之前的话 他也觉得有道理 因此 这次很干脆站在我这边 既然没有危险了 那就先找地方杀银吧 夏之是几乎咬着牙说的 我让他等等 先从骡子上拿了个望远镜下来 先观察一下石林那边的黑物 我发现黑物扩散到石林边缘 就没有继续扩散的趋势了 有了望远镜 视野是好了许多 能看到石林边缘 有一些怪物在游荡 有的不时在黑物内穿梭 看上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我不禁思索起来 那些人会死而复生 会不会是那种诡异的黑物的结晶呢 这种可能性的确很大 我之前猜到那些怪物的特性 却无法得知它们形成的原因 如果它们是黑物造就的 那一切都有了圆满的解释 观察一阵之后 我收起望远镜 视野可以找地方扎营了 只要远离石林范围 应该就没什么危险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多多转发 分享 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请多多转发